译者序 不同于传记类作品 本书是以20个关键投资案例为珍珠 把巴菲特传奇般的投资生涯串在一起 对于以显赫投资业绩光耀于世的圣人 通过巴菲特在不同时期的经典投资案例 来描述其独特的投资方式 不失为一种独特而精道的方式 对于投资者而言 本书是了解巴菲特投资哲学和投资策略的极佳途径 作者通过对每个投资案例的背景铺垫 对被投企业基本面及其价值评估的分析 把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和投资策略 具体而细致地予以了理解或阐述 既有定量分析也有定性解读 同时就每个投资案例 作者还从当时一般投资者的角度进行了常规分析 以凸显巴菲特投资哲学和投资策略的过人之处 比如在他投资的成熟期 巴菲特特别看重被投企业的结构性优势 并把他作为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必要条件 通常这是一般投资人易于忽略 或很难甄别的投资决策要素 此外作者强调了巴菲特筛选投资标的的一个重要特征 即被投企业创造复利的能力 为此 作者给出了衡量企业创造复利能力的一组重要指标 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和企业利润的年增长率 这应该是巴菲特几十年的投资生涯 能够保持年均负荷收益率 超过20%的秘诀之一 总之 本书作者对巴菲特投资生涯演进轨迹的书里分析 将使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 能够品位到价值投资的真谛 获益良多 本书各章的译者分别为 第一到两章是由李拜所议 第四章为马聪所议 第六到十四章为林安纪所议 第十五到十七章为李一所议 其余均为李碧龙所议 全部译稿均由李碧龙教队修改 在此 特别感谢策划编辑杨夕悦和责任编辑黄珊珊 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努力与付出 李碧龙 2017年6月 致谢 如果没有众人的支持和贡献 本书不可能面试 对于他们的帮助 我真诚地表示感谢 首先 我要感谢伦敦商学院的Eddie Ransden 他是鼓励我把一篇个人研究 变为一本思路完整的书籍的第一人 如果不是 他敏锐地意识到 市场上仍然缺乏此类书籍 我还会认为 市场上有关巴菲特的书籍已经太多了 绝对不会冒险以这种方式写这种题材的书 我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Brigit Flattery McCoy和Steven Wesley 他们和我一起花费了许多时间 给我相关反馈并编辑我的作品 十分感谢你们的贡献和才干 若没有 你们以及整个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帮助 这本书不可能以目前的面貌是人 十分重要的是 我想感谢德国法兰克福股东 价值管理公司目前的同事们 感谢他们每个人所起的关键作用 感谢Frank Fisher和Rainer Sachs 感谢你们领导的这个组织 为我创造了一个极好的环境和自由空间 使我能够持续地增进我对价值投资的理解 否则 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你们以自己的方式成一代人 能与你们这样充满正能量的人共识 是我的荣幸 我要特别感谢Frank 你花了大量的时间和我分享你在投资和生活中的心得 还要感谢我的同事 SUADC Hedrick Gian Luca Ferrari Ronnie Ruch A Simon Ruby和Cedric Schwang 感谢你们与我就这个话题进行的频繁的讨论 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我的手稿 并给我详尽的反馈 总之 这个组织及其中的个体 教会了我关于价值投资和生活的真谛 我还要感谢慕尼黑论坛家族理财公司的前同事们 这家组织的所有人 有Docker Burker Wittke挂帅 教授了我很多有关价值投资的知识 还要特别感谢Frank Wippert Till Campy Jerry McOex和Sasha Siler 他们至今还是我切磋投资问题的极家对手 而且依然是我在德国价值投资领域的同仁 我也是他们的一员而自豪 我还要感谢Norman Rentrop和Jens Grasse Allerman 感谢他们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年会上 每年主持的德国投资者聚会 我有幸参加过几次这种聚会 发现这里具有深广的资源和友谊的服务 尤其是针对德国价值投资界 我还要十分感谢其他几位贵人 RA资本的Rob Vinal 他帮我审阅了本书的几个章节 而且在这些年里 他向我传授了有关价值投资的不少知识 深表感谢 SEB的Frederick Meinertsen 他一直关照我的学术工作 并就本书的几个章节给予了宝贵的反馈 桑布恩地图公司的Chris Ganevis 他负责该公司自成立至2013年的历史档案 在我调研该公司的原始资料时 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塔尔顿州立大学的T 林杰·贝克教授 在登普斯特的案例里 他给我的帮助两多 所有的相关各位 包括Ralph Bull和Daniel Teston 他们让我在本书中使用了他们的作品和照片 最后 我要感谢我挚爱的家庭 纳拉、陆加利 我的父母陆玄勇和唐离珠 我的兄弟路易德 在我长期的写作中 他们都在默默地支持我 容忍我在家里 沙滩上以及任何地方于电脑上无休止的写作 万分感谢你们的理解 容忍和爱意 前言 在过往的30年间 巴菲特及其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 已经家喻户晓了 同样的 对于投资界的人来说 内部拉斯加州的奥马哈 再也不是美国中西部 一座默默无闻的小镇了 由于巴菲特传奇般的投资业绩 许多小投资者都想像他那样投资 而许多专业投资人则想效仿他的投资策略 但巴菲特最伟大的投资项目到底是哪些 他是在什么背景下做的这些投资 从他的经历中 我们能学到什么呢 本书的焦点 就是通过梳理巴菲特投资生涯的轨迹 揭示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具体而言 我整理了巴菲特所做的20个投资案例 我觉得他们是对巴菲特的投资演进轨迹 产生重大影响的投资项目 为此 我主要基于下属制度因素 挑选了这些投资案例 投资发生是他们的相对规模 不同的投资类型 以及我发现有特别信息价值的投资 在分析这些关键投资案例时 我重点关注巴菲特 做投资决策中所采取的具体行为 并设法从一个第三方的角度去理解 他或任何投资者 在每个案例中所遵从的逻辑依据 是什么 在可能的情况下 我会设法用同一时期 研究相关企业投资分析师的角度 来凸显巴菲特独一无二的观点 与传记类的书籍不同 本书主要通过聚焦巴菲特的 关键投资案例 来阐述巴菲特的故事 相比其他含有相关投资信息的出版物 包括巴菲特自己的年度限寒 本书旨在利用原始文档 和其他可能的历史信息 进一步拓展知识 我写作本书的总体目标是 就巴菲特所做的那些关键投资项目 给予读者一个现实的分析 希望读者可以借此归纳出自己的见解和结论 本书的前三个部分按年代顺序撰写 第一部分详述了巴菲特在1957到1968年间 所做的五项关键投资 那时他运营的是一家叫做巴菲特有限合伙企业的组织 也是他在收购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之前 所管理的一家私募投资合伙企业 第二部分详述了他在1967到1988年间所投的九个项目 这个时期是伯克希尔哈萨维 作为巴菲特投资载体的第一个 二十多年 最后一部分聚焦于1989年以来的伯克希尔时代 在这三个部分中 每个部分都有一个简介阐述相关的投资项目 是如何镶嵌在巴菲特的投资生涯之中的 并描述美国股票市场和巴菲特投资 所涉及市场那个时期的背景情况 书中每一章都围绕着一个具体投资项目展开 即把每个项目作为一个研究案例 本书的最后部分 旨在反思巴菲特 作为一个投资者的历史演进过程 他还概括了我的学习所得 及我对巴菲特二十个关键投资案例分析的收获 以及有关他投资哲学和投资策略的学习所得 在我深入分析巴菲特的具体投资案例之前 我想要定义下在我的分析中所追求的系统方法 在评估一项投资时 我的方法是首先理解相关投资的定性要素和相关背景 然后才是它的估值 就估值来说 我设法寻找的是内生价值 即主要基于公司可持续盈利水平的利润 来确定它的价值 通常 这包括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因素所做的调整 有时 我会针对维持性的资本支出进行比较 就折旧和贪消做一些调整 有时 我就简单地采用过往一年的利润 为了保持一致性和简便 我主要采用基于标准化数据的企业价值 息税前利润 作为利润的估值指标 并把市盈率作为一个二级指标 在其中的几个例子里 即我感觉适当之处 我没有使用基于利润的估值方式 或在利用了利润估值方式之外 而采用了基于资产的估值方式 无论我选择定性评估方式还是估值方式 都不是判断这些公司唯一可接受的方式 我的分析包含了不少的解读成分 当然 有些地方的解读 是需要一些其他调整来补充的 但我并没有这样做 总之 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基于我所能得到的数据 基于所设公司一个准确的投资分析 总体来说 他们也呈现了 我对巴菲特投资决策的最佳理解和解读 沃伦巴菲特正式的投资生涯始于1957年 以他的投资和伙制企业的组建为标志 巴菲特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学习 有完整的档案记录 本杰明格雷厄姆是他的导师 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作为证券分析师工作两年之后 巴菲特先生组建了巴菲特有限合伙企业 该企业的资金来自朋友 家庭和关系紧密的伙伴 巴菲特投资生涯晚期的投资思想 被广泛地解读和传播 但对他合伙至时期的投资话题 却显有明确系统的阐述 首先 人们对他那个时期投资的了解 主要是聚焦在一个关注便宜货的买家形象上 在1962年给合伙人的信函里 他阐述到 自己投资哲学的核心 就是以便宜的价格购买资产 这种思想 就是源于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传统观点 即聚焦相对于内生价值 来自对公司创造现金流能力 或公司资产价值的基础性评估 价格较低的投资标的 其次 巴菲特坚信市场的波动特性 即市场要么高估一家公司 要么低估一家公司 但长期而言 市场价格 是围绕着企业的内生价值上下波动的 再次 巴菲特先生还关注投资者的心理 集水在这个市场上投资 这类投资者的想法会有什么影响 有几次 他还提到投资者是否具有稳定心态的概念 并提到几个不同时期的投资狂潮 在经营和伙制企业的过程中 沃伦巴菲特对其所持证券是密而不宣的 对有限和伙人采取的是类似黑匣子的策略 在1963年年底给和伙人信函的附件里 巴菲特说道 我们不能谈我们当期的投资经营情况 那种大嘴的做法 对我们经营业绩的改善绝对无益 而且 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严重损害我们的利益 基于这个原因 如果有人包括合伙人 要问我们是否对某个证券感兴趣 那么 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了 在这个时期 巴菲特所做的相当一部分投资 都是基于价值和公司行为 有时 巴菲特和火制企业会把其净资产的35%投到单一的公司 有时 只要有机会 还会收购这家公司的控股权 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 巴菲特经营他的和火制企业之时 美国正在经历一个相对温和的经济繁荣期 这段时间 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像其政治那样动荡不堪 在50年代 到琼斯指数从1950年的近200点 爬升到1960年的近600点 200%的增幅 虽然在这个时期的初期 出现过一次小幅的经济衰退 到琼斯指数 从1961年 年底730多的高点 回落到530多点 27%的跌幅 但极致1965年 到琼斯指数又攀升到900多点 由低点上涨了70% 在肯尼迪时代 经济继续增长 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 通胀率开始快速爬升时 市场才开始显露出严重担忧的迹象 在1968年 关掉其投资和火制企业之前 巴菲特发现 要想找到他极力寻找的价值投资机会 越来越困难了 事实上 这就是他在业绩表现很好的情况下 要关掉和火制企业的关键原因 在本书中 我把第一部分论述的5个投资项目 是为巴菲特和火制时代 最重要的或最有趣的投资项目 第一章 1958桑伯恩地图公司 桑伯恩地图公司 桑伯恩地图公司 利用这些地图 评估调查区域内特定建筑发生火灾的风险 这些绘制的地图非常成功 桑伯恩也因此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也就是后来的桑伯恩地图公司 建图1-1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 桑伯恩进行了地域性的扩张 在19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他已经为超过50座城市绘制了地图 到20世纪二十年代 在美国市场上 桑伯恩地图公司 已经成为火灾保险地图领域的领导者 图片 图1-1 为了更好地理解桑伯恩地图公司及其产品 很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火灾保险行业 火灾保险业务 起源于经历过1666年世纪大火的英国 那次可怕的大火 摧毁了伦敦市近13000栋房子 造成近20%的伦敦居民流离失所 在18世纪和19世纪 火灾保险行业也在美国逐渐登上了舞台 美国最早的火灾保险业务 由一些英国公司经营 他们都拥有黄氏特许权 随后一些美国公司也加入其中 主要进行区域化经营 在19世纪末 具有相当规模的火灾保险公司 已经出现在波士顿和费城等大城市 这些公司的业务就是承包火险 在确定价格之前 他们必须检查所设的每个建筑的细节 他们的建筑类型 建筑材料 窗户树木和与结构相关的其他因素 包括周围的环境结构 因此 这种方法需要有专业测量师进行实地考察 但由于实地考察费时费材 所以 若一家火灾保险公司拥有详尽的地图 来合理地评估火灾风险 那么 它就会占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首先 相比于每次只评估一个建筑 如果火灾保险公司一次能够评估一条街区 甚至城市中的一个区域 那其效率和效益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更重要的是 相较所得的信息 每次只为单个保险公司所用 地图有着规模优势 一旦绘制出来 多家保险公司就可以利用这张地图 对同样一组建筑结构进行风险评估 这类似于现在的地震勘察行业 它测绘出的地图 对于石油公司开发海洋石油同样重要 举个例子 TGSN OPEC公司就得益于相似的规模优势 TGSN OPEC对海底区域 像墨西哥湾 进行二维和三维的大面积测绘 然后 他们将这些信息 卖给对在该地区有开采兴趣的几大石油公司 在桑伯恩地图公司特定的时代背景下 他们的绘图做法与多元分保的机制相适应 有多家保险公司合作 为一个大型工业设施担保 每家公司只需要承担其中的一部分风险 测绘这种详细地图的出使费用非常高昂 但一旦桑伯恩地图公司投入大量资金 测绘出一个城市的地图 那么 它在这个地区持续经营所需资金就会少很多 通常来说 持续经营的工作只需少数测量师 在一定区域监控道路和建筑物的变化 并把这种信息发给桑伯恩总部的制图部门 以便增补编辑地图 这意味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桑伯恩的利润率会非常高 但是 如果一个竞争者进入相同的市场 他就必须和桑伯恩分享这个城市的顾客收入 此时 大家从被瓜分的市场所获的收入都不多 无法收回前期地图测绘所投资金 因此 一旦桑伯恩测绘了一个城市的地图 通常就不会有第二个竞争者进入 这里所述的第二点特别适合于行业的整合 鉴于这个背景 就不难理解 像桑伯恩这样一个执行力优秀的公司 会如此的成功 改公司将其精力集中在两个方面 培训员工 以测绘精确的高质量地图 从两个方面积极寻求扩张 内生性增长和随后的并购增长 虽然在19世纪末 出现了其他几家地图测绘公司 如杰斐训保险公司赫克萨摩劳克尔 佩里斯布朗 在1889年与桑伯恩公司合并 以及唐金地图公司 但桑伯恩地图公司 依旧是20世纪20年代 毋庸置疑的赢家 最后一个较大的促进了这次转型的因素 是保险公司对标准化的需求 当保险公司普遍倾向 予以同意标准培训保险从业者的时候 一个像桑伯恩这样有系统性的测量流程 并且拥有全国规模的公司 就有很大优势 到1958年 在沃伦巴菲特投资时 桑伯恩已经在行业中 占据了几十年的主宰地位 如果想了解彼时桑伯恩公司原制原味的产品 你可以找到如图1-2和图1-3所示的 该公司于1867年绘制的波士顿城市地图 图片 图1-2 桑伯恩绘制的波士顿市关键信息地图 1867年 图片 图1-3 桑伯恩绘制的波士顿市地图 1867年 资料来源 The Sandborn Insurance Map of Boston Map New York 1867 From Library of Congress Sandborn Map Collections 出于忠实于协助保险公司评估火灾风险的初衷 桑伯恩地图不仅有城市街道和房屋的细节 甚至还包括下述的信息 街道下面自来水总管道的直径 窗户数量 电梯景 建筑物的施工材料以及工业设施的生产线等 通常 这种卖给客户的产品是重量 在50磅左右的大型地图覆盖了特定城市相关建筑及其附属物的详细的资料 除最初所得产品销售收入外 桑伯恩还会向客户收取订阅费 以保持地图的更新 比如说 奥马哈这样一个中型城市 每年的订阅费大约为100美元 虽然这种详尽地图的试用范围 已经扩大到包括公共事业 抵押放款公司以及税务机关 但直至1950年 桑伯恩公司95%的收入 依旧来自那核心的30家保险公司 考虑到上述所有的相关情况 桑伯恩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 是一家一流的企业 他为顾客提供了重要的服务 作为回报 他也得到了稳定且盈利的蓄生收入 不幸的是 在20世纪50年代 新技术的问世 导致了桑伯恩地图替代品的出现 此前是基于建筑结构和周围环境 利用地图来衡量保险所涉及的风险 但保险公司现在可以依赖基于财务信息 诸如建筑结构成本 的数学计算方法了 这种系统方法被称为积分卡 Carding 此时 对于桑伯恩来说更为不幸的是 这种新方法已经明白无误地被人们所接受了 到1958年 当巴菲特开始投资桑伯恩时 他的利润率已经急剧下滑了很多年 相较于1938年的每股110美元 桑伯恩的股价已经跌至每股45美元左右了 接近60%的跌幅 根据巴菲特写给合伙企业股东的年度报告 这个股价的滑落过程和道琼斯工业指数 从120点左右增长到550点左右 360%的增长的过程 发生在同一时间段 在巴菲特投资桑伯恩的那个时候 对于也考虑对该公司进行投资的人来说 他们的相关评估可能也是大致如下 在很长时间里 桑伯恩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企业 资金的收益率高 而且是行业关键服务的唯一供应商 但在1958年之前的那几年 该企业的产品面临 被新技术产品替代的严重问题 这次技术革新 清晰而大幅地侵蚀了桑伯恩在火灾保险业中的核心业务 尽管他有引以为好的过往 但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关注这个企业的分析师来说 这个企业的基本面就很差 因为他好像正经历着结构性的衰退 看看在1960年原始版的目的行业手册中 桑伯恩地图公司 在1959年被更名为第一佩勒姆公司 详尽的财务信息 见转栏一到一级表一杠一到表一杠五 人们从中可以看到 从1950年开始 该公司的毛利和净利就开始逐渐下降 1950到1958年 他的净利每年都下降大约10% 表一杠一 利润表 年度截止日为12月31日 单位 美元 图片 表一杠二 利润数据 年度截止日为12月31日 图片 注 股息从1934开始一直支付 在1934年 一股拆分为四股的时候 用库藏股支付了额外的一股 转让代理员及注册人 米德兰海市信托公司 纽约 资料来源 Moodies Manual of Industrial and Miscellaneous Securities 1960 915 表一杠三 资产负债表 截至12月31日 单位 美元 图片 一事值 1959年 7349,323美元 1958年 6972,884美元 表一杠四 单位 美元 图片 一截至4月16日 表一杠五 图片 然而 更为认真的分析会揭示出有点不同的结论 而且 也是巴菲特认同的结论 桑伯恩地图虽然正在经历衰退 但它肯定还不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企业 专栏一到一 桑伯恩地图公司财务信息节选 选自1960年出版的穆迪行业手册 第一培勒姆公司 发展史 1876年2月8日 在纽约注册成立桑伯恩地图出版公司 1899年改名为桑伯恩佩里斯地图公司 1901年12月更名为桑伯恩地图公司 1959年12月31日改称现在的名称 详见下方重组一段的内容 重组 在1959年12月15日 股东们核准了公司名称变更 并在12月31日生效 前提是把地图业务转移到 被称为桑伯恩地图公司的一个全新的纽约公司 公司名称变更为第一培勒姆公司 并且为了扩张全线级公司业务 增补了执照内容 新业务包括买卖其他公司股票 债券及其相关的有价证券 相关的结果是 公司直接参与的部分 只是管理其投资资产 包括以经营资产形式收到的新桑伯恩地图 公司的31万5千份普通股 经营范围 从1959年12月31日开始 投资各类证券 拥有桑伯恩地图公司的全部股票 还经营着之前的地图业务及财产 此公司 桑伯恩地图公司 全资拥有 在美国境内及其某些管辖地的城市和急镇 测绘并出版火灾保险及房地产地图 主要销售给火灾保险公司及其相关房 此外 汇图服务也服务于社区规划 公共事业的标注和市场分析 印刷厂和总部位于纽约的佩勒姆 在芝加哥和旧金山有分支机构 在纽约和亚特兰大有销售处 管理人员 CP 赫贝尔 总裁 HE 奥威亚特 副总裁兼办公室主任 RE 科尔纳 CF 多恩 副总裁 CH 卡尔 助理副总裁 F H 克雷斯特 财务主管 DG 多宾斯 助理办公室主任 董事 DR 阿克曼 厄斯蒙德尤英 HH 弗雷格 CP 赫贝尔 HW 米勒 HE 奥威亚特 WB 利尔顿 JS 泰伯 WC 小李奇威 WL 诺伦 JA 诺斯 LA 文森特 P 布朗 WE 巴菲特 股东人数 1959年12月31日 1475人 员工人数 1959年12月31日 350人 审计师 查尔德 劳森里昂纳多 办公地址 纽约市 佩勒姆 第五大到629 股本存量 第一佩勒姆公司普通股 补偿25美元 流通股 十万五千股 面值25美元 于1934年10月的面值100美元拆分而来 即针对每股100美元的股份 发行了每股25美元面值的五股 为客户提供了服务 桑伯恩 为了使我们的股东熟悉公司提供的服务类型 将在以下的段落中简单介绍一些典型的例子 为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海军设施工程司令部 荷兰开斯特县阿特拉斯的社区避难所 提供相关的设计和制作 这标志着结构区域的库存图形 正被民房项目所用 土地利用普查和最终土地利用图 涉及印第安纳 弗洛伊德内 149平方英里 的区域 1平方英里 等于2.58999 乘106平方米 纽约在分区后新的选举去地图 灌木丛的危害调查 位于洛杉矶区域的圣拉菲尔山脉 和瓦多哥山脉的 未开发地带 灌木丛危害调查 需要勘测 极劣是16000个建筑结构 同时 还有从圣贝纳迪诺延伸到加州的圣巴巴拉 125平方英里的区域 迄今为止 有超过3万个建筑结构被勘测和登记 原始地图 伯利恒钢铁公司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里是满的 燃港钢铁厂和皮尔诺 制造厂 新设施的原始地图 修订地图 位于伯利恒 约翰斯敦和宾西法尼亚州 里巴嫩的伯利恒 钢铁公司地图的修订 街区住宅统计 位于纽约 芝加哥 达拉斯 沃斯堡 休斯敦及圣安东尼奥这些大都市的 总计为400万多套住宅单元的统计工作 目的是为了确定亚方公司产品的经销区域 要把这些相关的统计数据 贴在地图的相应位置上 为纽约市规划为提供了年度土地使用情况的修订服务 和家庭户数统计 为费城规划为在费城提供了土地使用情况的修正 服务及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域计算 为一个电视服务项目 提供了大约50个地区的缩略草图 为美国自来水公司 以及位于纽约州 新泽西州 宾西法尼亚州 肯塔基州的其他自来水公司 编制和起草了自来水输送系统图 把12卷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系列保险地图 转换成了黑白格式 在已有的地图页面添加房地产说明 以及120张额外地图的勘测 定制测绘和出版了30张爱奥瓦州 苏城的桑伯恩地图 25张米歇根州底特律的桑伯恩地图 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里士们 和科罗拉多的其余地图 在本年度 我们的图解业务还在继续扩张 在教育领域 我们为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新规划 提供了图解业务 我们还提升了用于保险及其他相关目的的 图解业务的客户数量 资料来源 Sandborn Maps Annual Report 5 19663 当下 保险公司的合并和城堡流程的革新 已经减弱了地图在保险行业中的使用力度 这使我们有必要 愈加认真的选择火灾保险地图的修订服务 以适应当今的要求 因此 我们从这个行业所获的收入一直在下降 但在另一方面 来自非保险业的定制测绘和地图服务的需求 正在增长 并且 在将来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基于我们的研究 我们很难相信 在未来的几年里 保险公司将不会以任何形式 继续需要我们的服务了 我们需要积极探索这个方向所有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 Sandborn Maps Annual Report 5 19664 通过图1-2中的地图和专栏 一到一中的财务数据 可以看出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公司确实受到新技术 计分卡 出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甚至比1958年的影响还大 但桑伯恩这个投资标的 还是有些正面的东西 A 即使是在那个时期 保险业还会有一部分业务 会涉及传统的地图服务 传统的地图测绘业务 不会一页消失 事实上 还存在着对地图修订的服务需求 B 桑伯恩地图的测绘服务 总会有很多的其他用途 并非都受到计分卡技术影响 1960年年底 巴菲特在给股东的年度信中写道 笔实 还有业务价值5亿美元 火载保险金的保险公司 仍然在使用火灾保险地图 而且 桑伯恩公司依旧是盈利的 尽管其经利润率 已经持续多年下降了很多 当我们重温一下目的的文献 见专栏1到1 可以看到 极致1959年 桑伯恩传统业务的经营利润 已经跌到了仅比10万美元多一点 但这个数字似乎趋于稳定了 更具体的说 潜在投资者 可以看到一个趋于稳定的核心业务 每年可以带来10万美元经营利润 和大约20万美元的投资收益 由此看来 这里的关键点好像是 在巴菲特投资期间 桑伯恩地图公司显然还是处在盈利状态 在分析的第二部分 让我们聚焦于估值 基于每股45美元的市价 和10.5万份流通股 桑伯恩地图公司的市价总值 是473万美元 就算把始于1960年的可观通胀率考虑在内 这个公司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小公司 基于写给合伙人信函所提供的数字 并参考之前的相关数据 来自经营业务的10万美元的经营利润 合约200万美元的收入 来看 这只股票估值的计算方法是 按照未调整过的2.4倍的1959年收入 和47倍的该年12个月的全年经营利润 对于一家每况愈下的企业来说 仅看它的盈利能力 这个估值看起来肯定不便宜 事实上 若你想要这家股票价格为45美元的公司 是用10倍的市盈率进行估值 那么 它的净利润 必须回到1938年的50万美元才行 我认为 对于一直有着结构性风险的股票 这才是一个更合理的估值 若不考虑其他因素 即使是这种估值 一个正常的投资人 也不会投一个处在结构性衰退中的企业 由此可见 巴菲特可能是在该公司业务基本面上 嗅到了一些看起来更有吸引力的东西 在1961年写给合伙人的信中 巴菲特谈到提高公司运营水平的可能性 因为桑伯恩此时在经营上 忽视了自己核心的测绘业务 与此同时 他好像还指出了这样一种机会 通过重新包装和使用 桑伯恩地图公司收集的那些丰富的有效信息 使其成为一种对客户更有用的改进产品 指出了该公司还有另一种积极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 巴菲特的所见肯定不同于这样的分析师 只肤浅地看到桑伯恩公司外表 把它作为一个因计分卡技术的引入 而即将消失的企业看待 但是在桑伯恩地图公司这个投资案例里 最有意思的部分 并不是业务经营 巴菲特先生清楚地看到的 其他人未予足够重视的 是桑伯恩公司1959年资产负债表中的某项资产 这份资产负债表显示 桑伯恩公司已经累积起了一个价值 为700万美元的股票和债券的证券组合 这已经明显高于整个公司的估值 具体来说 在写给和火人的信中 巴菲特指出这家公司具有闲鱼翻身的钳制 实际上 如果考虑到这家公司所持的投资组合的价值 它的交易价格还是负值 巴菲特进一步指出 在20年前 若不考虑他彼时的投资证券组合价值 这家公司的交易价格大约是18倍的是盈率 或是每股90美元的价格 最后 巴菲特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把握的机会 因此 巴菲特在桑伯恩公司上投了 大约相当于巴菲特合伙企业35%的净资产额 在巴菲特的论述中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他了解到董事会缺乏战略焦点 而且 他们与经营管理层不合拍 相对于大多数投资分析师 似乎在这个投资案例里 巴菲特通过更为详尽的视角 看清了该公司内那些关键的利益相关方 具体而言 似乎和管理层一样 他也看到了能够改善测绘 制图业务的清晰的运营杠杆 但由于董事会拒绝改变 最终管理层面没有继续他们的诉求 在我进入董事会之前 14名董事中的9名 都是来自保险业的知名人士 但他们总共才持有10.5万股中的46股 第十位董事是公司的律师 持10股 第11位董事是一位银行家 也只持有10股 但他认识到了企业的问题 积极地指出这些问题 并随后增加了他的持股量 管理层有能力意识到企业的问题 但他们受限于董事会 处在从属的地位 他写道 为了获得这个企业价值 并释放投资组合的价值 1958到1961年 通过收购桑伯恩公司的多数股权 使自己的股份数量变为控股程度 在1961年 通过成功地将桑伯恩地图 公司分拆为两个独立的实体 巴菲特就基本实现了他的投资目的 首先 他采用明确的步骤 将基础的地图业务 部分从董事会的控制下分离出去 使这项业务的运营改进得以推进 而且 根据分拆协议 若这个实体的经营状况 能够成功扭转形式 那么 他还会获得125万美元的股票 和债券准备金 作为追加资本 其次 投资组合价值的剩余部分 将用于交换桑伯恩地图公司股票 这涉及桑伯恩地图 大约72%的流通股 作为最后一个亮点 这项交易还包含一个聪明的缴税结构 将节省股东 大约100万美元的公司资本利得税 若回头总结这项投资 似乎最终有两个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个就是体现于证券组合中 清晰的资产价值 仅需要一种方式去实现之 此外 不可忽视的是其基本业务 虽然处于结构性衰退之中 但还没有破产或现金流殆尽之余 就像那种交易价格低于其现金价值的项目 所常见的情况 事实上 在这个企业里 巴菲特多半看到了立即改进的可能性 以及完成一个惊天逆转的前置 在这个案例中 巴菲特为此获得了企业控股权地位 使他能够实现这项投资的价值 当然 这自然也和他做交易的能力有关 桑伯恩地图公司的故事 并没有结束于20世纪60年代 事实上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这家公司作为一个经营实体而继续运营 它设法在传统的火灾保险地图服务的基础上 创造了多条不同的业务线 大多数投资人并不知道 即至2015年 桑伯恩地图竟然依旧屹立不倒 该公司作为一家独立实体 一直运作到2011年 才成为英国媒体康彩NDMGT的子公司 死后 在一次管理层收购中 被卖给了该公司的管理层 今天 该公司的主要业务 包括地理空间数据可实花技术 三维地图 空中摄影 现场数据采集 与雨水相关的软件服务 三菱库存管理 以及与野火相关的保险风险评估 事实上 这其中的很多服务 还与桑伯恩公司的地图测绘 数据采集及其分析的传统业务相关 第二章 1961 登普斯特农具机械制造公司 1878年 查尔斯·登普斯特 在内部拉斯加州的比阿特里斯市 成立了登普斯特农具机械制造公司 Dempster Mill Manufacturing Company 在南北战争之后 很多人移居到西部 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登普斯特先生认为 当这些人安顿下来之后 他们会对风车 水泵及其他相关机械产生需求 他想要为这些人提供这类所需之物 图片 图2-1 登普斯特公司20世纪早期的钉头扣 资料来源 Photographed by Ralph Bull 一开始 登普斯特公司以零售店的形式成立 货物都是由内部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一个分销商供应 随后 登普斯特认为 如果他的公司能拥有自己的品牌 建图2-1 并能控制产品的质量 就可以带来更好的收益 在1885年后 他开始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 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30年代之间 登普斯特公司成为大平原地区 发展风车和农业灌溉系统的先驱之一 他的很多风车 建图2-2 都成为众所周知的农田景观 图片 图2-2 登普斯特公司的风车 资料来源 在那段时间 风车是驱动水泵的主要能量来源 水泵带来的地下水可用于灌溉 为养牲畜以及作为农场经营的其他基本用水 从这层意义看来 那时的风车及其相伴的水利系统机械 是土地开发的组成部分 对任何移民都是一项重要的投资 登普斯特并不是这个行业唯一的一家公司 但是 它的确是少数几个拥有良好生育的成功企业 除了风车 登普斯特还制造一些与水利系统相关的产品 比如说 水泵及灌溉机械等 极致20世纪60年代 风车及其相关配件市场 开始了其缓慢下行的过程 相关的背景是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和之后 联邦政府的刺激措施 帮助扩大了电网 在美国中西部郊区很多地方的覆盖 这导致了很多由风车驱动的水资源 被电泵取代 电泵的主要优势在于 无论什么时候需要水 它们都可以启动运作 在风车驱动水泵的情形之下 农场主通常仅有水库的水可用 只是利用风车系统为水库进行增水 但这种增水的速度是不可预知的 因此 电泵更为方便 在1961年 登普斯特农具机械制造公司的销售额 是900万美元 也是在那一年 巴菲特第一次将这个公司 写在了给巴菲特和火质企业 BPL的年度信中 在1961年的年度信中 巴菲特论述到 在过去五年中 和火质企业在逐渐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 虽然最初是以一般价值投资的思路 购买登普斯特的股票 但最后却成为控股股东 在1961年年底 巴菲特和火质企业 已经拥有该公司70%的股份 另外还有10%是通过合作伙伴间接持有 在讨论该企业的财务情况之前 基于我们现在所知 快速概括 以下对登普斯特公司业务品质的理解 虽然在规模上 登普斯特公司所在行业此时并没有什么增长 但它也不是一个立即就要消亡的行业 首先就所有的风车公司来说 还是有新设备及其备件的销售和维修 售后服务业务 对于任何生意来说 售后都是一个常委业务 也就是说 在原有设备销售后 还有一个长期的经常性的收入流 而这个收入流保护了这个行业 使其不会过快衰退 此外 在20世纪60年代 登普斯特公司的业务已经扩展到其他领域 除了原有销售风车的核心业务 该公司也销售不同种类的农业设备 这些设备包括播种机 用于种植谷物的机器 以及化肥适用器械 用于将液体肥料注入土地 虽然这些业务的规模当时相对来说还比较小 但它在20世纪60年代 是一个不断增长的业务 在1961年 登普斯特公司还一直处在平淡无奇之状 但从业务质量的角度来看并不算糟 虽然风车业务 曾经优异的核心业务仍在下滑 但这种下滑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因为在安装了原始设备之后 相关的服务和零配件还在不断创收 另外 新产品 有些是在不断增长的细分市场中 也给予公司更多的途径 部分抵消了核心业务下滑的影响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 在风车业务领域 尽管登普斯特公司有良好的品牌形象 以及不多的竞争对手 但它在新产品上并未享有同样的优势 在这些市场上 登普斯特公司有很多竞争对手 其中有一些在农业设备行业 比登普斯特更为致命 然而 相关证据已经能指出 像登普斯特这种企业 良好的业务执行力 还是能够带来高于资金成本的回报 在巴菲特给合伙人的信件中 登普斯特公司是为数不多的 能看到非常详细 财务状况的公司之一 表2-1是登普斯特农具机械制造公司 截至1961年年底的资产负债表的相关债要 表2-1会总资产负债表 1961年单位 千美元 图片 资料来源 Warren Buffett to Buffett Partnership Limited January 18 1963 6 巴菲特在这份资产负债表上 劣势了主要科目 正如大家可以从表2-1中看到的 包括现金 应付账款 存货 预付费用 工厂和设备 以及其他科目在内的资产 总计是692万美元 在负债方 如果考虑到债务 应付账款及其他债务 那么这些负债的账面价值是负的232万美元 仅从资产负债表看 该企业的总价值为460万美元 意味着每股76.48美元 巴菲特这里采用的投资方法 让人联想到本杰明格雷厄姆 在许多投资中所看重的 重资产价值 轻盈利能力 实际上 巴菲特并没有通过企业的账面价值来估值 因为他认为采用资产的账面价值还不够慎重 小心 所以 他是通过对所有资产采取大幅折价的方式 对企业的供允价格给出了一个估值 他对应收账款采取了15%的折扣 对存货则采用了40%的折扣 在负债方 巴菲特则保守地接受了100%的账面价值 采用这种方法 巴菲特给予该企业的供允估值 是大约每股35美元 就企业的收益和盈利水平 巴菲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 但他的确给了我们线索 他指出 过去10年的经营状况是 销售额停滞不前 库存周转率低下 没有实际利润 相对以投资金成本而言 当把企业的经营状况描述成 销售额停滞不前 和没有实际利润这种负面评价时 他的有些内涵比他表面的意思更重要 也就是说 登普斯特公司并不是一个极具恶化的企业 也不是一个正在耗尽现金的企业 事实上 登普斯特公司依旧在盈利 就像本章专栏二到一所示 这与1960年 目的行业手册的财务信息是一致的 同时他还显示该公司在1958年和1959年 同样也有正的盈利 接下来 我将要论述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就他为登普斯特所支付的价格 巴菲特给我们提供了确切的数字 在1962年年末的年度信中 他说到 自己从很多年前就开始购买该公司的股票 有失价格低至每股16美元 在1961年 他从市场外的交易中 以每股30.25美元的价格 购得大多数的股份 就平均而言 他每股支付的价格是28美元 基于这个估值 巴菲特是以每股面值百分之 63的折扣购买的这些股份 而且 相对于他自己保守计算的公允价值 也有一个20%的折扣 这显而易见有一个较大的安全边际 虽然罕见 但即便是当下 也不是不能找到这类交易价格 远远低于账面价值的公司 问题是 公司交易价格低于账面价值 并不能确保投资的成功 很多时候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 交易价格低于账面价值的那些公司 都是一些资产净值远低于其账面价值的企业 在这个案例中 有两件事巴菲特很可能看得最为清楚 首先 可能第一眼看上去 登普斯特公司就是一家将死的企业 但事实上 它并不是处在一个快速崩溃的过程中 这家企业一直停止不前 同时 也没有创造很多利润 但它的衰落很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且 它的现金并没有被蚕食 更有可能的事实是 登普斯特公司的经营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此外 这个公司的大多数资产 都可以被出售或转化为现金 具体来说 巴菲特所看中的大部分资产价值并不在工厂 财产和设备上 而是在存货和应收账款里 巴菲特一定知道 这家企业可以在12到24个月 实现这些资产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来讲 登普斯特农具机械制造公司 事实上是一个经典的交易价格 低于资产净值的企业 这里只需加总其流动资产净值 就能冲底其所有负债 然后 只要拿走该余额的三分之二 这个价值依旧能超过其股票的市价总值 上述内涵非常重要 因为以账面资产很大折扣出售的公司 其账面资产往往都是无法套现的 举个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的例子 它的账面上 有很多的产能 以及很大的重置价值 但是没有人愿意购买这些资产 因为市场根本就没有相关的需求 除了以一个很好的价格购买 一家可以确保没有极具恶化的公司外 巴菲特还采用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策略 因为他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提升他的经营水平 并通过把存货转换为现金的方式 来实现资产价值 而且还可以用这笔现金进行投资 为了做到这一点 巴菲特果断地拿下了该公司的控股权 鉴于在1961年年底之前 该公司管理的总资产大约是720万美元 那么 对登普斯特公司的投资 代表了巴菲特和火制企业 总资产的20%多 基于他对该企业每股35美元的估值 同样 这又是一笔大投资 此外 我们还应该对登普斯特公司的管理层 给予更多的关注 当巴菲特初期投资公司的时候 简而言之 管理团队不是很能干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 管理层并没有设法去利用那些最基本的 能够改善经营的机会 举一个例子 最初的公司经理 并没有为需要更换的零配件 和初始设备的零配件之间设置差价 对于一个有零配件供应的公司来说 它的标准价格架构是 为这些零配件设定更高的价格 因为受制的买家别无选择 必须购买兼容组件 因此 他们对价格敏感度较低 这种定价模式提高了利润率 正因如此 当后续的管理团队推出差异化的定价模型时 利润立即在没有影响销量的情况下大增 虽然巴菲特认识到原来管理团队的缺点 但他仍然尝试着与他们合作 以便提升资金利用和业务运营的效率 不过 在屡事屡败之后 巴菲特被迫引进了他自己的管理团队 以哈利巴特勒为首 在后续几年的年度性中 巴菲特都非常积极地谈到了这位经理人 在巴菲特有关哈利巴特勒的论述中 似乎反映了他基于三个重要标准 对公司进行管理的基本思路 A 关键绩效指标 KPI 哈利巴特勒 受到清晰的关键绩效指标的物质激励 并基于关键财务指标进行企业管理 这些指标包括把高企的库存转化为现金 削减50%的销售管理费 以及关闭不盈利的分支机构 B 首先办棘手的事情 哈利是一个敢于采取必要行动的人 其中就包括上述非盈利设施的处置 同时 他还会及时处理或注销失去价值的产品 C 勤奋 巴菲特将哈利巴特勒形容 为专注于手头任务的人 并说 我喜欢和知道如何做正确事情的人打交道 1962年和1963年的合伙人性结识了 按照巴菲特的保守折现法计算 登普斯特的价值是如何从每股35美元 上涨到50美元 之后再涨到65美元 我们可以参看下1962年年度信函中的资产负债表 鉴表2-2 表2-2汇总资产负债表 1962年单位 千美元 图片 资料来源 Warrant Buffett to Buffett Partnership Limited 18日 1963 7 这种价值增长的根本要素是哈利巴特勒的能力 其他那几乎是以100%的账面价值实现资产价值的能力 就像运作一支现代私募股权基金 巴特勒利用运营资金创造现金流 并借此还清了大多数的债务 此外 这些现金随后还被逐渐用于投资 构建了一个证券组合账户 巴菲特 在运作投资 其和伙制企业的剩余资金时 顺手一起构建的 看起来 这就像巴菲特 效仿了他之前投资桑伯恩地图公司的经验 赋予经理人的这种能力以价值 然后 利用这种能力创造的现金流进行投资 在1963年年底 巴菲特有机会通过一次私募交易退出了这个项目 而且 他通过这次投资所实现的总价值 相当于每股80美元 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 有趣的是 在关于巴菲特的传记中 爱丽丝·施罗德披露说 这次经历也使巴菲特知道了 自己非常讨厌作为一个积极投资人的角色 尽管从本次投资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但巴菲特也绝对不想从那以后 再重复这种销售资产和解雇员工的工作 有人说 也就是在这个案例之后 巴菲特就极力设法避免介入企业的具体经营 无论作为一个经理人还是投资人 专栏2-1 登普斯特农具机械制造公司 历史 1886年6月15日注册于内布拉斯加州 实现于1878年 佛罗伦萨桌椅制造公司 孟菲斯、田纳西州 一家原来的下属公司 于1935年清算 在1959年5月 收购了哈伯克制造公司 业务 公司制造风车、水泵、气缸、水务系统部件、离心泵、钢管、供水设备、化肥设备、农具等 财产 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比阿特利斯市 工厂占有八英亩土地 位于下属地区的分场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 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市 科罗拉州丹佛市 俄克拉和马州 俄克拉和马城 爱奥瓦州德梅因市 和德州阿玛里洛市 和沈安东尼奥市 下属公司 登普斯特制品有限公司 哈伯克制造公司 管理人员 CB 登普斯特董事长兼总裁 JH 汤姆森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 ER 加夫尼RE 普克斯副总裁 CA 奥尔森副总裁兼财务主管 AM 威尔斯办公室主任 董事成员CB 登普斯特JH 汤姆森ER 加夫尼RE 赫克斯黑尔迈考恩GES 基尔帕特里克CR 梅西RC 登普斯特比阿特利斯市 内布拉斯加州 CA 奥尔森RM 格林林肯市 内布拉斯加州 WE 巴菲特 年会 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 股东人数 297人到1959年11月30日 雇员人数 451人到1959年11月30日 办公地点 比阿特利斯市 内布拉斯加州 利润表 年度截止日为11月30日 利润表 年度截止日为11月30日 单位 美元 图片 以内含95068美元 1958年 95135美元 折旧费 二还有73850美元 尚未确定 抵押贷款 这是1959年11月30日的余额 为35万美元 利率为6% 并按年度付息的票据 但期限一直到1963年11月30日 这笔贷款 是由位于内布拉斯加州 比阿特利斯市的工厂的第一抵押权 做担保 而且还质押了登普斯特制品公司的所有股权 和预付给子公司的票据 公司可能不付投资人股息 但不包括1958年11月30日以后的利润 也不包括之后的股票回购行为 这会使留存收益降至3108,013美元以下 资产负债表截止日为11月30日 单位 美元 图片 一预估成本或重置市场价格输低 运营资金必须维持在不少于275万美元 在1959年11月30日 73,850美元的留存收益 没有受到这种限制 实收资本 登普斯特农具机械制造公司的普通股 面值20美元 图片 亦还有股息 1929年5% 1944年20% 已授权股份10万股 流通股60146股 面值20美元 在1956年2月 从每股100美元面值转变 为每股20美元面值 对已发行了每100美元面值的股份 拆分为5个20美元面值的股份 投票权 一股一票 股息 自1919年以来一直在支付 图片 就每股面值100美元的股份 图片 一每股面值20美元 就的100美元面值110到110 就每股面值20美元的股份 价格区间 转让代理人 在公司办公室做的股票转让和登记 资料来源 Moodie's Manual of Industrial and Miscellaneous Securities 1960 217 第三章 1964 德州国民石油公司 之所以把德州国民石油公司 Texas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 的投资作为一个案例来审视 是因为这是巴菲特在给股东的年度信函中 明确论述过的仅有的几个练习 Workout案例之一 实际上这是一个并购套利的投资项目 是许多涉足特定情形 投资的投资基金的焦点领域 在1964年 德州国民石油公司 还是一家较小的原油生产商 正处在加州联合石油公司收购的过程之中 更准确地说 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已经公告了一个交易条件 具体详尽的正式邀约 但还有待于德州国民石油公司接受 因此 这是一个已经公式邀约 但尚未完成的交易 和任何并购套利交易一样 这里有三个要素 是投资者彼时审视标的公司时 所要考虑的 首先 他们想要知道收购邀约的具体条款 如收购价格和收购形式等 其次 他们想知道收购活动所设的时间表 如并购所处阶段 预期交易需要多少个月才能结束 再次 投资者想要清楚交易失败的风险是什么 这种风险可能是由于所需的监管核准 来自收购方和被购方股东的批准 以及收购邀约条款中制定的其他规定 在某种程度上 并购套利投资项目具有很浓的数学属性 如果投资者 能以精确的方式拥有上述 所有相关信息 那么 他需要做的只是为这项投资计算年化收益率 看看他是否足以确保这项投资具有合理的收益 就相关的历史背景来说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油气行业 减并和收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此时 正逢美国石油生产的鼎盛时期 这种类型的交易并非什么难得一见的一类之举 因此 肯定会有一些其他类似的交易 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楷模 并借此提振自己的信心 事实上 就并购公司而言 加州石油公司就是频频出手的玩家 他曾在1959年并购了五粒石油公司 随后在1965年兼并了纯石油公司 当时石油行业最大的兼并案例之一 回到德州国民石油公司的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 在收购公告发布之时 该公司有三种流通证券 为了做必要的调研 首先必须基于该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 因为它们是投资者相对容易得到的 在给股东的年度心函里 巴菲特在论述这项投资时 也给出了一些相关细节 首先 该公司有尚未偿付的债券 需要按照其面值的6.5年率支付细条金额 公司可以按照104.25美元的面值赎回 这些债券 这也是这次并购结束时的计划 同时 本次收购被公告的1963年4月 也是一个前置的复习日 所以 投资者多半可以指望在重组套利期间 收到相应的息票金额 这比尚未偿付的债券总值为650万美元 其次 该公司有370万普通股 在这次交易中 他们打算出售的普通股的预估价格 是每股7.42美元 事实上 该公司普通股的40% 是由内部投资者所拥有 其余为外部投资者所持 再次 还有65万份的流通权证 它基于持有这一每股3.5美元 购买该公司普通股的选择权 这意味着 如果按照普通股每股7.42美元的预估价格 那么 在这次交易里 这些权证具有每份3.92美元的预估价值 不同于当今大多数的肩并交易 就我们所知 当时不会正式公布这类肩并的精确截止日 所以 不知道这项收购会在何时完成 不过 要想得到这项收购的大致完成时间 有两个信息来源可自利用 第一个来源是所设各方所做的相关信息披露 比如 由德州石油公司 或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给出的相关信息 另一个来源 是从其他过往类似交易推得而来的信息 就前一个而言 德州国民石油公司的确提供了一些信息 在给股东的信函里 巴菲特阐述了他与德州石油管理层的对话 在这次对话里 巴菲特有限合伙企业 极力促使这项交易能在1963年8月 或9月完成 如果这项交易的预期完成时间是9月底 那么 这就意味着巴菲特认为 从4月份的公告算起 这项投资需要持续5个月的时间 通常 投资者会设法理解一家企业的内生品质 但在这类项目里 只有在交易失败 投资者成为公司股东时 这种内生品质才有用 而且 对该企业基本面评估 涉及对石油或矿业资产的理解 这显然不是该投资的焦点所在 这里应该做的是 直接进行这项交易的价值评估 在这项收购公告发布之后 该企业三类证券的价格状况大致如下 A 就6.5%年率的债券来说 相应的价格是98.78美元 比100美元的面值稍低一点 B 就那些普通股而言 相应的价格是6.69美元 低于邀约价格0.74美元 或约11% C 就那些权证来说 相应的价格是3.19美元 有一个与普通股类似的折扣 如果你的推测是 完成交易需要5个月 付款还需要一个月 总投资期为6个月 那么 基于邀约价格的预期收益率应该是 A 就这些债券来说 投资者将会得到调整为年率6.5%的息票金额 如果假设这个交易需要6个月的时间完成 每份息票相应支付的金额 就会达到3.25美元 此外 投资者还会预期一个5.47美元的增益 104.25美元-98.78美元 因此 总的绝对收益是8.72美元 以购买价格的百分比计 这大约是9%的收益率 或18%的年化收益率 这看起来相当有吸引力 所以 如果投资者却吸引这项交易会成功 那么 他们多半会购买这个债券 B和C 就普通权益股和可转换为权益股的权证来说 相关的计算很简单 如果你预期获得一个11%的收益率 邀约价和市场价的利差 那么 在6个月的时间内 你可以预期一个22%的年化收益率 这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收益率 如果这项交易所用时间比预期的更短 那你的收益率就会更高 如果邀约价格上涨了 也会如此 反之 如果交易花了更长的时间 那基于年化的收益率就会差些 总之 邀约价格和及期价格的价差 看起来肯定有吸引力 剩下来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 交易是否能完成的风险 要想评估这个风险 你首先要考虑股东 需要他们通过收购案 否决这项交易的概率 由于是德州 国民石油公司的管理层主导了这次交易 而且 他们自身拥有了公司流通股的40% 所以 你会很快得出结论 股东批准的可能性相当之大 事实上 只要交易价格看起来有那么一些合理性 投资者就会确信这项交易会获得批准 因为这里 仅需要外部票数的百分之 时就能成行 因此 就股东批准的风险问题 巴菲特的结论应该也是基本如此 要想更进一步的话 你还可以看看可能存在的法律 合规和反托拉斯的问题 就这些问题来说 不清楚相关的风险是什么 但相关的事实是 在前几十年里 这个市场已经完成过许多类似的并购交易 有些较小的勘探公司被较大的公司所整合 这些都说明这是一个很直白的项目 因此 虽然投资者比试肯定会请专业律师来把关 但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 针对这些担忧 巴菲特自己做了透彻的调研 就任何潜在的法律风险和关键的法律进展 巴菲特都给我们做了完整的阐述 具体来说 巴菲特通过详尽的阐述 说明这项交易的产权检索和法律意见 几乎都没有什么问题 仅有的一个主要障碍是 需要一个与南加州大学相关的税收裁定 因为它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而且是此时某些石油高产费的所有者 虽然这只是一个可能会延缓某些流程的额外障碍 但巴菲特并没有把它视为整个交易的威胁 因为南加州大学已经失忆 为了帮助完成这个交易 他甚至愿意放弃自己接受经济阶级的法定地位 在这个案例里 潜在的收益很明确 对于一位个体投资者来说 通常很难像巴菲特那样 准确地评估这项交易的相关风险 在类似的实践中 我肯定会求助于这个领域的律师 并做一个一手调研 对于一个小的投资基金来说 这是一个可做的项目 因为这类基金 通常都有一个触手可及的专业人士的人脉 不过 个体投资者做起来就比较费劲了 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你对相关的风险有把握 就像巴菲特对这个项目一样 你就可以预期 从这种另类投资中获得不菲的收益 在这个投资案例里 巴菲特最终投了所有这三种证券 购买了总面值为26万美元的公司债券 6035份普通股 和83200份可购买普通股的权证 虽然这个交易所用的时间 比预期的要稍长一点 这些债券的收益回收期是11月中旬 股票和分期付款 权证的收益回收期是12月和次年的年初 但整体的收益要比最初计算的还要略高一点 每股7.59美元而非每股7.42美元 鉴于这一点 巴菲特评述道 这揭示了一个通常的模式 以这类交易所用时间要比最初预期的要长 二这类项目的回报率一般要比预估的好一些 就德州国民石油公司这个项目而言 多花了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但我们多得到了一到两个百分比的收益 就这些债券来说 它整体的年化收益率接近20% 就股票和权证而言 它们的年化收益率则接近22% 总而言之 这是一个特殊情形投资的案例 具体说 是一个兼并套利的机会 就债券而言 这里的价差 就意味着一个较高单位数的绝对收益率 而权益类证券则有10%的收益率 就年化收益率来看 投资者就这笔投资可以预期 一个接近20%的收益率 然而 这里的焦点问题是对于交易风险的评估 虽然上述的正面因素 是从事这次投资所必须的正当理由 但促使投资者敢于追求这笔投资的信心 却是确信这笔投资的风险较低 为了使相关的风险最小化 投资者要么对于交易相关的资产和业务 具有非常好的本能性的直觉 要么是在对所有的兼并套利案例 在做过应该做的认真仔细的一手调研后 仍然信心满满 这里的一手调研会 涉及与律师沟通相关的法律事宜 而且还应涉及详尽分析原先的兼并案例 总之 如果你愿意像巴菲特在这个案例里那样深入挖掘的话 相应的回报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 第四章 1964 美国运通 在某种程度上 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似乎是沃伦巴菲特投资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在20世纪60年代初 美国运通 剑图4-1 就代表着新盈 随着美国民众喜欢上了航空旅行 用旅行支票支付 就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趋势 与此同时 美国运通也引领了第一批塑料信用卡的使用 这两种五指化支付形式的主要优点是 他们不仅真实可信 并且 无需现金就可进行交易 在处理大笔资金交易或国际旅行时 用现金显然不太合适 当商人或供应商收到一张美国运通旅行支票时 他们知道这种支票是可信的 此时 处理大量资金和国际支付的另一种方式是信用证 但这麻烦得多 因为它涉及银行不少的文书工作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运通率先推出了一款卓越的产品 但它随后还有更多的惊人之作 图片 图4-1 然而 在1963年 美国运通遭遇了一场大灾难 后市称之为色拉油骗局 该年11月 美国运通旗下一家子公司 位于新泽西巴约纳的一家仓库 给一家叫做联合植物油精面公司的储物 签发了收据 而该公司将此收据作为了银行贷款的抵押物 就如后来的结果所示 这家公司是在行骗 在该公司破产后 银行来收取担保物时 仓库管理人员发现 他们认为应该装满 有相当价值的色拉油的油罐 装满的却是海水 在高达约1.50亿美元债务的重压之下 联合植物油精面公司 与美国运通的那家子公司申请了破产保护 作为母公司 美国运通是否应该担责 当时并不明确 然而 由于担心损害美国运通的声誉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霍华德 克拉克总裁发表了一份声明 美国运通公司愿意从道德的角度 确保这些债务的偿付 当时 方间传言 美国运通可能面临破产倒闭之余 在此丑闻之前 该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是每股60美元 但在越来越多的负面报道的重压之下 即至1964年年初 它的股票价格已经下跌至每股35美元 那时 有一种关于美国运通的说法是 它面临着数目不详的庞大债务 除了负面报道外 美国运通的股东还起诉了霍华德克拉克 因为他向债权人提供6000万美元赔偿 而股东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履行的道德义务 相比于美国运通公司当时7800万美元的账面价值 这看起来是一笔非常大的金额 根据洛温斯坦的技术 沃伦巴菲特从这场丑闻中嗅到了潜在的机会 并认真的开始做一手调研 他找奥马哈的餐馆经营者和餐馆客户聊天 看看他们的使用习惯是否已经改变 他还去了银行和旅行社 甚至还和美国运通的竞争对手交谈过 无论他去哪里 他得出的结论都是 尽管有丑闻存在 美国运通旅行支票和信用卡的使用 似乎是稳定的 他由此推测美国运通将继续经营 生育损害不会持久 公司的品牌与产品地位仍然坚实 他还得出结论 这家公司不太可能资不抵债 行笔至此 看看投资者是如何看待美国运通 会相当有益 美国运通 在1963年年度报告中的几个关键页面副本 包括综合财务报表 参见表4-1至表4-3 在此 大家可以看到 在题为十年财务概要一节 该报告的第四到五页 美国运通公布了过往整个十年的利润数据 这里立刻吸引你的是 1963年前十年的美国运通 是一家多么强健的公司 表4-1 十年财务摘要 1954到1963年 图片 一所有数字 都是基于每股面值5美元 和446万1058股股票所计 而包括富国银行的601名员工 资料来源 American Express 1963 Annual Report 4-5 表4-2 综合利润表 1963年 单位 美元 图片 资料来源 American Express 1963 Annual Report 26 表4-3 综合资产负债表 1963年 单位 美元 图片 资料来源 American Express 1963 Annual Report 28-29 1954到1963年 美国运通的收入 从3700万美元增长 到1亿美元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在这一时期 没有任何一年的收入 比上年同期下降 公司每股收益 和总账面价值的表现 也反映了公司收入 持续增长情况 每股收益 从1.05美元增长 至2.52美元 账面价值 从4200万美元 增加到7900万美元 因此 按年复合增长率计 过去的9年中 美国运通公司收入的年 复合增长率是12% 净利润的年 复合增长率是10% 在1963年这个财年 于12月31日结束时 美国运通在收入 1.004亿美元的基础上 净利润达到了 1120万美元 每股2.52美元 446万流通股 税前利润为 1600万美元 报告的是 未扣美国本土 和海外所得税前的利润 只需简单计算 就可把这个数据 转化为 16%的经营利润率 和11%的净利润率 这两个指标都意味着相当不错的盈利能力 乍一看 若只是基于财务数字 美国运通各方面的运营似乎都不错 并且已经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然而 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企业 并确定它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优质企业 你要看的不仅仅是财务状况 若要了解美国运通的业务究竟如何 又是如何年复一年的创造良好的财务业绩 那么重要的是要分析公司的经营部分 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竞争环境 在1963年的年度报告中 美国运通较好的详述了其相关的经营部分 总体来说 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公司十个独立的业务 不幸的是 美国运通公司当时并没有分别介绍 各业务单元的规模 和利润率 不过 从年报阐述的顺序和深度 可以明确地推断哪些业务是核心业务 哪些是二级业务 按业务规模的大小排序 它们分别是 旅行支票 汇票 水电账单 旅行 信用卡 商业银行业务 海外汇款 货运 富国银行 赫兹租车和仓储 在讨论主要业务的运作之前 需要指出 美国运通公司有十个独立的业务部门 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 只涉及单一业务的企业 不过 如果好奇的投资者想要详细了解各项业务 他大可放心的是 我们只会讨论他们的业务模式和相关的人 而非他们的复杂技术 在这份报告中 首先阐述的是最大的业务 也就是旅行支票业务 该业务的内涵是 美国运通公司出售纸质支票 给打算出国旅行的客户 他们在出国旅行前 可在许多地方购买这种支票 随后可在国外许多场馆和银行使用 后者会将这些支票兑换成相关的外币 美国运通向客户收取现金和一小笔费用 同时 为客户提供一个国际银行和城管的关系网 借此 客户的现金兑换需求将会得到保障 为了鼓励更多的国际商人接受这种产品 美国运通 为接受旅行支票的商人 支付一小笔用金 当时美国运通旅行支票的主要替代品 是银行的信用证 一个客户 假设还是同一个国际旅行者 需要去一家银行 使用存款 以押品或以前的关系 获得银行发行的信用证 该信用证将由客户提交给外国银行 后者即可为客户提供外币 也可使客户在国外付款 与信用证相比 旅行支票有几个关键的优势 首先 旅行支票 很容易在美国运通的任意隶属机构购买 而获得信用证的过程取决于特定的开设行 通常涉及大量的文书工作 并要耗时好几天 其次 因为旅行支票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 美国运通的这种解决方案 也意味着更低的交易成本 再次 相比现金 当旅行支票被偷时 很容易替换之 因此 为客户提供了额外的保障 此外 旅行支票不仅是对它的客户有好处 据美国运通的说法 签发银行把旅行支票看作引进新客户 从事交叉销售其他产品的一种方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 银行只需要花费很少的费用 并且还能减轻开利小额信用证的工作负担 对接收银行来说 即会接受信用证也会兑现旅行支票的银行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因为信用证由开证银行做担保 接收银行 有时不得不单独评估发证机构的信用状况 与此相反 美国运通旅行支票都是由美国运通担保 而且 此时的美国运通已经成为国际知名机构 信誉卓著 因此 对线旅行支票要比信用证容易得多 虽然说起来旅行支票的优点显而易见 但有哪些定量的证据能支持他们呢 具体看看表 4-1中美国运通的10年财务概要 就可以看到 旅行支票余额已经从1954年的2.6亿美元 增长到1963年的4.7亿美元 若以年率计 在过去10年间 旅行支票业务余额每年增加7% 这些信息和美国运通总裁 兼首席 执行官霍华德 克拉克在年度报告中给出的积极定性的细节 足以向投资者证明 旅行支票业务取代 很大部分信用证市场份额的趋势 已经延续了许多年 事实上是几十年 作为旅行支票的市场领导者 美国运通将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受益者 总之 美国运通的旅行支票业务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业务 不仅发展迅速 且与同行相比优势明显 美国运通年报阐述的第二个业务是 汇票和公用事业账单业务 这项业务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 当时为了反制邮政管理局推出的邮政汇票业务 美国运通也开发出了相应的竞争产品 该产品的目的很简单 通过资金的快递或邮递服务 实现资金的安全交付 到1963年 在同类产品中 美国运通的汇票是最畅销的商业票据 它是唯一一个在50个州出售的商业汇票 即至此时 虽然这项业务已经增长乏力 但它本身基础坚实 能为用户提供有用的服务 并可作为旅行支票的补充业务 继续发挥作用 美国运通的第三大业务是旅行业务 就卖轮船巡邮票和组织国际旅游观光来说 美国运通的旅行业务 在国内外有许多规模各异的竞争对手 就其本身而论 这似乎是一个以执行力为基础的业务 几乎没有进入的门槛 这块业务每年的业绩表现都会参差不齐 成功就是意味着比同行有更高的回报率 从1963年年度报告的相关论述来看 1963年是这一业务重组的第二年 这次重组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更高的效率 方法是建立一个非中心化的商业模式 聚焦于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里论述的第四项业务是信用卡业务 极致1963年 尽管它还谈不上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业务 但它已经是公司业绩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新驱动力 虽然信用卡是由西部联盟公司 在20世纪10年代首创 并由大莱卡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 把它以目前的形势予以商业化 但美国运通公司 凭借其强大的网络和品牌影响力 迅速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领导者 在1958年 第一章 美国运通信用卡由美国银行与银美卡公司 Bank America Ad 联合推出 尽管此时客户的使用率增长很快 但运营问题妨碍了该部门的早期盈利能力 不过 极致1963年 这项业务已经盈利两年了 在这份年度报告中 美国运通公司披露了持卡会员持续增长 会员首次超过100万名 如图4-2和图4-3所示 年度的信用卡账单金额增长得更快 图片 图4-2 年度信用卡账单金额 单位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American Express 1963 Annual Report 13 图片 图4-3 持卡人 年末 单位 千人 资料来源 American Express 1963 Annual Report 13 基于收取商家一个百分比提成 以及持卡人年费的商业模式 美国运通信用卡分布 找到了利用信用卡业务赚钱的方式 此外 鉴于这种商业模式的核心 是广泛的持卡人和接受信用卡的商户 所以 美国运通品牌的良好声誉就是其天然的优势 尤其是在旅游和国际商务中 银美卡 首先针对商人和富人的旅行和娱乐卡 迅速取得了成效 除了为客户提供一个声誉卓主的签账卡 这个很酷的元素 银美卡还使旅行者的支付更方便了 同时 还有许多额外的好处 如旅行保险 这很快成为美国运通卡的签名服务 商人愿意支付佣金 是为了吸引使用美国运通信用卡的富裕客户 因此 这种产品 给每一方的交易都提供了明确的客户价值 如果你考虑到这种价值 和缺乏强大竞争者的情况 那么 它的价值 可能远远超出了那时美国运通收取的费用 至少对商家来说如此 这里还暗示着某种隐形的定价能力 因为任何相应的竞争 都需建立一个如同美国运通一样广泛的竞争网络 才能使持卡人和商家感觉到类似的价值 所以 美国运通就此占有明显的优势 总的来说 当时 投资者在这项业务上 会看到非常有吸引力的前景 诚然 几十年后 万事达和威士卡的发展是很难预见的 但足够精明的投资人 还是可以预见到这种结果 不像一些受网络经济驱动的那些最安全的产品 信用卡对用户来说持有成本很低 所以 它并不妨碍一个用户持有多个卡 美国运通公司接下来的五项业务 分别是银行业务 国外汇款 货运 富国银行和赫兹 因为它们都是较小的业务 并都有一些相似之处 所以 我将把它们作为一个组群 来论述它们的关键经济属性 商业银行在业务上 与普通的零售银行并没有太大区别 同样是做存款和贷款业务 美国运通的区别是 它有大量的国际分支机构 包括在军事基地的分支机构 外国汇款为商业公司和个人提供了一种安全 简便的国家间资金转移的方式 货运业务是一种货运代理和报关业务 类似于现在美国的货运代理业务 接下来的两个业务 分别是富国银行和贺资公司 前者的业务涉及运输现金和贵重物品 很像今天的装甲运输业务 后者则是与贺资公司共建的合资企业 它是一家在美国以外的地区 经营轿车和卡车出租业务的公司 美国运通公司 在这家贺资公司拥有49%的股份 有趣的是 这两个名字现如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 事实上 当今著名的富国银行 是由美国运通的创始人亨利 威尔士和威廉法格创办的 而贺资 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租赁公司之一 看着这组五项业务 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虽然 他们明显都是对美国运通主要业务的补充 但与当时其他成熟同行相比 这些看起来都不像是美国运通 有特别竞争优势的业务 美国运通的最后一个业务 是它的现场仓储业务 遭受丑闻打击的那个业务 这项业务主要是为客户的存货 以及其他资产提供真实可靠的收据 以便这些客户可以使用这些资产作为抵押物 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传统的仓储收据业务模式涉及公共仓库 在这种商业模式中 客户将其存货送到一个公共仓储设施 由一个托管人对存货进行管理和监控 对于需要陈化的产品 如烟草和酒 把它们存到公共仓库并进行融资 也很寻常 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 有些存货是无法进行运输的 因为它们很笨重或难以运输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会在客户或借款人的所在地 建立现场仓储 在美国运通参与的这类业务中 现场仓储公司会有检查人员 在客户或借款人的仓库实施控制和监督 就联合植物油精炼公司而言 美国运通派了一个巡回监察员 在新泽西州的巴远纳联合公司的储存罐监控存货 并雇用一些联合植物油 精炼公司中自己的人作为监护人 在这个案例里 美国运通的巡回监察员并没有实际盘点存货 我稍后将会在详述丑闻的时候 论述具体事件和问题的严重程度 但就整体业务来说 现场仓储业务 似乎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轻资本业务 而且像美国运通这样声誉卓越的公司 似乎比同行更具优势 这里的核心风险 涉及美国运通在合同中承诺的详细法律条款 特别是他们是否为所有开出收据的抵押物所担保 总而言之 美国运通看起来好像是一家杰出的企业 在其核心业务上有显著的结构优势 一些较小的业务部门 如旅游 富国银行和货运业务 似乎与同行相比没有什么大的优势 而最重要的业务 包括旅行支票业务和信用卡业务 则是具有特许经营特质的一流业务 充益着长期持续增长的前景 为了使这一结论更加坚实 我们需要再看看 美国运通公司公布的综合利润表 和综合资产负债表 如表4-2和表4-3所示 在这两张表中 相关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额外的洞见 加深我们的评估厚度 为了快速概括 我们来看看1963年年底 美国运通资产负债表上几个重要数据点 在资产方面 有2.67亿美元的现金 和4.44亿美元的投资证券 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政府 州和市政债券 3500万美元的政府债券 大概是为客户保管 因为在负债方还有一个匹配对应的科目 1.72亿美元的贷款 应收账款5200万美元 和1400万美元的土地 建筑和设备 成本价 合计资产总额为10.2亿美元 在负债方面 有4.70亿美元的旅行支票 3.66亿美元的客户存款 3500万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的对冲负债 刚好与资产方的相应科目相匹配 还有几个较小的其他负债 合计 负债总额为9.42亿美元 由此得到的股东权益总额为7800万美元 第一 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美国运通与一家银行 或一家保险公司 非常相似 作为一家能自身产生 以现金和可投资证券形式表现的资产 以及旅行支票形式负债的企业 美国运通公司 创建了一个类似于保险公司 服存金的科目 即便不考虑它拥有的银行业务 在1963年年报里 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 美国运通的资产总额 超过其股东权益的10倍多 事实上 当客户存款和旅行支票余额计入后 美国运通实际上从客户那里就得到了8.37亿美元 像银行和保险公司一样 它将这些资金投资于债券 股票和贷款 从中获得收益 第二 在看该企业所用资金的收益率时 你会发现美国运通整体的实物资金并不多 在使用通用的首选指标资金收益率时 用所有者利润除以以用资金 可以得出一个粗略的计算结果 如果你假设竞运营资金为零 则以用资金收益率就是78% 因为该企业只有1400万美元的土地 建筑和设备 而且 它的竞运营资金还是负值 若考虑到客户存款和旅行支票的服存金因素 如果充分考虑运营资金的负值情况 该公司以用资金的总额也是负值 那么 以用资金收益率则是无限大 本年度的净利润为112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个计算中采用的实境利润 而不是所有者利润这个首选指标 因为此时还没有现金流量表 无法有效地计算所有者利润 在任何情况下 对于一家正常的企业来说 78%或甚至更高 在以用资金 收益率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特许经营价值 它使这家企业创造的收益率 远远超过它的资金成本 这也意味着 企业只需在投入非常少的额外资金发展业务 因为用多数现金回馈 股东或从事收购 将会更加有益 霍华德克拉克给股东的信 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 在这封信中 克拉克解释说 在截至1963年12月31日的4年里 在几乎没有增加员工数量的情况下 综合营业收入增加了近50% 税前经营利润的增幅超过了100% 税后经营利润的增幅约为60% 精明的投资者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鉴于这家企业固有的高财务杠杆 用正常的以用资金收益率作为衡量业绩标准 存在着问题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如果从净资产收益率来看财务业绩 这对金融机构是更常用的指标 就会得到一个高于14%的净资产收益率 这并非什么经验之国 但远高于资金成本 说明这是一家不错的企业 在我们转到美国运通的估值之前 还有一个应该讨论的要素是管理层 在任何投资案例里都应如此 据我们所知 霍华德·克拉克 美国运通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 是在三年前 也就是1960年加入美国运通的 在经营上 他为美国运通做了两大工作 一是稳定了信用卡业务 二是着力提升了营销在公司经营中的分量 当克拉克加入美国运通时 信用卡事业部正在亏损 主因是后台的信用卡付款交易处理流程 被日增的信用卡交易巨量之重压的变形了 克拉克制定了下述紧急措施 减轻了美国运通的这种负担 引入赤卡人在30天内偿还所有债务的要求 建立了更加严格的信用审批原则 提高了商户和赤卡人的所付费用 在营销方面 克拉克增加了每年的广告预算 他聘请澳美广告公司 制定和实施了美国运通第一个现代广告活动 总的来说 在解决美国运通面临的经营问题时 克拉克显然是一个有能力 有决断力的领导者 除了解决经营问题 在美国运通总公司的责任 还没有确认的情况下 克拉克承诺要解决色拉有丑闻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克拉克好像是一个极正直的人 而这正是巴菲特看重的品质 至此 我们已经对美国运通的业务及其经营者 有了相当清楚的认知 随后 让我们来看看巴菲特 购买美国运通时的相关估值 巴菲特没有在1964年年底的合伙人信中 透露他收购美国运通的相关细节 但在巴菲特收购美国运通期间 改公司的股票价格降到了大约每股35美元 假设巴菲特一每股40美元的平均价格 收购了他的股份 但由于他收购的数量不小 并且不大可能完全抄底 所以 他的收购价格应该看起来大致如下所述 至少乍一看如此 就446万流通股来说 基于1963财年1100万美元的净利润 巴菲特所持美国运通股份的估值 是歧视盈率的16倍 就过往一年的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 EVABIT来说 巴菲特是按8倍的估值支付的 考虑到美国运通的现金 财务投资及其净金融债务金额 虽然有人可能会对投资资产的真正价值提出异议 但我相信上述计算是一个保守的估算 因为投资资产都是按成本计算的 如果更保守些 将该公司的净现金值是为0 由此产生的企业价值倍数将为11倍 按照巴菲特的标准 无论如何怎么说 这都不是一个便宜的价格 哪怕是在动荡前 该企业股票已是盈率24倍的价格交易过 那么 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虽然大家知道美国运通的优越品质 但基于巴菲特通常的标准 这个估值似乎仍然高了些 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 因为该公司因斯拉有丑闻 而面临的责任还是未知的 要想了解这次收购的完整动因 剩下的关键问题似乎就是估值了 行笔至此 我的判断是 要么是巴菲特愿意为优秀企业支付高价格 或者是估值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高 首先 我们必须了解与这个丑闻相关的或有负债 它最详细的解释来自美国运通的管理层 他们在1963年的年报中 用了两页讨论这个问题 假设我们可以相信管理层 他们似乎开成不公且值得信赖 这笔负债显得有些模糊 好像不足1亿美元 明显低于市场预估的1.5亿美元 在这份报告中 该公司指出 美国运通为大豆油开的验证 凭证为8200万美元 这并未考量容器中高质量的海水 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1500万美元有争议的提货单 在价值3900万美元的葵花籽油收据中 有三分之一被发现是伪造的 对这部分 美国运通似乎并没有任何义务 虽然无法判断最终的负债程度 但基于信息来看 似乎介于2000万美元到8000万美元之间 而且 最有可能的结果是 管理层走高上的道德路线 主动支付因他们错误所知的所有负债 这是管理层在这份年度报告中 所陈述的计划 若要就此给出一个粗略的数字 那么 真正的预期负债应该是6000万美元 减去2000万美元的潜在合法币税额 就是按照34%的企业税率 所减少的利润 或是4000万美元的净现金负债 就是否有足够的资产偿付这笔负债的问题 只要查看一下资产负债表 就会发现 美国运通的基础业务能产生如此多的现金流 公司肯定会有足够的现金应付这笔债务 当时 美国运通的库存现金已经超过2.5亿美元 由此看来 他们无法支付这笔债务的唯一情况是 他们的客户停止使用他们的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 似乎霍华德克拉克的重点 是维护公司生育的完整性 为此 即使意味着支付一些 不一定有法律义务的债务 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 对估值的影响而言 4000万美元的成本就意味着 对每股40美元的价格来说 投资者在收购时将要支付更高的倍数 大体是20倍的市盈率 及11倍的企业价值 息税前利润 这些都是巴菲特几乎肯定不会支付的价格 那么 缺失的环节是什么呢 经过更多的认真考量 好像在巴菲特的眼里 美国运通的经营利润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由于美国运通与保险公司有许多相似之处 其中一个关键的相似性好像是 来自服存金的投资收益 并没有显示 在经营利润中 事实上 旅行支票所产生的服存金 似乎是美国运通不必明确支付利息的负债 还有 如果仔细看看1963年的综合利润 很明显的是 除了1100万美元的经营净利润外 美国运通还挣了一个440万美元的税后 以实现了投资力的 直接带寄到了股东权益 事实上 这些导致了股东权益增加了约1000万美元 尽管该年的股息支付总额达到了640万美元 这个金额是除了约100万美元的投资收益之外的 这部分含在报告里 那1100万美元总的经营 净收益里 在1963年 440万美元可能是一个非典型的超长增益 但至少还应该有更多 这类投资收益是来自这种服存金 假设旅行支票的长付期为两个月 截至1963年年末的未付旅行支票总额为4.7亿美元 那么 来自旅行支票的连续性服存金应该是8000万美元 假设这笔资金的投资回报为5% 那么 它每年可以产生约400万美元的收益 这纯粹是一种假设的例子 而且无法准确计算来自旅行支票 信用卡业务 付服存金 以及银行的付存金数量 但我认为 总体上 旅行支票的付存金所固有的盈利能力相当可观 并可以作为附加的经营利润 以1963年440万美元税后额外收益为例 按调整后的利润 包括投资利润和经营利润 是 按11.5倍的市盈率 及6.5倍的企业价值 息税前利润 估值每股40美元的美国运通股票 在经历了4000万美元的丑闻债务之后 调整后的市盈率为14.2倍 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则是8.5倍 就固执而言 这似乎更合理 而且鉴于这家企业的优异品质 这就显得实物有所值了 除了服存金外 另一种争论是 美国运通信用卡业务 从根本上说 也是一个高品质的业务 只是它刚刚从相关的经营问题中恢复过来 正如前面提到的 1963年只是它盈利的第二个年份 因此 可以断言 1963年的利润 并没有把信用卡业务内涵的盈利能力 充分表现出来 它此时只是小和财路尖尖角 最终 对巴菲特而言 美国运通并不是一个廉价的收购案 由此看来 巴菲特是致力于寻找一个真正优秀的企业 即一家有结构性竞争优势的企业 并从全盘考虑 愿意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对这种企业进行投资 总少分析 巴菲特的投资决策 似乎是受益于他对福存金的深度理解 以及 他对美国运通公司核心业务优势的高度认同 这些优势 使得美国运通公司只需运用有限的额外资本 就可获得具有高收益的增长 他还为这笔投资做了第一手调研 帮助他评估色拉有丑闻 是否会影响公司的核心业务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 这个丑闻只是涉及美国运通 一个附属小公司的一笔一次性债务 并未直接影响到公司的核心业务 与巴菲特其他早期的收购不同 这笔投资不是一个雪茄地形的投资 也许正是这笔投资随后的成功 促使巴菲特后期更倾向于 为收购优质企业而支付一个公寓的价值 剩余为了一个很好的价格 而购买一家平庸的企业 第五章,1965,伯克希尔·哈萨维 即至今日,伯克希尔·哈萨维 Berkshire Hathaway的名字几乎是人人皆知 但在1962年,巴菲特开始这家公司的收购流程时 很少人知道它的早期历史或当时状况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起源于两家 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新英格兰的纺织生产企业 伯克希尔,原来叫做伯克希尔棉叶制造公司 曾经仿制了全美四分之一的优质棉布 哈萨维制造公司以创始人霍雷肖·哈萨维的名字命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专丝降落散材料生产之前 也涉足过很多产品 随后,哈萨维公司逐渐成为人造丝套装的最大生产商 在1955年,这两家公司合并为一家实体 即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建图5-1 图片 图5-1 在战后这段时期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虽然处于盈利状态 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 它已经蜕变为原来公司的一个曲窍 就像巴菲特在1966年1月20日 给股东的年度公开信 1965年年末的年度公开信 所述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在1948年的税前利润额 为2950万美元 拥有12家工厂和1万1000名雇员 但到1965年之前 它的利润所剩无几 工厂只剩两家 雇员仅于2300人 巴菲特把这归结为行业环境的变化 和无法适应这个变化的 孱弱的公司管理层 鉴于这些数据 一位投资者推断道 这家企业是处在结构性的下滑之中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 更便宜的纺织品从海外源源不断地流入 冲击着美国市场 然而 就这家企业的内在品质来说 我不得不说 这个案例并非像当下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 显而易见 以回望往事之变来看 很容易认为巴菲特没能认识到 或未能充分考虑到 伯克希尔·哈萨维是处在结构性下滑之中 在数次接受采访时 巴菲特都承认 购买伯克希尔·哈萨维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上述看法 但在彼时 这种情况并没有当今人们想象的那么清晰 首先 伯克希尔·哈萨维 以窗帘和其他家访产品直接进入零售渠道 此外 他把织布卖给其他的服饰生产厂家 当然 前者才是品牌业务 对此 肯定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例如相对于进口品而言 伯克希尔·哈萨维 还是手握具有一家能力的细分产品 虽然这个细分市场可能处在收缩状态 但该公司还是在这个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 就像所有与零售相关的业务一样 伯克希尔·哈萨维所设的 显然是一种受到管理决策左右的业务 你可以从巴菲特的信中看出来 虽然是1965年之前许多年的事情了 这家企业的管理是比较差的 只是刚刚被以肯切斯为首的管理团队接管 巴菲特是切斯为一位出色的经理人 由此 不难想象 当时有几个因素遇事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业务将会反弹 事实上 就像你将在表五杠一中所看到的 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布的1961到1965年间五年的财务简报里 正当巴菲特收购了该公司的多数股权之时 该企业利润表最上面的数字 应该看起来还算稳定 一年上升一年下降 而非直线下降 表五杠一 五年财务简报 1961到1965年 单位 美元 图片 注 这里重复表述了 从1961年年底到1964财年的净利润 亏损 和普通股美股利润 亏损 是为了强调相当于联邦所得税以赴或应付 但那笔金额 在外流通的普通股 表现的是财年末所有在外流通股金额 资料来源 Berkshire Hathaway 1965 Annual Report 11 当然 应该记住的是 在1965年以前 巴菲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促成了一次该公司管理层的变化 吉巴肯切斯引进到公司的决策执行层面 随后 切斯马上开始释放价值 这种做法 让人联想起哈利·伯伊尔在登普斯特的所为 若要从1965年投资者的视角 概括伯克希尔·哈萨维的企业品性 我会把这家企业归为执行类的企业 即一家执行力居关键位置的企业 但相对于竞争对手来说 它却是一家没有内在结构性优势的企业 这看起来 仍然像是一个出色的管理层 就可以带企业走出困境 通常这对一个精明的投资者来说 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应对的投资项目 但如果不是单纯 只看伯克希尔企业1963到1964年的表面情况 那么你的看法会更正面一些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家企业的长期风险依然如故 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 它的收入一直处在下滑状态 就伯克希尔·哈萨维来说 它的关键问题是 相对于糟糕的管理而言 由结构性问题所引起的业绩下滑 到底占有多大的分量 莫伦巴菲特这项投资的第二根支柱 显然是这家企业的估值 巴菲特在1962到1965年 购买了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 单股价格在7.60到15美元 均价为14.86美元 就估值来说 你必须考虑一位投资者 在彼时会如何评估这家企业 表5-2和表5-3中含有伯克希尔 哈萨维1965年 10月2日财年结束日的利润表 和资产负债表 最近 伯克希尔·哈萨维在2014年年报中 付了一份1964年年报的复印件 这可能是有兴趣的读者会参考的另一份文件 表5-2 利润和留存收益的综合报表 1964到1965年 图片 资料来源 Berkshire Hathaway 1965 Annual Report 8 表5-3 综合资产负债表 1964到1965年 单位 美元 图片 资料来源 Berkshire Hathaway 1965 Annual Report 6-7 利润估值 假设波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价格 是每股14.06美元 巴菲特累计计算的该公司股票的均价 回溯的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 EVEBIT和价格利润背数 批译 应该是表5-4所显示的相关数据 表5-4EVEBIT 背数 图片 就像你所看到的 此时的波克希尔哈萨维是这样一种典型企业 由于经营不善 导致盈利不稳 很难对估值背数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估 事实上 就在1964年的前一年 波克希尔的税前者就贪销利润值就是负的 而且 如果投资者在1965年 就认真阅读过这份年报 就像巴菲特肯定会做的那样 那么 他肯定会意识到正在发生一些有力的结构性变化 就像肯切斯在这份年度报告中 经营回顾的部分所述 在1965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 规定 延长棉花单一价格政策 至1970年7月31日 这个价格能够使美国的纺织厂商 以美国政府原来制定的价格 继续购买美国的棉花 这也是卖给国外的棉花价格 这项立法的第一次延期 是在1964年通过的 这使得美国的纺织厂 能够享受到美国政府 锁定价格带来的第一成本棉花 帮助他们降低了所收产品的成本 如果你把下述两种情况结合起来看 那么 你就会理解商述这些 的确对当时的巴菲特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是相当低的已收产品成本 显示在1965年的利润表里 二是这种政策的延期 保障了下一个五年 工厂有了某种合理的棉花定价 借助于这些理解 如果你采用接近1965年的利润率 低于1964年及其之前的水平 那么 基于1965年的吸税前利润的 2.4倍的EAEBIT估值 看起来非常低 即便可持续的利润率 不是1965年的9.5% 而是区区的7.5% 那么 仅仅基于利润表顶层的数字 也应该是一个3倍的EAEBIT估值 鉴表5-4 在1965年 肯切斯报告了美股净收益 考虑了47%的税率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 避免在没有截转亏损时 可能产生对未来收益的误解 在1964年和1965年间 这些税收还不是真正的成本 事实上 在1965年年末 伯克希尔还有大约500万美元 没有截转的亏损 所以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 这些税收都不是真正的成本 就此 我在表5-5中 包括了如同报告所示 并经过调整的市盈率数字 它是基于伯克希尔公司 该年份实际真正净收益的市盈率 PER 表5-5 市盈率倍数 图片 在PER的词役里 有一个与EVAEBIT 类似的情况 波动很大的盈利状况 鉴于先前同样的逻辑 基于1965年数字的PER 看起来相当便宜 但和EVAEBIT 相比还不是太便宜 因为伯克希尔 还有360万美元的净现金头寸 每股3.62美元 另一个要点是 基于真实利润 我会在有关资产估值的下一节论述 该企业现金流的创造力 要明显 好于报告中净利润所示的可能性 资产估值 在分析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资产的过程中 我将用表5-6和表5-7 快速介绍下相关的信息 表5-6 净金融负债现金项目 图片 表5-7 净运营资金项目 单位 百万美元 图片 就像你能看到的 在1965年 甚至是在把股票价格 与每股账面价值做比较之前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500万美元 正向现金流就已经赫然在目了 依托这些现金 他偿付了250万美元的负债 并购入了一组市价 290万美元的可转让证券 这些现金流部分来自净运营资金 肯切斯显然改善了不少 但大部分源自现金利润 就像前面提及的 这一块比财报中给出的大 因为税收成本没有成为实际的成本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 一家总是直接近1130万美元的企业 在一年的时间里 创造的正现金流为530万美元 这意味着 如果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再有两年这种情形 即便在没有完全考虑 已经实现了经现金流的情况下 投资人就可以无代价的获得整个企业了 相比于只是调研 分析该企业的基本面或盈利状况来说 投资人只需要意识到这一点 就会使得这个机会的吸引力大增 以每股14.69美元的价格为基准 你可以从1965年10月2日 为截止日的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数据中看到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 是低于7兆命价值的 事实上 它的交易市价 要低于下数两项价值的20%以上 净运营资金 净现金 以现金形式和可转让证券的形式持有 作为最后的要点 还没有考虑伯克希尔这家企业的土地 建筑和机器 如果认真阅读了该企业1965年的年报 你就会注意到在第五叶肯切斯的所述 在金菲利普分部的多数机器已经被出售 并会再来年把工厂的剩余部分处理掉 虽然它们的销售额会低于其账面价值 但就现金流而言 仍然是正数 说明这里还是蕴含着一些价值 见表5-8和表5-9 表5-8面值科目 图片 表5-9价格面值和价格 净运营资金加净现金 图片 如果你把所有这些信息笼到一起 那么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萨维所看中的东西 就会明显地浮现出来 对于详尽审视了这家企业的分析师来说 下述两项可实现价值的组合 使得伯克希尔哈萨维这家企业 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 账面价值创造现金流的强大能力 通过阅读1965年11月1日和1966年1月20日 巴菲特给股东的信函 你可以看到巴菲特在某种程度上 详述了伯克希尔哈萨维的面质折扣问题 他阐述到在1965年12月31日 仅运营资金 在我的定义里包括净现金流 每股就有大约19美元 他接着说到在计算伯克希尔哈萨维权益的 公允价值时 他评估的企业价值在 净流动资产和账面价值之间 流动资产安全额计 固定资产按半价计 基于来自资产负债表的数字 这意味着巴菲特看到的公允价值大约是 1分之1 乘24.11加1分之1 乘18.48等于21.30美元每股 每股14.69美元的价格 意味着对该公司公允价值 做了一个31%的折扣 显然这里包含一个资产价值的安全边际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这个案例让人想起 登普斯特工厂和本杰明 哥雷厄姆收购的那种 流动资产净值法 不过要注意 在这个案例里有一个明确的与众不同之处 特别是按1965年的现金收益来看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有很强的能力 实现超出其有资产价值的价值 总之 看来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在估值上起作用的 是一组资产的价值 外加创造现金流的潜力 1965年 在巴菲特购买了这家企业的大部分股份时 实际上 它已经历了若干积极的变化 首先 在那个时候 对于所有制造工厂来说 政府政策的改变通常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因素 其次 更重要的是 一个更有能力的新管理层刚刚接管企业 这家企业 虽然处在一个暗藏风险且困难重重的市场 但若不是进行回溯 很难看出这是一家好的管理层 能够做出一些改变的企业 事实上 在1965年 巴菲特就评述道 波克希尔很难像施乐 先同照相器材公司 或市场竞争极为激烈的美国影视公司那样 有着丰厚的利润 但它是一个握在手里很舒服的那种东西 总的来说 在我看来 波克希尔哈萨维就是一项明智的投资 就像那个时代流动资产净值法的投资一样 然而 它并不是那种能解决终极问题的投资 从事后的认知来看 显然 对波克希尔来说 截至1980年 对美国仿制业不利的市场风险 已经达到了它无法承受的地步 后来 巴菲特开玩笑说 在遵循格雷厄姆雪茄地投资原理的过程中 人们通常会设法寻找还有最后一点价值的雪茄地 而波克希尔则是连最后一点价值都没有的那种雪茄地 此外 还应该注意到 虽然这项投资常常被巴菲特说成是错误的 但从绝对意义上看 巴菲特并没有真正在此项目上亏钱 鉴于波克希尔哈萨维1965年的盈利能力 肯定还包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几年 人们应该知道 这家业务萎缩的企业 实际上还为巴菲特提供了一定的资金 投资了一些其他的公司 比如 始于1967年的国民保险公司收购案 总的来看 波克希尔哈萨维这个案例的投资经验和教训 好像要基于长期数据来梳理 其中的一个教训是 要十分小心收入或毛利 已经经历了十年下降的企业 即便它的毛利在最后两三年还是正数 实际上 那些还延续了几年正数利润的企业 可能只是一支出色管理团队努力的结果 但即便是在出色的管理团队 也无法克服那些结构性问题 它会使投资这类企业的投资人 长时间地感到心交难受 另一个教训是 对于按照流动资产净值法进行的投资 并不意味着要长期持有这种企业 也就是说 也许购买这家企业不是一个大的错误 但问题是不把它卖掉或不对其施加控制 且没有退出规划 在前面讨论过的 按照流动资产净值法进行的投资 桑伯恩地图和登普斯特里 在投资这些企业的几年之后 巴菲特有着明确的退出想法 但在伯克希尔哈萨维这个案例里 他却没有这种明确的打算 总之 伯克希尔文明侠尔的历史由此起步 而且 巴菲特自此与这家公司形影不离 即便是几年以后 他修订了自己的投资标的 包括了那些可能不会总带来最佳收益 却有利于其员工利益的持股公司 也始终不离不弃 行笔至此 让我们暂时偏离一下主题 看看当今的企业环境 在过往的十几年间 零售业遭遇到类似结构性问题的强袭 但这次的肇事者是互联网 而不是海外的进口 这里的经典案例莫如 伯德斯公司所遭遇的惨状 以及某种程度上巴诺书店的遭遇 互联网模式的结构性效率 明确地彰显于亚马逊这类公司 使传统实体零售书店的业务模式 逐步分崩离析 对伯德斯来说 这意味着破产倒闭 但互联网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 影响所有的零售企业 虽然巴诺公司的最终成功 还有待遇证明 但他在自己的书店内 加入咖啡屋的做法 正在帮助他以阅读生活驿站的商业模式 和利基群 在此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史密斯连锁书店英国同行 在过往的十几年间 把他的连锁店转移到了 人们的出行站点 如机场和火车站等 并增加了一些方便类商品 如何装午餐 饮料和点心等 史密斯在把自己 从一个书籍零售商 转变为一个方便产品的零售商 虽然书籍和杂志 占据了货架空间的50%以上 仍是很大比重的销售额 但具有启示意义的是 如今史密斯顾客的平均消费 低于5英镑 相当于7美元 这意味着多数购买都是冲动型 目前 该书商仍然面临着相当的风险 他接近一半的书店 仍然处在非出行站点位置 但至少在集团层面 史密斯在过去几年 不仅有了经营利润 而且利润还在持续增加 我虽然不知道 这个故事最终的结果 但他至少说明 面对凶恶的结构性衰退 有时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 虽然在更多情况下 人们可能还是无计可施 因此 一位慎重的分析师必须清楚 一个具体的项目或投资 到底是可预测的 还是不可预测的 巴菲特合伙年代的反思 我最初认为 巴菲特在早期的合伙年代 主要聚焦于便宜的雪茄地类投资 但事实彰显的却是 他涉及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投资 此间 他既没有局限于投资本杰明 格雷厄母型的雪茄地类 便宜的投资机会 也不仅限于那些品质一流的企业 桑伯安地图和登普斯特 更多的是属于前一种类型 而美国运通公司 只能归为后一类别 在这两者之间 巴菲特也投了一些特殊的项目 如在德州国民石油公司 项目中的兼并套利项目 而且 就像在登普斯特的案例中所表现的 他乐意控制局面 在看到机会和仪式 快速实施变革 事实上 他还明显地使用了另一种投资策略 即中远期的配对交易 在1965年1月18日 在基于客户的年度公开信里 巴菲特写道 我们最近开始的一种策略型做法 有望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来自估值标准的聚变 所引起的风险 指那些价值被相对低估的公司 在巴菲特的合伙年代 虽然他所投的企业类型五花八门 但他们也表现出了几个关键的共性 首先 巴菲特似乎在有意避开处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公司 即企业的基础面完全散架 或正在烂调 即便是在桑伯恩地图 登普斯特和伯克希尔的案例里 巴菲特之所以做出投资决策 主要是基于他们的资产价值 而非盈利能力 伯克希尔哈萨维是个例外 他两者兼之 而且 这些企业还都是处在 上有积极动能之时 通常 像伯克希尔和登普斯特 这类企业存在执行的问题 会有一个管理层的变化 即一个有能力的新经理人 领头取代一个糟糕的前管理团队 在桑伯恩地图 登普斯特和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案例里 巴菲特明确地甄别出了 这些企业在经营上需要改善的地方 这里需要一个积极的催化因素介入 最重要的是 在所有分析的案例里 巴菲特似乎指投那些仍然盈利的企业 具体到登普斯特这个案例里 虽然这家公司几乎要不盈利了 但它还是有那么一点利润 巴菲特回避那种快速烧钱的公司 我发现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市价低于资产净值的公司 虽然不常见 并非罕有 不过 在这类公司中 许多都是烧钱的类型 而且要使自己确信这类企业会理于翻身 也是很危险的 如果这种反转没有立刻发生的话 你就会失去整个投资 对于仍然盈利并由某种积极动能的公司来说 那种风险就会低得多 其次 巴菲特会就其投资的企业 做全面的基础性调研 这种调研包括对相关企业基本功能的详尽了解 在审视这些案例之前 我对此是有疑心的 此外 它还包括了一个对管理层和所有权结构的全面了解 而且 相关事物详尽程度到了一种令我目瞪口呆的地步 在桑伯恩地图这个案例里 巴菲特当时就清楚地知道 其懂事会是由哪些经理人所构成 甚至还清楚他们对桑伯恩的看法 在伯克希尔这个案例里 巴菲特不仅非常清楚这个企业的管理层 也熟任该企业的前老板 再次 对于那些不仅有主营业务的企业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运通 巴菲特还会极力去理解每个分支业务自身的经济性 他从不局限于 只是从一个整体财务的视角去看待这类企业 由于这个缘故 在美国运通的这个例子里 他多半看到了其信用卡业务 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 只是暂时受益于公司的经营问题 而且 在1963年 这种恢复和增长的征兆就已显现 他还多半看出 登普斯特并非唯一的一家风车业务 完全衰退的企业 这些所揭示出来的价值是 投资者不要仅仅聚焦于企业的财务指标 这些指标通常是在集团层面呈现 而且就理解企业的核心功能 以及这些功能如何影响公司的财务走势来说 这些指标对投资者的作用极为有限 在此 让我在巴菲特的投资研究和当代欧洲流行的投资研究之间 做一个类比 最近 我拜访了一家英国的媒体公司 每日邮报与综合信托有限公司 DMGT 虽然它最初只是一家报业公司 一个经营着每日邮报的家族企业 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该公司逐渐累积了一批B2B的订阅业务 即至2012财年 这些B2B业务已经占据了其总收入的约50%和息税摊销 折旧钱利润的70% 剩余50%的收入和30%的息税摊销 折旧钱利润 则仍然来自原来的报纸业务 为方便之故 我称之为B2C 零售 业务 在没有太深的审视B2B和B2C业务的基本经济激励之前 投资者基于其过往 十年间的综合财务数据所能看到的 是该公司徘徊不前的收入和利润 根据每日邮报与综合信托有限公司的综合财务数据 它在2001财年的收入是19.6亿英镑 和相应的息税前利润1.92亿英镑 9.8%的息税前利润率 在2011财年 对应的收入和息税前利润 分别是19.9亿英镑和2.134亿英镑 10.7%的息税前利润率 仅仅基于财务数据 投资人会很容易地得出结论 这家企业没有太多的变化 总体而言 它是处在徘徊不前的状态 然而 真相远非如此 如果投资者深入探究 这两个子业务的基本商业经济激励 就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例如 B2B业务的资本密集度 要远远低于报纸业务 但经营利润率要高出不少 这里的相关含义是 随着报纸业务规模上的萎缩 B2B业务却在逐渐成长 而且 它的重置资本支出的需求 要远低于每日邮报 与综合信托有限公司 所要扣除的总体折旧水平 使它的现金创造力远高于利润 处在停滞状态所具有的现金流能力 就集团的总体数据而言 这些数字内涵并不那么容易看出 因为有各种与报纸业务收缩相关的 意外的和重组的成本数据繁复其间 但如果 你着力于理解这些独立的业务 及其固有的特性 我相信 你会更容易地看到那些表层之下的意味 实际上 说一千到一万 更加的现金流创造力 它正在持续地增长 才是问题的核心 因为那才是投资者购买其股票的动因所在 总之 若把巴菲特的这些案例与每日邮报 与综合信托有限公司的案例联系起来看 我发现 如果一个投资者 没有像巴菲特通常必做的那样 深入探究企业的各个分支业务 那么 他就会漏掉一个投资项目的许多方面 并且 这些可能就是他投资主体的核心部分 1967到1988年 沃伦巴菲特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投资和活企业 开始带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做投资 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投资载体 此期 他开始更多的投资非上市企业 不仅在保险行业和区域银行 逐渐积累自己的资产池 而且 在诸如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和洗尸 糖果等还获得了控股权 我们也观察到巴菲特投资风格的逐步改变 从投资资产价值大于交易价格的标的 转变到在决策投资时更多的考虑定性因素 1967到1988年 整个经济环境比较复杂 在20世纪60年代末 证券市场牛气冲天 指数高起 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投资机会 就是这种市场环境 促使巴菲特在1968年 关闭了自己的投资和活企业 1969年 证券市场最终爆发了首次崩盘 随后持续多年发生了一系列市场暴跌事件 20世纪70年代 成为证券市场最为难熬的时期 期末的标普500指数跌回最初的水平 这期间还有两次主要的经济衰退 一次发生于1974年 还包括了现代证券史最大的崩盘事件之一 另一次是1979年 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开始失控 期末利率攀至15% 20世纪80年代 由于保罗沃尔克 Paul Walker所执行的政策 通胀的势头得到了控制 随后 公司债繁荣 垃圾债崛起 订购盛行 此时 大型蓝筹公司也没有了安全感 因为出现了像伊万波斯基 Ivan Booskay 这样的搅局者 不过 在1982年短暂的经济下行之后 出现了一个较长的经济繁荣期 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期 一直到2000年 第六章 1967 国民保险公司 国民保险公司 National Indemnity Company 的故事述说着 在巴菲特早期投资生涯中 他所扮演的过往角色 这家公司的所有者是 杰克瑞沃茨 Jack Ringwald 在巴菲特当初创建自己的投资 和活企业时 正是这位奥马哈商人 拒绝了5万美元投资巴菲特 和活制企业的机会 瑞沃茨公司的业务 是对难以定价的风险提供保险服务 他公司的口号是没有坏的风险 只有坏的费率 了解瑞沃茨的人介绍 瑞沃茨的企业运作很成功 他似乎只在受挫于某事 处在特别沮丧之时 才有出售公司的念头 而且 这种念头大约一年也只有一次 1967年年初 通过一个共同的熟人 巴菲特了解到 瑞沃茨正处于这种沮丧的情绪之中 根据爱丽丝·施罗德的讲述 此时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收益率不佳 巴菲特正在寻找一家企业 来优化这种状况 即期望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现金流 能够投入到一家收益率更为稳健的企业 国民保险公司正好完全符合巴菲特的要求 在一个简短的会晤和坚定的握手之后 巴菲特给瑞沃茨出价50美元每股买下公司 尽管他对该公司的估值只是35美元每股 箭图6-1 显而易见 巴菲特在这种基石性的业务里 看到了巨大的发展前景 成立于1941年的国民保险公司 主要承保专项险 最初主要做出租车责任险 在1967年之前 公司已经逐步拓宽业务范围 几乎成为一家更加通用的活险 和伤害险的经营者 但是国民保险公司与众不同的 是瑞沃茨的经营哲学 国民保险公司的创始原则是 对每一种合规的风险都有合适的费率 保险公司的核心永远都是做正确的评估 使承保利润落袋 所以不像同时期的典型车险公司 国民保险公司愿意给长普卡车 出租车和租赁车辆提供人身意外伤害险 此外 还与同行相议的是 在某种承保业务没有利润的情况下 国民保险公司绝不追求这种业务的收入 这个原则 也是国民保险公司管理良好的另一个核心要素 图片 图6-1 在1968年致股东的信中 巴菲特论述了购买国民保险公司这个案例 他对瑞沃茨大家赞赏 公司的一切都跟广告所言一致 或者比广告更好 当一些保险公司刻意追求保费收入的增长时 国民保险公司却以盈利为目的 相对保守谨慎 对于一家未上市公司 个人小额投资者 无法获得国民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 但可以看到一个全景图 这家公司从一个私人的运营实体 成长为一个规模较大的企业 还是一家盈利的保险公司 不过像巴菲特这样打算买下整个公司的投资人 很有可能获得公司的详细财务信息 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从不同的来源 获得这些财务信息 比如巴菲特至股东的信 1967年 国民保险公司的已赚保费 为1680万美元 净利润为160万美元 1968年 作为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子公司的第一年 国民保险公司的已赚保费增长到2000了美元 净利润增长到220万美元 对潜在投资人而言 国民保险公司 至少是一个利润率稳固的成长性公司 显然 巴菲特很看重这家公司的内在品质 并于1967年3月支付了860万美元 买下国民保险公司 以及国民火灾和海洋险公司 它的附属公司 基于公司160万美元的净利润计算 860万美元的购买价格对应的是盈率 是5.4倍 仅就表面价值而言 即使假设承保利润具有天然的波动性 但对于任何一家运营良好的企业 这个估值水平也是相当便宜的 在1969年给和火人的信里 巴菲特评述道 能创造接近20%的 以用资金收益率的企业 意味着它可能内涵某些结构性优势 这就使得相应的购买价格更有吸引力 更为重要的是 只要看看公司的资产构成就会发现 在企业的利润之外 巴菲特还得到了某种有意义的资产 那时 国民保险公司联同国民火灾与海洋险公司 一共拥有价值超过2470万美元的债权投资组合 以及价值72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组合 因此 巴菲特还可以管理一个超过3000万美元的投资组合 这个价值超过他860万美元购买对价的三倍多 尽管这家公司作为保险企业 必然同时拥有相应的赔偿责任 意味着这笔资金不能简单返还给股东 但是 巴菲特似乎已经认识到这种企业的核心品质 募集资金并把它们投资于股票的能力 在第17章 我将对这种保险服存金进行更为详细的论述 简而言之 服存金的含义是 一旦顾客购买保单 保险公司立刻获得保费 在未来某个时点 当保单持有人所赔时 保险公司面临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将收取的部分保费 刘作应对每年的索赔之用 而余下的保费则可用于投资 这种保险公司持有但并不拥有的钱 被称为保险服存金 Float 而巴菲特能用这些钱投资获益 在买下国民保险公司不久 巴菲特开始成功地对他的保险服存金 进行了投资 在对国民保险公司 包括国民火灾与海洋险公司 的服存金进行两年的组合投资后 他的投资组合价值 从3200万美元上升 到4200万美元 这就是巴菲特毕生痴情于保险企业的滥伤 此后 他持续不断地组织保险服存金 并借此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 第七章 1972 喜事糖果公司 1972年 蓝筹油票公司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子公司 的总裁告诉巴菲特 喜事糖果公司 Sys Candies 正在出售 喜事糖果公司于1921年 由查尔斯喜事和他的母亲玛丽喜事 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娜创立 之后一直有喜事家族经营 但是公司最后的主人哈利喜事 想专心打理位于纳帕古的葡萄园 于是想出售公司 蓝筹油票公司的投资顾问 罗伯特·弗兰赫提 把这个交易机会介绍 给总裁比尔朗姆兹 比尔随即给巴菲特打了电话 巴菲特立刻对他产生了兴趣 当然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妻子苏西 非常喜欢吃糖 喜事糖果不仅在加州家喻户晓 而且拥有一流品质的悠久美誉 在二战时的糖配给 原料短缺 时期 当别的糖果公司偷工减料 喜事不仅保持配方不变 而且从不囤积居其 喜事有继续保持 从前有利经营状况的前置 和巴菲特曾经投资的 有些企业大不相同 它不是一个雪茄地形的投资标的 而是一家拥有长期成功保障的 高品质企业 尽管巴菲特曾经投资过 高品质的成长企业 如著名的美国运通公司 但对喜事糖果的收购 则反映出它对这类企业的偏好 以及对这类企业 作非公开交易的偏好 由于喜事糖果公司是一个 非上市公司 潜在投资者可能无法轻易 获得它的财务信息 假如他们有能力获得的话 那么 他们所见的喜事糖果公司的财务状况 就会如下所示 1972年的收入为 3130万美元 税后利润为210万美元 基于当时48%的公司 所得税率计算 税前利润接近400万美元 企业的有形资产净值为800万美元 在运营方面 公司于1972年年底 拥有167家店铺 年销售糖果1700万磅 以上数据计算出的 已用有形资金 收益率为26% 对于生产商品 且无法享受 轻资产商业模式的企业而言 这个水平的 已用有形资金 收益率无一意味着 一家高品质的企业 它能够提供的复合收益率 要远远高于资金成本 潜在投资人可能会问 这个可观的大于百分之 25%的税后收益率可持续吗 换句话说 相比于一家拥有同样资产的 科比公司 这家公司能够持续的 产生更好的回报吗 有趣的是 根据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之股东的信 其实糖果这个品牌的 影响力很大 尤其在美国西部 该公司的糖果产品 占据了西部市场的主导份额 此外 其实糖果没有采取 授权加盟模式 而且遍布各地的自营连锁店 匹配的都是忠诚度很高的雇员 此外 喜诗糖果不仅几乎没有行业技术风险 而且 过往的财务业绩也持续稳定 总的来说 对于一个潜在投资人而言 这家公司看起来可以保持竞争优势 并可持续提供超过25%的 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 此外 作为潜在投资人 我要寻找的第二个特性是这家公司的成长性 通常 价值投资人并不愿意为成长性支付对价 但在这个案例里 估值的核心部分是公司创造复利的能力 所以 理解公司的成长性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 即使一个公司有很高的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 ROTC 但如果业务没有增长 那么 哪怕因此它比同行少投资 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评估一家产品导向的公司 我通常研究它历史上的产品销量和单价数据 鉴于喜诗 糖果 是以直营店 作为自家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 所以 我想看看它的善电科比数据 以及门店数的增长 由于无法得到1972年之前的数据 考虑到喜诗糖果的业务较为稳定 因 我们假设1972年之后的数据 可以代表1972年之前的运营情况 表7-1汇总的这些相关数据 表7-1 喜诗糖果运营数据 1972-1976年 图片 资料来源 基于1985年2月25日 巴菲特至伯克希尔哈萨为股东的信 第六页所成数据重新汇总 如表7-1所示 喜诗糖果每年的收入 税后营业利润 到善电收入的每一个指标都保持增长 除1973年外 1972-1976年 税后净营业利润 NoPAT 平均每年增长16% 因此 喜诗糖果既有较高的 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 ROTC 也有持续增长的潜力 在考虑当代潜在投资人 如何看待它的业务之后 下一步需要研究两个相关问题 喜诗糖果公司的估值 以及巴菲特支付的价格 巴菲特花了2500万美元 买下整个喜诗糖果公司 基于前面提到的盈利数据 购买价格对应的是盈利为11.9倍 企业价值吸税前利润倍数为6.3倍 这显然不同于对伯克希尔 哈萨维公司等公司的收购 若从极端低估值 5倍或以下的传统理念来看 喜诗糖果的投资估值并不便宜 这更像美国运通的投资案例 巴菲特为这家企业支付了公允的价格 不同于一个以低于5倍是盈利所购买的公司 要是喜诗糖果以11.9倍是盈利所购 具有安全编辑 那么只有这家企业能够创造 远高于竞争对手的负荷 内部收益率才行 换言之 对于一个缺乏成长的公司 10到12倍的市盈利可能是公允的价格 但没有安全编辑 同样 若一家企业能够增长 但其边际资本成本的增长 无法大大低于其增长价值 那么 这种增长的价值有限 所以 为了拥有安全边际 投资标的既应该有增长 还应有较高的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 由此看来 巴菲特似乎在喜诗糖果的项目上 认可了增长的价值 并至少为他的一些成长性支付了对价 为了理解成长性 是如何在巴菲特的购买价格里定价的 让我给出一个相关的例子 为了确定购买股票时所愿意支付的价格 价值投资者通常会基于公司当期利润估算企业价值 随后 会加上一个30%的安全边际 但如果这位价值投资者并没有基于当期利润 加上一个安全边际 而是愿意支付全价 那么 就会引出这么一个问题 价值投资者要求多 快的增长才能弥补30%的安全边际 换句话说 要求多大的盈利增速才能使一家公司的内在价值 比另一家当前盈利水平相同 但没有增长的公司的价值高43% 从数学上来说 这很直观明了 用喜事糖果1972年的净利润210万美元作为基础 在不为成长性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 假设这类公司的供允市盈率是10倍 要求30%的安全边际 那么 投资人愿意支付的价格就是1470万美元 在这个例子里 公司的供允价格是2100万美元 扣除30%安全边际的折扣后 得到愿意支付的价格1470万美元 再假设另一个投资人愿意支付全价2100万美元 那么 多快的增长才能提供30%的安全边际 为了获得这个百分比增幅 这家成长性企业所需的内生价值为3000万美元 即2100万美元的143% 用永续年金公式 限制等于CRG就可以计算出 被得到3000万美元供允价值所需的净利润增幅 这里具体的计算是 限制等于供允价值等于30.0等于CRG等于2.1 0.1G 0.1G等于30.0分之2.1 0.1等于0.07加G G等于0.03 即解除的结果是年度增速为3% 这可能会让人有些吃惊 但为了获得3000万美元喜事糖果的供允价值 数学上所要求的净利润增速 确实是每年3% 实际上 现实世界会稍稍复杂一些 但不会很复杂 首先 为实现30%的安全边际所需的3%的年增长是永续的年度增幅 而实际上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实现永远的增长 但考虑到这里所用的10%的较高贴线率 那么 最初几年的增长价值量最大 换言之 一个按永续增幅增长10年的企业 已经获得了永续增长的大部分价值 其次 前面提到的3%增速 是在不需要额外成本的情况下达成的 这对喜诗糖果这样的公司是不实际的 例如 喜诗糖果的已用有形资金 收益率大约是25% 若公司增长3% 改增幅所需的资金 大概是这个增量的1% 假设新增业务与整体业务的资本力度一样 考虑到业绩增长对额外资本的要求 像喜诗糖果这样的公司 实际需要大约4%的增速 而非3% 来实现30%的投资安全编辑 总体而言 即使考虑到了一些现实的复杂性 但还是要看清楚两个至关重要的点 第一 如果投资人对未来净利润增长有切实信心 即使他的增速并不高 每年仅有4%或5% 但这个增速还是有很大的价值 这相当于投资一个净利润 几乎不增长的企业时 得到了一个30%的安全编辑 第二考虑到巴菲特给喜诗糖果11.9倍的市盈率估值 我们推测 他应该至少预测 喜诗的业务能实现每年5%的净利润增长 并为此支付了对价 他还认为这种增长速度会持续好些年 因为他一般对类似投资标的 只支付7倍的市盈率价格 故支用10倍市盈率 减去30%安全编辑所需部分 这里不考虑增长的因素 现在让我们回到对喜诗糖果业务质量的整体分析 看起来很明显的是 这家公司的业务满足了较高的 以拥有型资金收益率和高成长性的双重要求 在1972年得到这个投资机会时 巴菲特应该理解了这一点 而且还灵活地支付了在不考虑成长性时 不会支付的全价 在1972年年初 他有机会这么做 事实上 在1984年3月给股东的心理 巴菲特继续将自己对喜诗糖果未来前景的明确看法 与其内在的运营水平联系起来 喜诗糖果比账面价值要值钱的多 它是一个品牌企业 它的产品能够以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 并且在未来也会继续拥有这种定价权 喜诗糖果这个投资机会是一种非公开的交易 一般投资人很难获得这种机会 然而 这是巴菲特此期聚焦投资的 具有下述特征的好案例 即只需有限的额外资金投入 就能实现持续的成长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 喜诗糖果可能是巴菲特最为成功的投资之一 2010年 喜诗糖果的收入为3.83亿美元 税前利润为8200万美元 2010年年末的账面净资产为4000万美元 这意味着自1972年以来 该公司只投入了32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 如果采用同样的11.9倍市盈率 使用现在更为普遍的公司所得税率30%计算 喜诗糖果2010年的估值为6.83亿美元 在不考虑分给股东的股息现金的情况下 喜诗糖果现在的估值 已经超出了最初购买价格的25倍 第八章 1973 华盛顿邮报 1877年 斯蒂尔森·哈钦斯创立了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但在之后几十年里 被几个四应业主不断购买和出售 其中包括新兴纳提 问询报的所有者约翰 麦克莱恩 在经过麦克莱恩儿子的糟糕管理之后 华盛顿邮报 在20世纪30年代 陷入了资不抵债的惨境 1933年 公司破产清算后被尤其梅叶收购 之后梅叶的女婿利普 格雷厄姆和女儿凯瑟琳 格雷厄姆都在这份报刊的历史上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家公司 1971年 华盛顿邮报 建图8-1 挂牌上市 然而 1973年 董事长弗里茨必比意外去世 凯瑟琳 格雷厄姆成为第一个财富500强公司的女董事长 图片 图8-1 也就是在1972到1973年 巴菲特开始逐渐购入这家公司的股份 即至1973年年底 巴菲特已经累计购买了该公司大约10%的股权 在巴菲特开始投资《华盛顿邮报》之前 该公司1971年和1972年的年度报告 提供了潜在投资者应该知晓的信息 我在本章末尾摘录了其合并的财务报表 首先 我们需要认真分析一下这家公司的相关业务 《华盛顿邮报》公司有三个主要业务部门 笔者基于他们1972年的相关财务数据 已在表8-1中 概述了每个业务部门 在整个公司的相对重要性 表8-1 业务数据总览 1972年 图片 资料来源 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1972 Annual Report 2 通过表8-1可以看出 报纸部门那是明显还是最重要的部门 占了整个公司利润的近一半 但其他两个部门在财务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 更仔细地研读这份年报可以很快发现 它所含信息量比其他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年报都大 对重要运营指标有很多的论述 笔者认为 这表现出 该公司的管理团队是一个专注的管理团队 是一个明白自己在干什么的管理团队 报告始于约翰普雷斯科特对报纸业务的论述 具体来说 他详细叙述了华盛顿每日新闻 1972年7月停刊时 这个市场上所出现的结构性变化 这对该公司有兴趣的投资者来说 是一个极其有意义的事件 首先 这件事让华盛顿市场上三份日报中的一份从此消失 也就自动使得那些还想读报的读者转向剩下两家 此外 相比于三个竞争者的多寡头垄断环境 其中的玩家更喜欢双寡头垄断的市场环境 至少比者观察的竞争动态如此 通常这种情况下 竞争行为会更加理性 意味着更少的价格占和更高的利润率 就运营指标来说 下述这些相关的实际数据可谓绝对的给力 广告数量增长了650万条 比前一年的7300万条增长了近9% 就市场占有率来说 这个数字意味着 本地都市报所有广告数量的63% 它的日报的发行量增长了1% 约6000份 周日刊的发行量增长2% 约15000份 尽管看百分比数字并不惊艳 但是报告指出 相比于剩下的那个主要竞争对手星报 STAR News 他们已经高出了许多 这表示华盛顿邮报正在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普雷斯科特引用了一家叫西蒙斯的独立机构 出具的市场研究数据 他显示这个市场上五分之三 也就是60%的成年人在阅读 华盛顿邮报 接着 他将这些数字 和美国其他具有领先市场地位的报刊进行比较 逆者发现这个做法非常具有说服力 约翰普雷斯科特不仅说明 华盛顿邮报公司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企业 而且 也显示自己是一个依据关键指标决策 且熟悉竞争态势的管理者 总的来说 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核心报纸业务非常出色 第二个论述的业务部门 是杂志与书籍出版部门 他主要的资产就是杂志新闻周刊 Newsweek 按当时的广告收入计 他在全国所有杂志中排名第四 部门主管欧斯本伊利奥特说 对于新闻周刊来说 1972年是创纪录的一年 收入同比增长8% 每周发行增量是12.5万份 约5% 从每周260万增长到275万 就像报告的他处所成 这些数据都是来自独立的第三方 美国出版商信息局 在运营上 1972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 自身的新闻周刊 管理团队 重新接掌这家报纸的管理责任 他们在60年代做得非常成功 强化了部门管理 包括伊利奥特本人接任了编辑主管一职 而吉布森·麦凯布和罗伯特·卡雷尔 分别转而去领导运营和出版 他们专注于读者重视的内容 使新闻周刊 在那年赢得了11个重要的新闻奖项 包括全美律师协会牧锤奖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Gavel 杰拉尔得了部奖 GM LEOB Award和海外记者俱乐部奖 Overseas Press Club Award 看起来 新闻周刊 不仅像华盛顿邮报一样 运行完全正常 还在最终表现了 他面临的继续向海外扩张的发展机会 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最后一个业务 是广播电视业务 后 新闻周刊 Post Week 部门负责人拉瑞 伊斯雷尔所成的具体市场份额 数据和第三方奖项要少些 然而 你还是可以感觉到 有关这些业务非常的积极动态 伊斯雷尔说到了一个成功完成的收购 康涅迪格州哈特福德的WTI Cart V 但他主要阐述了 广播电视业务所创的本地媒体内容 有多么成功 不过 就这个部门来说 不可能万事如意 还是有些负面的信息 有两个电视台 杰克逊维尔的WJXT Television和 迈阿密的PUB LG TV的许可正展期 面临着两大竞争挑战 伊斯雷尔精心尝试着淡化这类风险 用成功的先例和审判类似案例相关的法律原则 来说明集团的积极解决方案 但对于不了解广播电视法规内在运作的投资者来说 他们不可能完全信服这种解说 实际上 这就是需要评估的风险之处 抛开这个潜在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1972年年报 第二页这个部门的数字 来量化它的成功程度 1972年 广播电视业务收入同比实现 从2080万美元 增长17%到2430万美元 营业利润从380万美元 同比增长55%到590万美元 若考虑到 这是出自相同的一组电视频道与无线电台 而且这种业务是一类相对稳定业务 那么 这种财务表现就的确惊艳了 尽管当时论述了一个WTI Cartway的大宗并购项目 但是直到2013年1月才完成 所以 笔者认为 既然在1972年的部门回顾中 没有谈到别的并购项目 那么 前面提到的财务业绩增长就算不诠释 也应该大部分来自内生性的有期增长 如果从集团层面综合来看业绩 总的经营情况应该是非常出色 作为一位当代的投资者 我坦率地说 这些事都难以置信的 如果报纸和杂志部门展示的 不是客观独立的市场数据 笔者的确会因为怀疑管理层过于乐观 会设法去核查原始数据 年报付诸的第一项是 《华盛顿邮报》的十年回顾 年报的第22到23页 在这十年间 收入每年都在增长 从8550万美元到2.178亿美元 录得了11%的年增幅 报告期的营业利润有些波动 并非每年都在增长 却显得更为实际 如果我们来看这十年的整体情况 营业利润从940万美元增长到2180万美元 10%的年增幅略微低于同期的收入增幅 这意味着利润还没有从正不断扩张的业务所得中 大规模地表现出来 但是笔者并不将其视作不利因素 如果1972年的利润跃上一个高峰 营业利润率从1971年的7.9%增长到10% 是我的担忧之一 那么 这十年间 7.8%到12.2%的营业利润率 波幅范围则会让人安置弱速 因为这时的1972年10%的利润率正好居中 这意味着如果管理层称值的话 年报里也的确有些这种表现 利润率很有可能会随着运营效率的提升而增长 事实上 由于1972年业务体量比1968年更大 那么 可以合理推测 在良好的管理之下 潜在利润率将会比1968年的12.2%更高 现在让我们转到 华盛顿邮报的财务评数和财务报表 对于潜在投资者来说 这里有两个令人担忧的科目 需要进一步核实 第一 表中的退休账户部分 像当时其他媒体企业一样 华盛顿由报有针对雇员的固定福利 退休养老金负债 这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尤其在欧洲公司 它制造了不确定性 而且如果管理不当 很可能会造成重复的资金需求 这份年报的第14页说到 这些养老金计划的应付费用和义务 所需资金完全到位 但是在年报这部分的后面 有一组和报纸经销商激励计划有关的部分 其资金没有到位 在1972年 这组计划向下支出的费用金额 高达360万美元 这并非小事一桩 但是整体来说 在没有进一步核查的情况下 退休养老金计划看起来还是一个可控的问题 第二 有关股本存量和股票期权 阐述于1972年年报第16页 1971年上市时 公司实行了优先认股计划 保留了36万5000股普通股 其中279,650股为对应发行在外的股票期权 64,175股可以之后分配 尽管1971年前已经有了发行在外的股票期权 前两类普通股的存在让事情更加复杂 但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只看1972年年底的279,650股 发行在外的股票期权 并关注它们合适行权 根据英国保险业协会的定义 一般好的做法是 10年内分配不超过10%的股本 也就是每年1% 尽管1972到1975年的数量 超过了这个经验法则 但是像这样首次公开募股 IPO是多给一些期权 也并不罕见 让人感到放心的是 首次公开募股的价格 是每股25.18美元 这些期权平均行权价格是每股26美元 略高于首次公开募股价格 或上下波动于集气的市价 见表8-2 所以总体来看 这些事就没有那么令人担忧了 表8-2股票期权分析 1972年 图片 咦 这是用1972年流通普通股数的 加全平均数计算的 即480 6802 最后 让我转到公司的财务报表 在1972年年报的第17到21页 要想评估华盛顿邮报整体的业务质量 投资者需要计算它的 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 因为这是衡量企业一种重要能力的指标 即一种业务 是否可以创造高于可比业务成本的收益指标 见表8-3 表8-3 以用资金总额分析 1972年 图片 亦基于华盛顿邮报年度报告 第14页 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定义 商与其他无形资产为收购日收购子公司 超过有形资产相关公允价值的部分 比者假设所有商与其他无形资产均为商与 且没有要贪消的无形资产 为了计算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 如果我们把位积1000万美元 特殊项目的税后净营业利润作为收益 并把5580万美元作为以用有形资金 那么我们得到的就是17.9%的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 这个数字说明 企业有非常好的内生性的复利增长能力 因为过去十年间企业每年增长11%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 这家企业是一个很好的复利生成器 最后轮到对企业进行估值了 一个理性的做法是使用传统的估值指标 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和失盈率 在1975年年底 给伯克希尔哈萨为股东性的第三页中 巴菲特阐述了公司 当时最大的股权投资是用1060万美元买下了 华盛顿邮报467150股币股 巴菲特大概每股花了22.69美元 注意 467150股大约占了该公司 当时普通流通股总数的10% 从股票价格波动的其他记录来源可知 华盛顿邮报的股票 在上市后的第一次挂牌交易 价格是每股26美元 但在1973年却跌至每股16美元 这是基于第三方 对当时股票市场信息的记录所得 但笔者相信 这次下行 是由于受到了下属双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宏观经济不良预期 与华盛顿邮报相关的负面舆论 这种负面舆论与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有关 这次调查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 还有前面提到的广播电台许可证延期危机 也被认为很可能是出自尼克松之意 事实上 在年报第五页 比比和格雷厄姆做了相关的暗示 政府和媒体间的对手关系不足为怪 和和中国一样古老 但对新闻界的我们 过去几年这种强烈的敌意关系一直令人不安 就每股22.69美元的股价 巴菲特逐渐买入该股的均价 来说 它对应的企业价值 稀税前利润和失盈率的回溯倍数应如表 8-4和表8倒无所示 注意 这个价格大约比该股1973年52周的低位 高出40% 表8-4 图片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 像华盛顿邮报这样高质量的公司 5.3倍的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估值 基于过往一整年的数据 看起来就非常便宜了 然而 这里可能有些误导 从利润表中我们发现 1971年和1972年公司支付的总税率 分别达到了50.2%和49.5% 和现在多数公司支付的约30%税率相比 可以说十分不利 实际上 从表8-5中可以看出 这种现象 是因为当时非常流行的联邦企业所得税政策所致 表8-5 图片 实际上 1973年更高的税率意味着 对于相同的税税前利润 当时股东所能得到的现金利润 要少于当今股东的所得 如果对这个因素进行调整 在今天30%税率下 可比企业的价值税税前利润应为7.5倍 当说到可比性时 这里具体是指 企业价值税税前利润中的税税前利润 是能带来1973年华盛顿邮报实现的 可比税后净营业利润的那个税税前利润 对于处在增长中的好企业 7.5倍的企业价值税税前利润仍然便宜 但并没有离谱 再看市盈率 这里仍旧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估值 注意 这里使用的调整后美股收益 没有包括特殊项目或相关调整项差额 这些在年报 一时企业中 合并利润表下已经标注 这样做的目的 只是想基于这个企业所创造的利润 来做估值判断 在1972财年 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市盈率是10.9倍 鉴于它高品质的业务和基于较高 以用有形资金回报率 复利能力强 基础上的增长 这个倍数 使该公司的估值 再一次表现出便宜的属性 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华盛顿邮报的估值 它似乎是巴菲特以适当的估值倍数 获得了一个内生复利能力 和成长性俱佳的企业 根据盈利能力标准 和1973年 年初投资者所获的信息 这还不是一个最低的估值 即便如此 当巴菲特开始买入时 这时的价格比它的平均之低 而且 在它持续买入 并意图累计持有该公司10%的股份 这个难度的确要远远大于一个小投资者 仅够买小额股票的遭遇 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揣摩 第一 就像美国运通的案例一样 华盛顿邮报 这个案例涉及的是一个高品质的企业 它在保持10年增长的同时 还享有创造一流 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的能力 在这个案例里 这个企业是以一个便宜的价格出售的 但并不离谱 第二 鉴于年报中 给出了详细的发行量和竞争情况的相关数据 所以很明显 仔细阅读的投资者可以找到高质量信息 从此 巴菲特和格雷厄姆开始了他们一生的友谊 在1974年秋 巴菲特成为华盛顿邮报的董事 随后成了格雷厄姆非常信任的顾问 并给他灌输了保守的资本配置的思想 使他成为一个不会为并购化冤枉钱 但也会偶尔错过 也许是非常出色的发展机会的CEO 然而 巴菲特对格雷厄姆最大的影响是 给他灌输了对股东友好的思维模式 和对高效经营的专注 极致1985年 公司的营业利润率 已经从1974年的10%增长到了19% 在这期间 华盛顿邮报也用剩余现金 回购了公司几乎40%的股份 因此 公司的净利润增长超过7倍 而美股收益却增长了10倍 见表8-6到表8-9 表8-6 历史最高税率和最高税级 1909-2010年 图片 去 图片 资料来源 Office of Tax Policy Research 1909-2001 World Tax Database 网址 Accessed October 17 2002 2002-2010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nstructions for Form 1120 表8-7 利润表 1971-1972年 单位 美元 图片 1 1971年前 由于杂志订阅采购和书籍促销费用 会计方法调整造成的差额 资料来源 Washington Post 1972 Annual Report 17 表8-8 资产负债表 1972年1到12月 单位 美元 图片 资料来源 Washington Post 1972 Annual Report 18到19 表8-9 现金流量表 1971到1972年 图片 资料来源 Washington Post 1972 Annual Report 20 第九章 1976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沃伦巴菲特在汽车保险公司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的投资持续了数十年 经历了诸多波折反转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Government Employees Insurance Company Geico 是一家汽车保险公司 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求学时 就知道这家保险公司 因为那时他的教授兼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 在该公司任董事 出于好奇 巴菲特开始研究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建图9-1 并引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意识 一个周六的早上 年轻的巴菲特 去参观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总部 在那里除了一个门卫和一名叫 洛里默 戴维森的投资主管 并没有其他人 后来 这位戴维森成为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而巴菲特最终成为整个公司的老板 在这次令人难忘的拜访后 巴菲特很快意识到了 其商业模式的力量 并首次投资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与其他类似公司相比不同的是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直接向客户销售保险 而非通过保险代理人销售 因此 这家公司的承保成本 只是其收入的13% 而非其他保险公司所需的30%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能够将一部分省下的成本 通过较为便宜的保险价格补贴给客户 而且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迎合了总体风险 较低的目标客户群的需求 1951年政府雇员 保险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是42美元 每股 大约是其近期盈利水平的8倍 看到其高成长性 有竞争力的成本和优质的客户群 巴菲特 当时还是学生 把他四分之三的钱投到这个项目 一年后 他卖掉了他的股份 获得了50%的利润 图片 图9-1 资料来源 Berkshire Hathaway 2005 Annual Report 24 在1951年12月6日的 商业和金融年鉴这份报纸中 巴菲特在写经纪人评述中说到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是 我最喜欢的证券 这一评述 在2005年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年度报告 简图9-1 中被转载 这表明 年仅21岁的巴菲特 已经懂得很多做成功投资的研究要绝 他没有孤立地看待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而是根据他所在的汽车保险行业的整体发展趋势 动态地看待这家公司 此外 他还深入研究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运营数据 巴菲特意识到 很多保险公司声称的保费高增长 只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价格上涨所致 他把投保人数增长从保费增长中剥离出来 从而说明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真正增长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投保人 从1940年的约26000人 增加到了1950年的约14万4000人 在1976年 巴菲特将他的注意力再次投向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该公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增长迅速 扩大了客户群并丰富了定价模型 但公司在1976年却陷入困境 首席执行官诺姆吉登过分强调增长 最终导致数年承保决策的失误 和索赔费用的急剧失控 极致1976年年中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已濒临破产 股价已经从几年前六十亿美元的高位 跌到每股两美元 由于资金紧缺 公司削减股利 迫切需要注入现金 维持经营 由于形势恶化 吉登被解雇 萨姆巴特勒 来自克拉法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且是公司当时的董事长 成为临时首席执行官 对当时大多数潜在投资者来说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这种情况 好像是急转直下 几乎就像自由落体一样 在那年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举办 一群愤怒的投资者严厉质问公司管理层 并不时发出不满的虚声 与众多放弃该公司的投资者相比 巴菲特显然有不同的看法 就像公司财务数据所揭示的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确实还有一些可取之处 从他之前的经验 以其他时候常说的领悟来看 巴菲特认为 这家公司仍在保险行业中有其独特的地位 在过往的那些年里 他给公共雇员和其他低风险客户 承保了一组安全的保单 并在这一细分市场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此外 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更大的公司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直接出售他的保单 而非通过代理人之手 并且该公司因分销成本上的这种大量节约 获得了结构性的成本优势 正因如此 该公司的投保人数和承保利润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持续增长 但这家公司也有许多负面的东西 1975年 该公司的承保亏损为1.9亿美元 经巴菲特证实 这家公司为索赔提取的准备金明显不足 由于公司账面上的股本仅有2500万美元 所以不用太多的亏损 就能把公司置于生死存亡的险境 如今 人们很少谈论政府雇员 保险公司在1976年的负面问题 但这些对当时的潜在投资者是很重要的 首先 一个有着1.9亿美元的承保损失 但仅有2500万美元股本的保险公司 几乎可以肯定是违反资本监管要求的 这也就不奇怪 为什么多个州的保险委员会委员们 包括华盛顿特区麦克斯沃拉克 准备宣布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破产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将被迫停止营业的风险 是非常真实的 此外 潜在投资者会发现 要想界定准备金不足的实际范围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汽车保险的一个突出属性是 索赔支出的需求会持续到未来的许多年 就像一名商者需要终身照顾一样 因此 一旦市场知道某家保险公司不当地 少提了准备金 那也很难界定其低提的程度范围 就这类企业的安全性来说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对管理层的信任 看他们是否谨慎保守 一旦这种信任感遭到破坏 公司便很难立足 考虑到这些明显的负面因素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对于任何潜在投资者来说 都是一个难以承受之重 不过 在1976年5月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开始时来运转 此时 杰克伯恩 一个自学成才的保险天才 曾将旅行者集团转窥为营 被任命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取代了临时任命的巴特勒 由于未能担任旅行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令很多人为杰克伯恩鸣不平 但他将很快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任上 发挥他天才般的能力 事实上 他是巴菲特对政府雇员保险公司重燃兴趣的一个主因 巴菲特知道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和美国运通的情况有些相似之处 但不同于美国运通公司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若没有外在的帮助 自身无力恢复 此时 他需要知道的是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是否有称职的管理层来实现逆转 是否能够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既满足监管要求 又能够纠正准备金不足的问题 在管理能力上 巴菲特需要了解杰克伯恩 在资本方面 他必须了解补充资本的监管要求 如何满足这些要求 以及其他保险公司或银行 是否愿意提供所需的补充资本 为了对杰克伯恩有个全面的评估 巴菲特通过凯瑟琳·格雷厄姆和洛里莫·戴维森 安排了与伯恩的会面 巴菲特想要了解的关键问题是 伯恩是否真的很酷 临危不乱 专业 是否是一个领导者和推动者 是否可以解决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问题 以及能否被所有利益相关者所接受 这次回面让巴菲特吃了定心丸 他对伯恩的印象是如此深刻 以至于他转天早上就开始购买该公司的股票 巴菲特后来表示 他相信杰克 并认为 他绝对是能让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重回正轨的那个人 由于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对资金的需求 巴菲特明白这是他能够发挥作用地方 随即他去拜访华盛顿特区的保险监管人沃拉克 并亲自协商了对这家公司设定 监管资本要求的严格程度和最后期限 此外巴菲特还大大增加了对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投资 在那个关键时刻 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投资者 给这家公司投了信任票 那时筹集资金仍然极其困难 但所罗门公司 具体是所罗门公司 有影响力的高管约翰古弗兰 最终同意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承销价值 7600万美元的 可转换股票 其他在保险公司 也很快出面提供了在保险业务 公司股票也从每股2美元跃升至每股8美元 估值 1975年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已发行流通股 大约有2660万股 1.9亿美元的净亏损 约和每股亏损7.14美元 在这7.14美元每股亏损里 约1美元为投资收益 而承保亏损约为8美元 大约9亿美元保费 综合费率包括额外准备金 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124% 虽然任何基于这些负盈余的估值倍数 都没有意义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这些历史是盈率和企业价值 稀税前利润倍数都是负值 但巴菲特想要计算的是 如果杰克伯恩能使公司止住流血 并拯救某些业务的话 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可以用一个粗略的方法进行估算 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业务砍一半 保费从9亿美元降到4.5亿美元 但综合费率为95% 这是一个看上去体面但还算合理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 承保亏损将被扭转为 约2250万美元的承保利润 每股承保利润略低于1美元 假设平均来说 一年保费的一半将作为保险服存金 以当时约7%的利率投资 预期的投资收益比每股0.5美元稍多点 以这种算法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税前的稳态利润 大约是每股1.50美元 税后利润大约每股0.75美元 当时公司税率是48% 假设这种企业的合理是盈率倍数是10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该公司的合理估值应是每股7.50美元 当然 若该服存金的投资者 能获得超过7%的年收益 若是巴菲特操盘 则每年的收益是20% 那么 公司每股的价值将远超7.50美元 同样 若保费收入不是减少至4.5亿美元 而是在杰克伯恩的领导下能够增长 那么 公司将会享有更高的估值 无论如何计算 巴菲特显然看到了商机 他为自己在1976年购买的130万股 该公司普通股 支付了3.18美元每股的价格 以这个价钱 即使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业务 被砍一半的假设下 巴菲特也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 50%以上的安全编辑 巴菲特显然信任杰克伯恩和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固有业务品质 而他正在以便宜之极的价格购买之家企业的股票 便宜到潜在投资者的投入 足以弥补他所能见到的真实的商业风险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后来发生的事情 就犹如一个童话故事 杰克伯恩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他制定了合理的城堡标准 并削减了不盈利的业务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 在那天下午 杰克伯恩走进詹姆斯施林 新泽西保险委员会委员的办公室 在新泽西提高保险费率的请求失败后 他把公司在该州的经营许可证扔在施林的桌子上 随后 他解雇了2000名新泽西员工 并终止了该州3万投保人的合同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迅速崛起 为一个更精干和更健康的企业 到1977年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恢复了盈利能力 在那些仍然经营的州 该公司能将其保费平均提高38% 在1979年 公司的税前利润达到了2.2亿美元 这是三年前完全无法想象的 随着公司经营状况持续好转 巴菲特继续增持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在1977年 伯克希尔持有政府雇员保险公司1986953股 可转换优先股和1294308股普通股 价值3350万美元 1979年 巴菲特质股东的性显示 伯克希尔总共持有该公司5730114股股票 1980年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成为伯克希尔最大的非控股投资 持仓达720万股 1981年 伯克希尔公司超过一半的净值增量 是来自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业绩 到1990年 伯克希尔持有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48%的股份 1995年 巴菲特完成了对该公司股权100%的收购 以23亿美元的对价 收购了余下约50%股权 使伯克希尔完全掌控了这家公司 巴菲特指出 伯克希尔公司为该公司另一半股权支付了较高的价格 但这与他以合理价格投资好公司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巴菲特认为 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仍然具有他在1951年所看到的结构性优势 即以更低的成本向更好的客户直接销售保险 就像杰克伯恩加入后一以贯之的做法 公司致力于与投保人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并随着客户形态的日益成熟而受益于更高的利润率 总的来说 这个投资案例是一个持续几十年且难以置信的故事 巴菲特最初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就投资这家扎实的高品质的企业 并以一个合理的估值售出 20世纪70年代 在公司风险明显且处于逆境之时 巴菲特又做出了自己的投资选择 因为他相信这家仍然拥有行业结构 优势企业的优秀的经理人 后来巴菲特获得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控股权 这一次巴菲特为这家公司支付了公允的价格 而公司此后还在年复一年的持续增长 且业绩上加 实际上 贯穿本案整个投资经历的是巴菲特一生的信条 长期追随高品质企业 在机会出现时果断出手 在1976年圣诞节前 新闻周刊组织的晚宴上 一个名为文森特曼诺的报刊经纪人 提出了一个投资布法罗晚报 的想法 曼诺本意是向华盛顿由报出面收购这家报纸 凑巧 作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好朋友 沃伦巴菲特也参加了当天晚宴 并得知了这个信息 当凯瑟琳格雷厄姆 觉得他不适合华盛顿由报时 巴菲特决定代表伯克希尔哈萨为投资 当时 布法罗晚报是作为去世的凯特·罗宾逊巴特勒 小爱华德巴特勒夫人 的遗产被处理出售的 在1873年 最初老爱德华修伯特·巴特勒 创立布法罗晚报 他还只是一个在周日发行的报刊 多年之后 他却实行了相反的看期安排 从周一到周六发刊 到1977年 他成为布法罗地区仅有的两个主要报刊之一 另一家是布法罗信使报 Buffalo Career Express 由于这两份报刊都为家族拥有 于是两家达成了众所周知的君子之约 布法罗晚报成为独家的午后报刊 而布法罗信使报 则是每周发行七天的晨刊报纸 还包括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周日刊 这两份报刊共同占有了纽约州的布法罗市场 虽然布法罗既不是一个大城市 也没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 但是他却有忠实的报纸读者群 以及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个大城市都高的家庭订阅率 在这个市场上 布法罗晚报拥有26.8万份的周发行量 高于布法罗信使报的12.3万 布法罗晚报成功于强大的品牌效应和悠久的历史 但布法罗晚报的盈利能力不强 1976年 它的总营业利润只有170万美元 只有将近4%的营业利润率 缺少周日刊明显限制了布法罗晚报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前 布法罗晚报是美国少有的几家使用传统方式 布法周日刊的报纸之一 这是造成它收入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周日是许多家庭阅读时间最多的一天 但是广告商并没有忽视它 愿意为周日刊广告支付一家 没有这个关键点 这家报纸担心布法罗信使报 会很快赢得市场份额 此外 还有一个底层的担忧 布法罗晚报所在的市场 是工会力量很强一个地方 不过 除了这些负面因素 这家公司仍是一个高品质的企业 它很大的品牌影响力和较大的周发行量 为它带来了回头率很高的忠实读者群和广告商 由于布法罗晚报是一家非上市公司 要想评估它的财务状况 潜在投资者只能得到有限的信息 根据布法罗晚报 1977年5月发给广告商的招商信函 在与布法罗相关区域的471515个家庭中 布法罗晚报的工作 日刊覆盖率达到了58% 周六刊则达到了61% 形成对比的是 布法罗信使报工作日刊的覆盖率只有24% 周日刊则达到了53% 这表明布法罗晚报 是这座城市地位领先的报纸 有着数十万家庭的发行量 如果潜在投资者对报刊业务有一些通识 将会更好地理解这个投资机会 如果一份报刊运作得当 它就会成为一个资金收益率和利润率举佳的生意 比如说1977年的华盛顿邮报 就创造了43%的有形资金 税后收益率和16%的经营利润率 正如巴菲特和其他潜在投资者所知 报刊是一个相对轻资产的业务 虽需要印刷设备和某些设施 但一份报刊的关键成功要素 还是它编辑团队的质量 以及它在读者与广告商心中的品牌认可度 这些因素决定了盈利能力 而布法罗晚报的盈利能力 则明显地与它卓越的市场地位所应有的水平 在对布法罗晚报估值之前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是它的管理层情况 在1977年正处于变动之中 直到1974年离世前 凯特·罗宾逊·巴特勒仍在管理着布法罗晚报 同时按照巴特勒的遗嘱 亨利厄本被指定为新的出版人 投资者意识到 亨利厄本短暂的任期 蕴含着管理团队重大变革的机会 1977年 巴菲特花费3250万美元 把这家企业整体买了下来 这是它的一项重量级的投资 通过它的投资实体波克希尔哈萨维 因为它此时自己的净资产 估计也只有大约7000万美元 就估值而言 这个对价的内涵估值倍数非常高 因为布法罗晚报 1976年的营业利润只有170万美元 对应的是19倍的企业价值吸税前利润 因此 在做这个收购决策时 巴菲特可能是看到了 这项投资的下述三个积极的因素 第一 他看到了一个他既喜欢又精通的业务 此前 巴菲特已经积累了相当多 关于媒体公司的知识 尤其是在介入华盛顿邮报后 他清楚 什么样的人口结构 可以成就一家报业公司 也许 他认为 布法罗的布法罗晚报 读者群极其声誉 正好契合了这些成功要素 第二 他看到了一个有大幅提升空间的业务 鉴于他较低的利润率 奢华的办公室和比对手高的薪资 巴菲特可能看到了很多可以提高净利润的机会 当然 包括周日刊的缺失 由于布法罗信使报几乎不盈利 则发周日刊 可以让布法罗晚报 成为布法罗市仅有的主导报刊 第三 巴菲特知道 他可以引进新管理人才 经营这家企业 并在他的圈子里有理想的人选 包括史丹利普希 巴菲特的报刊奥马哈太阳报的前负责人 巴菲特随后在给股东的信中说道 虽然1977年的出版人亨利 厄本和编辑穆里莱特 是他和查理芒格非常欣赏的人 但他们很清楚只有像史丹利普希这样的人 才能帮这家企业更上一个台阶 尽管机会很多 但成功之路并非平坎 首先是法律问题 布法罗晚报刚被巴菲特买下 就发布了周日刊 而且开始是免费向老读者提供 担心自己生存的 布法罗信使报一垄断行为为由 将布法罗晚报告上了法庭 案件有法官小 查尔斯科比在纽约布法罗地区法庭审理 最初判决结果不利于布法罗晚报 限制了他积极推广周日刊的能力 但在1979年 位于纽约的美国上诉法庭改判 给了布法罗晚报更多自由 使他能够和布法罗信使报积极竞争 随后 一场竞争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战争 接下来的几年里双方都一直在亏损 极致1982年 布法罗晚报 自1977年以来的总亏损额 已经到了1250万美元 在1982年9月 布法罗信使报倒闭 布法罗晚报 现改名为布法罗新闻 Buffalo News 在垄断经营的第一个年头 就实现了税前利润1900万美元 之后的几年 这家企业更是白尺干头 锦上添花 1986年 布法罗新闻 实现了3500万美元的税前利润 比9年前巴菲特买下 他是支付的总价还要高 在那年给伯克希尔 哈萨为股东的信中 巴菲特写道 美国排名前50的报刊中 布法罗新闻的工作日渗透率 在主要销售区域每天购买他的家庭比例 最高 我们周日的渗透率也是第一 甚至更出色 高达83% 且每周日的销售量比10年前的 布法罗信使报多出了10万份 显然 巴菲特的这笔投资很成功 但对于在1977年考虑这项投资的潜在投资者来说 相关的决策并非易事 那时 布法罗晚报面临着非常激烈的竞争 而且盈利能力有限 巴菲特为这笔投资支付的价格 意味着他为布法罗晚报当时的盈利能力 支付了非常高的估值倍数 寄希望于该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远超过往 巴菲特投资布法罗晚报的关键 似乎是他坚信这份报刊的光明前景 由于非常清楚报刊的运作机里 他自然认为在布法罗这样只有两家主要报刊的城市 较强的一方终将取代较弱的一方 取得胜利 最后 巴菲特坚信 布法罗晚报的盈利能力 只需要一些运营上的改变就会有险效 而且 他肯定也看到了 它成为布法罗地区独家垄断的巨大可能性 第十一章 1983 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 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 Nebraska Furniture Mart 的起源始于其创始人罗斯布鲁金 作为犹太移民和八个孩子之一的他 1893年11月3日 出生于俄罗斯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1917年 他跟随结婚四年的丈夫 伊萨多尔布鲁金来到美国 逐渐以逼夫人而闻名侠耳的布鲁金 背景一般 而且从没受过正规教育 然而 他却有着成功所需的胆识 决断和钢铁般的意志 1919年 他帮助丈夫开了一家二手服装店 在接下来的十来年里 他们经营的还算成功 但当经济大萧条袭来 顾客几乎都没钱的时候 正是布鲁金夫人 拿出了一项非常适时应景的业务 只花五美元 就配起男人从头到脚的穿戴 由于他别出心裁的模式 外加分发的一万份传单 他服装店的销售额得以支撑 而竞争对手则大部分都关门歇业 1937年 他用自己的500美元积蓄 在丈夫服装店街道对面的一个地下室 开了内布拉斯家家具卖场 进图11-1 那时 布鲁金夫人44岁 图片 图11-1 第72街店成为他在奥马哈的唯一店面 资料来源 网址 在最初的几年 生意并非顺风顺水 有一次 布鲁金夫人甚至被迫卖掉自己家里的家具 去偿还供应商的货款 当他的孩子回家发现自己的床不见了 或者客厅完全没了家具时 他会告诉孩子 不用担心 我会为你买更好的床 我们一定会有另一个餐桌的 但我欠了那人的钱 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随后 布鲁金夫人兑现了他对孩子的承诺 就像他如约向供应商支付货款一样 内布拉斯家家具卖场的运营理念非常简单 采购客户想要的优质物品 以最低的价格销售给客户 当竞争对手恐惧于他的低价行为 并向其本地供货商施压来抵制他的时候 他就去自己能去的其他城市 比如芝加哥 堪萨斯城和纽约 采购客户想要的产品 由于他坚持不懈地为客户带来最佳的价值 他将内布拉斯家家具卖场 变成了本地最受欢迎的家具商品卖场 即使20世纪70年代中期 他在奥马哈占据了如此显赫的支配地位 以至于让很多的零售连锁店 都不敢在该城市开店 因为都去和他竞争 1983年的某个夏日 巴菲特走进了B夫人的门店 在简单对话和坚定握手之后 他决定用6000万美元 买下B夫人公司90%的股权 此时 布鲁金夫人已经90岁了 正在考虑企业的未来 派板决定了对企业和家族都有益的这项交易 在双方开诚不公的氛围里 这项交易很快就完成了最终的步骤 如其所愿 布鲁金夫人仍然是公司的董事长 并且 一周七天还是在他的销售楼层里办公 他的儿子路易布鲁金将仍然作为公司总裁 扮演着长期的角色 在1983年至股东的信中 巴菲特称之为他那年投资运作的最大亮点 就是对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 绝大部分股权的收购 以及与罗斯布鲁金及其家族所建立的关系 那么当时考量这家企业的潜在投资者会如何看呢 虽然无法得到这家非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 但潜在投资者 仍然可以知晓这家明星企业的历史踪迹 同时 他们还能知道一些关键性的事实 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是奥马哈市中心的一家 售卖品种齐全的家居用品的商场 相关商品囊括了 从沙发 到厨房用具 到家用电器等 当时 这家当地最大的家居用品卖场 大约占地20万平方英尺 年销售额1亿美元 巴菲特评论道 全国其他家居用品商店 都没有达到这么大的销售规模 这个善电售出的家具 地毯和其他用具 超过奥马哈所有竞争对手销售量的总和 无疑 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既有区域品牌的影响力 也有地区的规模优势 不管是在广告宣传 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做广告 或是在采购上 从当地供应商那里购买橱柜 都有体现 与一些全国性的连锁店相比 它并没有采购优势 因为那些连锁店 具有通用电器 或惠尔普这样的供应商 但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作为最大的单体商场 具有的主要优势是 它的商品选择范围最为广泛 当地前代客户 想要为家庭购置整套家居用品时 他们更有可能在这家卖场 找到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商品 在奥马哈市 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是小池子里的大鱼 此外 潜在投资者还能够查清访明该店的运作逻辑 它直接采购于供应商 直接销售给顾客 只在批发价上加一点差价 在此 有几个重要的点需要好好理解 首先 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 实践着现在被称为折扣商店的概念 像阿尔迪 奥迪 利德尔 利尔或沃尔玛一样 这家企业 致力于为顾客提供基于价格的最佳价值内涵 以低价的方式 把节省的成本返给顾客 类似的 如果顾客真正得到了最佳价值 那么 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会随之而至 低价会带来更多的顾客 形成更大的销售规模 进而节省更多的成本 再为顾客带来更低的价格 在沃尔玛和阿尔迪于全国和国际范围获得成功之前 布鲁金夫人就践行了这一概念 此外 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还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布鲁金夫人不喜欢欠债 而且 不管买什么总是付现金 根据巴菲特的说法 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的管理费用 达到竞争者无法想象的比率 因为他既没有利息费来加码 也没有经营租赁费来增付 事实上 在随后的一次访谈中 布鲁金夫人向外界透露 1983年度商场开支只有700万美元 这意味着这家商场的年度管理费用 不可思议的只占年收入的7% 该年收入是1亿美元 与之相比 1983年沃尔玛 已是经易运营模式的销售和管理费 SGA 仍占到收入的19.8% 还没有 包括占收入1%的利息支出和租赁成本 与沃尔玛相比 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的管理费用 在收入中所占比例 只有沃尔玛的1% 为何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的价格 比竞争对手更低 却能得到更多的利润 这种匪夷所思的低成本 就是另一个关键的因素 最后 尽管没有上市公司的常用财务报表 但还是能看到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 那要演的运营数据 在20万平方英尺的零售卖场 创造出了1亿美元的收入 意味着每平方英尺销售额高达500美元 在这方面 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完胜沃尔玛 据报告 1983年 沃尔玛在2582.5万平方英尺 约550个门店 的销售额为33.7亿美元 也就是说 每平方英尺销售额只有130美元 总之 尽管潜在投资者没有完整的财务信息 但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 看上去像是一家运营极佳的企业 有若干明显的区域优势 虽然他经营的是一个简单的业务 但他具有强势品牌和区域规模的双重优势 最重要的是 他的经营者是无以匹敌的罗斯布鲁金 估值 巴菲特给予的收购价格是6000万美元 获得了公司90%的股权 与此同时 他还为布鲁金家族核心成员提供了一个期权 他们可用500万美元的对价 回购10%的股份 而且 之后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所以 巴菲特最终是以5500万美元 购买了这家企业80%的股权 这对应的 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的总股权估值 为6875万美元 1983年 公司的税前利润大约是1500万美元 意味着税后利润约为810万美元 在1984财年 内布拉斯加卖场的确切盈余情况 可以在伯克希尔年度报告查阅到 税前利润为1450万美元 税后利润为740万美元 除了具有强大的盈利能力 这家卖场账上 还拥有许多现金 和高价值的存货 尽管潜在投资人不了解这些确切的数字 但由于大多数资产的采购款已支付 而且公司也没有任何负债 所以 做一个粗略的估计并不难 随后的审计表明 公司的资产价值为8500万美元 表示1-1概括了相关的估值倍数 表示1-1 估值倍数 图片 亦有一个500万美元净现金的假设 无论怎么看这些数字 为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所支付的价格 都是合理的 具体而言 巴菲特支付的价格低于税后利润的9倍 不足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的5倍 之所以说是特别便宜 还因为这家公司手头肯定会有净现金 若考虑到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的下述情况 那么 这个估值水平就更有吸引力了 这家企业是从零成长为年收入1亿美元的公司 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的增长或停止 而且 除了基于盈利估值所表现出的便宜属性外 公司的整体估值 还享有下述资产的逆向风险保护 卖场本身的资产和存货的资产 在过去 布鲁金已经多次实现了他的存货价值 所以 没有理由相信 如果需要的话 这些存货现在无法实现他们的价值 如果真发生了一种不可能的情况 即这家企业变得亏损了 那么 巴菲特可以卖掉资产来实现投资收益 就像早些时候登普斯特公司的情形 从估值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完美收购 在没有对应收款项和存货做正式审计之前 巴菲特就给布鲁金夫人开出支票 因为她知道她是一个极有信誉之人 面对这样的企业和如此的价格 如果具有这种机会的潜在投资者也如此行为 笔者不会感到很惊讶 虽然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 是建立在优异执行李之上的一流企业 但它还拥有长期积累起来的重要结构性优势 这之所以是一桩上架的收购 即使按巴菲特的高标准 是因为其估值 不仅低估了企业创造现金盈余的内在能力 而且这个估值还被净资产价值完全覆盖 然而从巴菲特的角度 最重要的是对人的投资 布鲁金夫人及其家族 这家企业之所以与众不同 完全因为布鲁金夫人经营企业的方式 而且 为了确保其家人能继续成为公司运营的一部分 像他们过去数十年那样 巴菲特决定为布鲁金夫人及其家族 保留了20%的公司股份 在巴菲特收购之后 这家卖场继续成长 且非常成功 截至1986年 营业收入增加到1.32亿美元 税前利润则升到1800万美元 巴菲特评述道 内布拉斯加家居卖场 好像包揽了大阿玛哈地区 所有可能的业务 而竞争对手则在不停地进出 多数是离开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继他儿子之后 布鲁金夫人的孙子掌管了整个卖场的经营 不幸的是 布鲁金夫人和孙子之间就如何经营 公司爆发了争论 随着冲突升级 1989年 95岁高龄的布鲁金夫人在卖场的街对面 新开了一家竞争性的地毯商店 幸运的是 在巴菲特的帮助下 家庭矛盾很快得到了和解 这次冲突没有对这家企业造成持续的伤害 而且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生意好的令人难以置信 同样 布鲁金夫人也不可思议地活到了104岁 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 仍然十分牵挂着自己徒手创建的企业 一个现实版的美国梦 第十二章 1985大都会广播公司 沃伦巴菲特第一次投资大都会通讯公司 Capital Cities 是在1977年 当时 他以大约十倍税后利润的估值 投资了1090万美元 在那年的年度至股东的信中 他继续夸扎了大都会通讯公司的业务品质 以及由汤姆默菲领导的管理层 但是 巴菲特对大都会公司的大部分投资 是在1985年 也就是大都会通讯公司友好收购了美国广播公司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BC之后 我对这个案例的投资分析 主要集中于这个时间段 背景 美国广播公司当时面临着恶意收购的威胁 于是建议大都会通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汤姆 莫非考虑出手兼并 当时 恶意收购也并非罕见 而且 美国广播公司非常出名 是美国三家主要的广播电视之一 另外两家 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 巴菲特已经和莫非建立了师生关系 所以 顺理成章的结果是 当巴菲特建议莫非去找一个大星星投资者 为这家合资公司提供保护 免受恶意收购的侵袭时 莫非推荐巴菲特本人担当这个角色 这项交易于1985年3月18日宣布 巴菲特将在后文详述他的投资成为交易的一方 伯克希尔哈萨维以大约5.17亿美元的现金 购买了合并实体的300万新股 交易于1986年1月3日完成 大都会广播公司ABC 1985年的年度报告 为公司的基本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 而且 潜在投资者 还可以获得公司1984年 和1985年的详细财务信息 在第三页 年报对公司业务进行了分类 但不包括因为合并的法规要求售出 且已被停止的业务 在表12-1中 我概述了公司各个部门的收入和营业利润率 注意 对于利润率的计算 我根据各部门的收入 把集团的销售和管理费用进行了分配 另外 本帐文末 还附有上述1985年合并公司年报的财务报表 以及1984年美国广播公司年报的财务报表 表12-1 业务分布收入利润概览 1984年 图片 根据1984年的数据可以看到 虽然大都会通讯公司收购了美国广播公司 但是后者的业务体量却更大 美国广播公司的收入 占集团总收入的近80% 细税前利润占集团总额的59% 不过 也可以看到 大都会通讯公司业务的利润率更高 为了分析两家公司的业务部门 以及和并后的结果 1985年 集团年报的经营论数部分提供了详尽的信息 让我们从大都会通讯公司 1985年的广播电视业务开始 公司的这项业务 在美国拥有很多非常出色的电视台 和广播电台 不过 其中三个电视台和五个广播电台 要从大都会通讯公司剥离 而且 美国广播公司也要进行相近数量的同类剥离 产生于和并后的业务 详述于该年报第八页和第九页 这里最重要的是 它包括的八个电视台 供覆盖了约24.4%的美国电视观众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定 任何电视企业在主要影响地区最多 覆盖25%的电视家庭 合并后的大都会广播公司刚好达到了标准 这表示大都会广播 公司有法律允许的最大规模和渗透优势 更厉害的是 根据晚间新闻节目排名 剩下的八个电视台 都在各自的市场上占据了数一数二地位 且这些市场都是美国主要的大城市 这表明大都会广播公司和并后的电视资产 实现了一加一大鱼二的效果 形成了对观众和广告主有强大吸引力的 超一流的一组资产 广播电台业务的基本面 看起来也是相似的强劲 1986年年初 大都会广播公司拥有17个广播电台 其中7个在美国前10大城市都居领先地位 虽然按当时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要求 它剥离了部分广播业务资产 但公司仍拥有非常强大的资产组合 且会在监管下保持最佳状态 大都会通讯公司的出版业务 是传统出版业务的一个多元组合 包括像机构投资人这样的专业出版物 电子数据库和多份报纸 独立的报纸和杂志会详述经营评部分 不过这里的要点是 这部分业务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都在增长 而且他们在各自细分市场上保持着领先地位 为了就这一点进行概括 我复制了大都会通讯公司前10年出版业务发展的图示 建图12-1相关内容 详述于年报第12页和第13页的经营业务评数部分 很明显 出版业务收入和经营利润的年负和增长率 都达到了令人惊艳的20%以上 图片 图12-1出版部门收入和利润发展动态 1975-1985年 大都会通讯公司的最后一块业务是有限电视业务 在合并财务报表 付诸第11项的这部分业务数据中 可以看到1982年起有限电视业务第一次扭亏为盈 之后便和其他业务一样 收入和营业利润都一直保持着增长 但作为仅有500万美元营业利润的业务单元 它至今还是三个业务部门中体量最小的单位 只要看看大都会通讯公司的财务报表 就可以根据1984年年底的资产负债表数据 计算出公司整体业务的 以用有型资金收益率ROTC 鉴表12-2 表12-2 图片 计算出的有型资金总额是9.23亿美元 不过 这个总额包括4.82亿美元的无型资产 略高于总有型资本的一半 都是一些诸如广播电视执照 网络联营合同和出版特许权等的无型资产 尽管严格来说 这些资产并非商欲 但我倾向于认同管理层的观点 即他们的摊销在理论上不正确 因为这些资产的价值并没有随时间递减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类资产 我把公司管理层的相关注视 放在了合并财务报表付诸的第八项中 无型资产一 广播电视业务和几乎所有出版业务的无型资产 就是广播电视执照 网络联营合同和有效出版权 他们都被定义为稀有资产 生命周期长且具效益 历史上 这些资产都随着时间增值 根据会计准则委员会意见第17条 1970年以后被收购的无型资产 最多可摊销40年 即使根据管理层看法 这类资产也没有发生减损 有限电视无型资产 主要是与独立有限电视特许权相关的部分 在特许权的有效期内摊销 其他有限电视无型资产都在40年内摊销 在1985年12月3日 公司的无型资产如表12到3所示 表12-3单位 千美元 图片 亦根据大多汇通讯公司 美国广播公司1985年年报付诸第八项 保守但合理的调整 在计算以用资金总额时 仅考虑总无型资产的25% 所带来的结果如表12到4所示 表12-4 图片 对于税后利润 我使用基于 税税摊销前利润的税后 净营业利润 不计无型资产的摊销 然后再用1984年 约50%的通行税率调整 我同意管理层的观点 认为这些无型资产大多数 都不会随时间而减损 维护特许权和执照的费用 已经在利润表中体现 故不应该再将费用资本化 并在未来摊销 基于上述分析和估计的数字 1984年的税后 净营业利润 如表12到5所示 表12-5 图片 于是 以用有型资金收益率为1.486亿美元 每5.619亿美元等于26.4% 这个是基于无负债假设的 税后收益的数字 这个亮丽的收益率和业务的 双位数增长表明 这家企业本身就是一个 很好的资金复利生成器 更多的相关细节 参见大都会广播公司 1985年年度报告第20页 和第21页的10年财务概述 现在让我们转到 美国广播公司的业务 它最大的部门也是广播电视部门 除了前面提到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 该部门最大的部分 就是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络 这个电视网络业务负责分发 销售 播放公司旗下的娱乐 新闻和体育分布生产的内容 并在1984年的时候 覆盖了美国8490万电视家庭的99% 由于推出了王朝 Dynasty 被视为1984年 连续多周收视最高的系列节目 以及20分之20新闻 这样的王牌电视节目 公司在年报第二页就称自己是 连续八年来世界最大的广告媒介 不管是不是绝对领先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广播公司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与全国广播公司并列 当时是美国三大广播电视公司之一 随之而来的是规模优势 以及与内容供应商和广告主的溢价能力 1984年 美国广播公司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 获得了报道 当年南斯拉夫萨拉热窝 冬季奥运会和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特许权 于是 广告的大幅增加 对收入和利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1982到1983年 美国广播公司的收入已经增长了11% 但是 1983到1984年的这个数字 跃升到了27% 同样 营业利润增幅 也从7%跃升到18% 可想而知 在没有任何奥运会的1985年 这样优异的收入和利润表现也就没法再现了 鉴于当时的广播电视业务 还是美国广播公司的主要业务 潜在的投资者 可以简单分析 一下另外两个业务 出版业务和大都会通讯公司出版业务基本类似 包括了数个杂志 小众期刊和书籍出版业务 然而 对比大都会通讯 公司出版部门21%的营业利润率 这个部门却只有11% 意味着美国广播公司这块业务的经营水平要差些 或者优势较少 在表12-1的业务分布盖揽中 最后一个被称为其他的部门 包括了一系列有线业务 比如拥有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 ESPN 和一个电影制片厂 从基本面来看 由于有稳定的订阅量 有线电视似乎表现不错 但是当时这个部门还没有盈利 根据1984年的年报 和美国广播公司整体业务的财务数据 可以计算该公司的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 见表12-6 表12-6 图片 一美国广播公司 区分了与节目制作相关的节目 版权和与品牌相关的无形资产 前者既为资产 而后者不计 和大都会通讯公司做法相同 税后竟营业利润如表12-7所示 表12-7 图片 基于这些数字 可以得出 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为21.1% 这比大都会通讯公司略低 但仍高于20% 再次印证了其业务品质不错 这也和美国广播公司 是美国领先的电视网络商之一 拥有成功的电视台 广播电台和出版业务的地位相符 虽然1985年年报清楚地说明 一些业务会在1985到1986年间被剥离 但是大都会广播公司的主要合并实体 还是一个高品质的企业 这使得它和合并前的两家实体一样 还是一个有着高有型资金收益率的优秀富力成长企业 现在来看估值 根据大都会广播公司1985年年报第二页 合并的同时发行了300万合并公司的新股 融资5.17亿美元 这说明巴菲特支付的价格是每股172.5美元 这和1986年3月4日 伯克希尔、哈萨维给股东的年度信中所给的信息一致 在合并完成后 这些股份的权益正式生效 根据年报 1985年年底时 大都会通讯公司 已经有1308万股在外流通 作为合并的部分内容 还发行了一亿认股权证 赋予了股东以每股250美元的价格 购买制度290万股的权利 也就是说 发行时它仍是各家外齐全 但一旦合并后 公司的股价升至每股250美元以上 它就会有稀释性 所以当合并完成时 公司股东将会面临约1600万 流通在外普通股和稀释齐全 当股价升至每股250美元后 股数会进一步增加到约1900万 处理1600万股还算简单 合并后任何收益就仅仅在这些股份中分配 而不是之前的1300万股了 认股权证的费用就是另一回事了 鉴于期权的价值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所以有许多方法确认期权价值 现在通用的方法是使用布莱克斯科尔斯 公司计算在外流通期权的价值 并确认负债 由于这种方法做了诸如股票被塔值的许多假设 我认为值得质疑 且当时未被广泛接受 于是这里不选择这种方法 由于这些期权已经有市场交易 所以计算这些期权价值的另一个方法就是 直接使用每个认股权证34.48美元的价格 也就是说290万股份总计1亿美元 第三种方法也是最保守的方法 就是确认最大稀释程度的完整影响 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所有的认股权证都被刑权 股份数将增加到1900万 此时就要把额外的追缴资本加到经现金里 也就是290万股乘以250美元 即7.25亿美元 然后就要考虑对1900万在外流通股份的稀释影响 当然现实中 实际期权成本是取决于股价变动的 如果股价一直不超过每股250美元 期权将没有价值 同样的如果股价增加到每股1000美元 期权将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作为开始 我先假设有1600万在外流通股 认股权证的成本为1亿美元的表外负债 根据年报提供的信息 企业价值F计算如表12到8所示 表12-8 图片 依旧净金融负债来说 我计算的数字都是基于 198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 和合并交易融资中的额外债务 相关的计算包括 7.688亿美元的现金和短期投资 减去7.142亿美元的未偿债务 减去2.50亿美元的占用现金 减去1375美元的额外债务 减去3.575亿美元的商业票据 1984年年底 美国广播公司自身没有大额债务 我假设这次合并也没有带来其他的额外债务 估值的第二部分涉及盈利 因为大都会广播 公司将在合并中剥离相当数量的业务 合并后的营业利润与经利润 应会比二者 在1984财年合并的参考数字要小 这个数字 根据钱表12到1所示 是6.453亿美元的营业利润 并且 根据无形资产摊销和利息的调整 得到稀税摊销前利润 反映企业无负债的盈利能力 1985财年的稀税摊销前利润 是5.776亿美元 因为不知道玻璃部分的准确价值 我所做的估算是 合并后 时间段与计算企业价值 F的时间段一致 玻璃的美国广播公司业务 大概占稀税摊销前利润的26% 即大约1亿美元的稀税摊销前利润 这个假设的基础 是1985年年报中的相关陈述 在合并前 通过玻璃资产筹集9.20亿美元现金 作为合并前的投资者 这是大概能得到的信息 这个数字是收购美国广播公司总价 35.2亿美元的26% 如果我们假设大都会广播公司 玻璃业务 所用的估值倍数于整体业务的相同 那么相关的稀税摊销前利润 应该是5.776亿美元 为了调整利息费用 和计算所得税 和摊销前利润 BTA 还需要考虑新公司负担的额外负债 假设平均债务成本为10% 根据未尝负债的条款来看大致准确 20.27亿美元的净负债 带来了约2亿美元的利息费用 调整过这个数字后 所得税和摊销前利润为3.776美元 假设整个集团的税率为49% 1984财年大都会通讯 公司税率为50% 美国广播公司税率为47% 则调整后净利润为1.926亿美元 若以1610万份在外流通股计算 每股的收益为12.0美元 我将这个数字作为调整后的每股收益 当转到企业价值税税摊销前利润 ABITA指标时 相关的内容如表12到9所示 根据企业价值税税摊销前利润的数据 大都会广播公司的价值似乎被低估了 但没有很离谱 从积极的方面看 公司业务的确品质上乘 而且 由于较高的已用有形资金 收益率和大于10%的年均增长率 公司是一架现实的复利生成器 从消极的方面看 税率几乎是50%的时候 一个8.3的企业价值税摊销前利润 就不是很低的估值倍数了 再看是盈率 内容如表12到10所示 这和企业价值税税摊销前利润一致 对于一个业务本身非常优秀的公司来说 巴菲特似乎支付了一个合理 但并不便宜的估值倍数 可能有人会说 合并后的公司比之前两家的合计效果更好 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考虑到协同效应 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而我通常不希望评估一件有可能 但是还没发生的事情的价值 从负面的角度看 可以说1984年 显然内涵了美国广播公司的奥运效应 使它的内生盈利能力被高估 因此当我们看14.4倍的是盈率的时候 要记住这一点 表12-9 图片 表12-10 图片 鉴于支付的是一个合理但不便宜的估值倍数 那么 巴菲特投资大都会广播公司的逻辑看起来是 合并后的公司会是一家品质卓越的企业 合并前 两方各自都有高速 稳定的增长和较高的有形资金收益 且持续了较长的历史 此外 是这两家企业成功的原有规模 和市场领导地位 只会在合并后得到加强 同时 必须提及的是 巴菲特当时已经熟知了大都会通讯公司CEO 汤姆莫菲的管理能力 他也是合并后新公司的领导者 巴菲特在1986年3月4日至伯克希尔 哈萨维的股东信中谈到了莫菲 他说道 我观察大都会通讯公司的管理层 已经很多年了 我觉得它是美国上市公司里做的最好的 就数字来说 根据爱丽丝·施罗德滚雪球 Snowball 一书中记载的故事 查理芒格曾写信告诉巴菲特 自1958年以来 连续25年 汤姆莫菲让大都会通讯公司的内在价值 以每年23%的复利增长 总而言之 巴菲特为投资大都会 广播公司支付了某种程度上的合理价格 因为他对公司的业务品质和管理层 有足够的信心 在得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他就以每股175.25美元的价格 购买数量不菲的股份 最后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 在买入之前 巴菲特似乎并不那么在乎股价 因为1984年大都会广播 公司的股价都在123.5到174.5美元间波动 也就是说 巴菲特的出价略高于那年的52周的最高价 见表12-11到表12-15 表12-11和并利润表 大都会广播公司 1983到1985年 图片 资料来源 Capital Cities ABC Inc.1985 Annual Report 22 表12-12 现金流量表 大都会广播公司 1983到1985年 图片 资料来源 Capital Cities ABC Inc.1985 Annual Report 23 表12-13 合并资产负债表 大都会广播公司 1983到1985年 图片 易检区坏账准备 6745美元 1985年 7369美元 1984年 二扣除累计贪销额 8103美元 1985年 61497美元 1984年 3239万5831股 1985年 2526305股 1984年 资料来源 Capital Cities ABC Inc.1985 1985 Annual Report 24到25 表12-14 合并利润表和流存收益表 美国广播公司 1982到1984年 图片 资料来源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 Inc.1984 Annual Report 53 表12-15 合并资产负债表 美国广播公司 1982到1984年 图片 去 图片 去 图片 资料来源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ies Inc. 1984 Annual Report 54-55 第十三章 1987 索罗门公司 优先股投资 在投资索罗门公司 Salmon Inc. 前 巴菲特与该公司保持着长达十年的亲密关系 索罗门公司 建图13-1 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 Geico 更有亏为营中起了关键作用 约翰古弗兰 当时是公司的高管 后来成为索罗门的首席执行官 出售确保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融资 使其出现转机成为可能 正如巴菲特给股东的信中所描述的 正是通过这一经历 巴菲特开始相信 古弗兰 是一个能干果敢的高管 1987年9月 索罗门公司得到消息称 罗纳德佩雷尔曼 在讨论收购索罗门的大额股权 佩雷尔曼是收购大王之一 曾于1985年收购陆华农 Revlon 由于管理曾担心潜在恶意收购 所带来的问题 首席执行官古弗兰需要募集资金 阻止一位南非投资人 把其持有的百分之 12到14%公司股权 卖给佩雷尔曼 在几次讨价还价后 巴菲特作为一个白衣骑士 同意投资索罗门 将佩雷尔曼拒之门外 1987年9月下旬 巴菲特公布了这笔交易 他以7亿美元投资于索罗门的 可转换优先股 股力为每年9% 在三年持有期后 巴菲特可以选择 将7亿美股38美元的价格 转换为普通股 否则 优先股将在1995年开始的 五年期内赎回 据说 巴菲特告诉股弗兰 他很乐意购买7亿美元的 索罗门优先股 只要有15%的投资收益 最终 为了能得到预期15%的收益率 选定了可转换证券的形式 作为一种投资工具 可转换优先股 世上可探更高收益的固定收益证券 下有强力保护功能的公司股权投资 以几乎确保的固定现金流的形式体现 先撇开当时恶意收购 和白衣骑士投资所引起的轰动不谈 在1987年 从纯粹投资角度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索罗门公司 看看1986年的年度报告 简图13-1 这是当时投资者能得到的最新信息 就会发现 业务分布报告显示 当时 索罗门的业务被分为三个主要的经营单元 简表13-1 表13-1 经营单元概览 1987年 图片 图片 图示3-1 资料来源 Selleman Inc.1986 Annual Report 证券业务是公司当时最大的经营单元 在年报的第一部分 约翰古弗兰论述了这项业务当年的发展情况 并披露除了主要的美国业务 证券分布还有众多的海外子公司 诸如 位于伦敦的索罗门兄弟国际有限公司 位于法兰克福的索罗门兄弟公司 以及位于东京的索罗门兄弟亚洲公司 就业务行为而言 年报显示 索罗门证券业务聚焦的是一套组合业务 核心是投资银行业务 比如债券和股票承销 交易商做市商 相关的市场研究 这份年报披露 在1986年的美国资本市场 索罗门公司承销 或联合承销了764个公司发行项目 发行规模合计超过1000亿美元 其中公司债发行617起 规模合计862亿美元 反映了索罗门公司在债券市场的专长 其余的很大一部分是股票发行 这是索罗门声称要获得领导地位的领域 在年报中 索罗门强调 其在做市商和交易处理方面的专业能力 介绍了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当时历史上一宗最大规模的交易 纳威斯达国际公司4.88亿美元 4880万股的大宗交易 古佛兰还论述了公司的研究能力 而且公司正在增加对国际市场的覆盖面 主要聚焦于日本公司的研究 东京以及欧洲公司的研究 伦敦 总而言之 这份年度报告将其业务描述为以交易为基础 以生育 人才和关系作为核心资产 在1987年 如果作为一个潜在的投资者 我的结论是 索罗门公司 是一家运营良好且具有全球业务的企业 然而 相比于华尔街同行 它并没有太多结构性的优势 在这份年报中 索罗门公司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业务都较小 所设比目不多 在此 商业融资业务 被描述未向企业发放短期贷款的业务 主要客户来自欧洲和亚洲 包括公司 银行 政府和金融机构等 与1985年相比 1986年该业务的税前利润还有点下降 从1.82亿美元降到1.73亿美元 最后一个业务被称为非布罗能源 根据年报 非布罗能源拥有实体炼油厂 经炼能力每天超过20万桶 事实上 它作为一个全能的炼油厂 可根据客户的要求 提供从原油到成品油的一系列产品 除链油外 非布罗能源还有大宗商品交易业务 石油和非石油商品的套期保值 中介经济和一般交易 该报告披露了索罗曼公司的能源业务 严重萎缩 与前一年相比 税前利润 从1985年的1.19亿美元 下降到1986年的0.33亿美元 但是古福兰认为该业务第四季度相较第三季度已有改善 他希望这一业务能继续走向复苏之路 在评估商业融资业务和能源交易业务的内在品质时 潜在投资者可能会认为他们与证券业务类似 所罗门的商业融资业务和能源业务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它比大多数同行有更大的网络 但在很大程度上 这两个业务的业绩主要取决于良好的执行力 而不是结构优势 此外 还必须研读所罗门公司的财务报表 根据表13-2转载的部分财务数据 所罗门公司的收入连续5年保持增长 从1982年的29亿美元 增加到1986年的68亿美元 这种增长的幅度与所罗门公司总资产的增长相匹配 其总资产从1982年的400亿美元 增加到1986年的780亿美元 然而 所罗门公司的盈利能力却有一定波动性 虽然1982年和1983年的净利润率 分别为11%和15% 但1984年的净利润率却降至5% 净资产收益率 ROE 是衡量金融机构业绩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对于这个指标 所罗门公司在1982年和1983年 取得超过20%的业绩 而在1984年则小于10% 在1986年 其净资产收益率又上升到16% 考虑到当时的十年期 政府债券利率为7%到8% 16%的净资产收益率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业绩 表示3-2 5年财务报表摘要 1982到1986年 图片 助 为了涵盖大宗商品交易 得到毛利 中计了1986年之前的收入 扣除特殊项目后 1984年经利润为2.24亿美元 约和基本每股收益1.55美元 攀包每股收益1.45美元 特殊项目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冲销 和非能源的大宗商品业务的重组 资料来源 Selleman Inc.1986 Annual Report 1 在评估金融机构时 另一个有用的指标是资产收益率 ROA 然而 对于所罗门公司而言 资产负债表上的很多资产都是贷出售的存货 或因投资银行业务交易而在实际 在所罗门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存货上的资产 具体而言 在所罗门公司782亿美元的总资产里 有425亿美元是作为存货的债券 股本 大宗商品 还有188亿美元 是签有回购协议的证券 因此 对所罗门公司而言 资产收益率没有多大作用 因为其持有的大多数资产 将不会为公司带来投资回报 在后文讨论巴菲特投资富国银行的案例时 我将更详细地讨论资产收益率 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问题 在所罗门公司这个案例里 人员和业务交易才是最重要的 该公司的净固定资产合计 只有3.11亿美元 很显然 公司不菲的盈利能力 是其员工努力工作的结果 正因如此 年报指出 所罗门公司是一个运营良好的企业 但特别依赖业务执行能力 鉴表13-2 就估值来说 从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出 1986年第四季度 所罗门公司的股价 处在38到44美元的范围内 到1987年中期 情况就很清楚了 这一年对金融机构而言 都是困难的一年 在这一年的9月25日星期五 巴菲特收购公告发布前 所罗门公司的收盘价位 每股32美元 虽然这只股票 有明显的价格波动 事实上 像所有其他美国股票那样 在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 所罗门的股票变得十分便宜 但在1987年前三季度 潜在投资者所见的这只股票的价格 为30到40美元 就巴菲特投资索罗门公司 可转换优先股的每股38美元 转股价 相关的估值如表13到3所示 表13-3 公司市价总值的计算 图片 亦基于1986年 贪薄每股收益的平均流通股数 详见索罗门公司 1986年年报第38页 由于索罗门公司是一个金融机构 因此市盈率和市净率 对于评估该公司的价值至关重要 见表示3-4 由于金融机构的财务杠杆和利息收入特点 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倍数 FVBIT 对于评估公司业绩的相关性要小些 表示3-4 图片 基于1986年的历史净利润 索罗门公司的股价对应11.4倍市盈率 对于这个运营良好 但缺乏内在结构性优势的企业 如果当时审视这笔投资 我认为索罗门公司 是一个估值合理的投资标的 如果按照每股30美元的价格 基于1986年全年利润的市盈率将是9倍 如果1986年的净资产收益率16% 代表正常水平 那么索罗门公司将具有非常好的投资价值 见表13-5到表13-6 表13-5 利润表 1984到1986年 图片 一为了涵盖大宗商品交易 得到毛利 重继了1986年之前的收入 二 1986年的特殊项目 主要包括与非能源的大宗商品业务 重组相关的5400万美元成本 以及与退休计划结束相关的5000万美元利得 1984年的特殊项目主要包括3.07亿美元 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冲销 以及非能源的大宗商品业务的重组成本 三净利润与平均在外流通普通股股数之地 刺激于流通普通股的平均预估数 假设可转换证券全部转股 且具有稀释影响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 采用净利润 外加基于可转换证券的权益的税后影响调整 数 1986年为400万美元 1985年为500万美元 1984年为700万美元 资料来源 Selleman Inc.1986 Annual Report 38 表示3-6 资产负债表 1985到1986年 图片 资料来源 Selleman Inc.1986 Annual Report 36到37 就市净率来说 基于每股38美元的价格 市价总值将达到59亿美元 鉴于股东权益总额为35亿美元 则所罗门公司的市净率估值倍数为1.7倍 对于一个16%的净资产收益率的企业来说 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当然 每股30美元的价格 对应1.4倍市净率 会更诱人 除了考虑市盈率和市净率估值 我认为 还应该分析索罗门公司的历史增长情况 该公司的收入增幅不小 但每股收益增幅却没那么给力 由于当时的经营环境好像不太好 因此 我在评估索罗门公司的公允价值时 只会有限度地考虑增长这个要素 由鉴于此 在面临1987年的这个投资决策时 我会犹豫于1.5倍市净率 1.5倍市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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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指的投资标的是这家公司的普通股 以我之见 在这项投资中 巴菲特最看重的 一定是其优先股的固定收益特性 同时 想在这种优先股可转换特性的框架内 顺便把握一家运营良好企业普通股的潜在机会 如果从伯克希尔给股东的信中寻找相关线索的话 巴菲特确实把索罗门公司的投资 首先是作为一个债券类产品看待 他说 很大程度上 这一投资属于中期固定收益证券类别 此外 我们还拥有一个有益的转股机会 这比对索罗门公司的投资 反映了巴菲特一个更加明显的投资趋势 即通过可转换的优先股来进行投资 这种方式不仅易于行业的通行做法 而且也不同于巴菲特 此前通过普通股投资的风格 在1989年给股东的信中 巴菲特指出 尽管对于具有极好前景 却被市场低估的公司而言 可转换优先股投资可能无法匹配潜在的回报 但他仍然预期 这些投资能够取得高于固定收益 投资组合的收益 此外 这些投资也与巴菲特的导师 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看法一致 即一个真正的投资必须有两个特质 一定程度的本金安全性 以及令人满意的回报率 在巴菲特投资后 这个投资标的忽然演绎出了一个跌宕起伏 眼花缭乱的故事 在巴菲特宣布投资索罗曼公司不久 首先 接踵而至的是1987年10月的股市崩盘 刚开始 巴菲特并没有太大的理由过分担忧着比投资 股价暴跌后 优先股似乎不太可能被转为普通股 但其固定收益特性 将继续保证每年9%的股利 不过 在随后的几年里 一场风暴意外的一路袭来 在1991年8月 索罗门公司公告 该公司违反了美国财政部的债券拍卖规则 因此 公司高管引就辞职 该事件始于一个不诚实的员工 保罗莫泽 提交虚假报价 随后 发展到被公司管理层掩盖 一层层升级 直至把股幅蓝眼囊括其中 这场危机变得极其严峻 以致美国财政部一度威胁 要取消索罗门公司国债主要交易商的资格 在随后的很多书中 都会声会色地描述过这个例行故事 包括马丁麦耶所著的《华尔街噩梦》 但相关的要点都不外乎 在这桩丑闻的重压之下 索罗门公司已经被逼到了破产倒闭的边缘 几年后 作为临时董事长的巴菲特掌控了索罗门公司 以诚信为第一原则 重塑了整个企业 最终 索罗门被罚款2.90亿美元 古夫拉恩也因此离开公司 在1997年 旅行者集团 Travelers Group 以90亿美元的对价收购了整个索罗门公司 1991到1992年 在花了9个月时间掌管索罗门公司之后 巴菲特回到了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继续扮演着原来的角色 1998年 旅行者集团与花旗公司合并组成了花旗集团 该集团现今仍然存在 而且包括了原索罗门公司的业务 从财务角度看 巴菲特的索罗门投资遭遇了巨大麻烦 但伯克希尔最终还是赚钱了 除了转股之前所得的9%的稳定股力 巴菲特还行使转股权 总的来说 这可能是巴菲特最初的分析预期 没能实现的投资案例 可能这种分析听起来没有问题 但巴菲特选择的交易结构 和后续对局势的影响力 最终减轻了本会使他遭受的重大财务损失 第十四章 1988可口可乐公司 1988年秋 郭斯达和唐纳德基奥 分别是可口可乐的董事长和总裁 注意到有人在大量购买其公司的股票 后来得知那人就是沃伦巴菲特 那时相较于1987年黑色星期一崩盘前的高位 可口可乐股价已经跌去了25% 而巴菲特正在尽可能地增持 到1989年春 巴菲特已经拥有可口可乐 约7%的股份 平均成本约为每股42美元 封建的笑话说 就巴菲特来说 极爱喝樱桃味的可口可乐 这是肥水不留他人甜 对1988年的潜在投资者来说 可口可乐 建图14-1 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这家拥有辉煌历史的公司 当时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发展 作为一家销售专利药银的企业 改公司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 但到20世纪40年代 可口可乐公司已经成为国家的标志性企业 1919年 可口可乐公司在股票交易所上市 到了20世纪80年代 它已成为一家根基稳固的跨国企业 根据公司1985年年报 可口可乐当年软饮的海外销量 已经达到总量的62% 图片 图14-1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也是可口可乐与其对手百事可乐的 可乐战熬战正汉的十几年 1975年 百事可乐公司推出百事擂台 即在全美国的大型商场 进行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口感盲测 由于不少品尝者偏好更甜的饮料 百事可乐在此次挑战中 赢得了多数参与者的喜爱 到20世纪八十年代 这次成功的广告营销是可口可乐的形象受损 并使百事可乐 从可口可乐那里赢得一些市场份额 在1985年 随着新可乐的推出 这两家公司的较量达到了高潮 新可乐对原可口可乐配方进行了较大的改动 口感盲测的结果超过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原因可能是新可乐比之前的可乐要甜得多 不过 这就出现了一种尴尬 可口可乐在之前的营销推广中 区隔自己与百事的亮点就是甜度较低 虽然早期对新可乐的接受还不错 但一群嗓门很高的少数派顾客 很快便开始要求老可乐的回归 老可乐的形象过于根深蒂固了 以至于尽管新可乐在口感盲测中略胜一筹 但有些老客户依旧强烈要求老可乐重回市场 如今 这番折腾已作为市场营销教科书中的标准案例 1985年7月10日 老可乐更名为经典可口可乐 重新上架售买 即至1985年12月 据说 经典可口可乐的销量已经领先于新可乐和百事可乐 公众的看法似乎是 虽然新可乐的推出显然是营销的物招 但可口可乐的品牌强大 到足够消除它的消极影响 这就是巴菲特1988年投资可口可乐时的公司经营背景 此时 还有两个与投资者相关的情况 1982年 可口可乐公司已经推出了建议可乐 1985年 推出了樱桃可乐 即至1988年 建议可乐毫无悬念的发展 成了公司的明星产品 当时在投资者可获得的公开文件中 最有价值的信息就是1987年年报 1988年设法解读这家公司的投资者 能够获得的最新的完整年份报告 在第六页 郭斯达 董事长兼CEO 说道 可口可乐主要业务是销售软饮料 这项业务的营业利润占总额的95% 当时 可口可乐公司的整体业务结构如表 14到1琐事 表14-1 经营分布概览 图片 资料来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可口可乐公司的经营利润 绝大部分来自软饮料事业部 潜在投资者可以集中精力分析这个部门 从年报的第八页开始 管理层把核心软饮料业务的主要内涵描述如下 一项灌装厂 这类客户销售软饮料 糖浆和浓缩液 二打造可口可乐特许经营品牌 刺激终端消费者的购买 管理层还给出了1987年清晰的运营指标 销量总体增长6% 鉴于软饮料事业部的收入增长了10% 我们可以由此推断 1987年的平均价格增长了4% 能够同时涨价和提升销量的公司 通常拥有较强的市场地位 所以 1987年可口可乐公司软饮料事业部的营业利润 增长了21% 就不足以为其了 除了它能以更高价格卖出更多产品的相关信息之外 公司管理团队还以国家地区为单位 分别提供了销量的动态数据 建图14-2 信息来自1987年年报第八页 图片 图14-2 可口可乐的全球销量 仅是这个图就可以帮助当时的潜在投资者 更好地了解可口可乐业务 在国际市场的显著增长 这里可以引出一个非常清晰推论 1987年 美国之外的人均可乐消费量 要明显少于比美国市场 因此 该业务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 这个推论被相关数据所证实 有数据显示 在众多绝对消费量较低的国家地区 西班牙 日本 巴西和中国 都实现了年销量两位数的增长 当时 精明的投资者 是不可能忽视这些市场销售潜力 在表14-2中 我展示了1985到1987 年间软饮料市业部的数据 并假设1985到1987年 国内和国际收入增速 持续到1990年的情况下 推算了1987到1990年那些数据 将会是多少 请注意 我没有基于1987年的水平 推算利润率的增长 我相信这些预测都是很保守的 因为有分销网络和提价能力的企业 本质上具有 以更高利润率销售 更多产品的潜力 表14-2软饮料分布数据 1985到1987年 图片 资料来源 基于可口可乐公司 1987年年报中附入的信息 正如你所看到的 即使没有更高利润率之汇 但应该如此 但由于国际业务 在未来几年的增长 公司核心软饮料市业部的 稀税前利润 将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 实际上 国际业务 也已经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支柱业务 并且 收入和稀税前利润的增长 远远超过20% 不用细究财务细节 将在这章稍后讨论 对于当时的投资者来说 可口可乐公司 明显是一个风投正进的卓越公司 管理层还论述了公司 在世界各地市场的积极进展 公司在德国的一些重组 在日本 菲律宾和巴西的内生增长 他们还提到 冠装厂的持续整合 以带动分销效率的提升 所有这些都是积极的 不过只是锦上添花 很好 不过 只是强化了可口可乐 是一家卓越公司的结论 很明显 软饮料事业部 对可口可乐公司 整体财务状况影响巨大 因此 管理层对另外两个事业部 食品和股权投资 的阐述就不那么详细了 关于食品事业部 它的业务主要 是美资源品牌果汁的营销和生产 具体来说 食品事业部的业务 以前主要是销售冷冻浓缩果汁 但现在正进行重组 已把业务转到销售冷藏果汁上来 管理层注意到 虽然美资源 在冷冻浓缩果汁领域 是市场的领导者 但他在冷藏果汁领域只排第二 而冷藏饮品更受美国消费者欢迎 而且增长更快 正因如此 公司管理层投入大量资源调整业务 并支持推出新品 在财务方面 虽然食品事业部的收入增长了7% 从13.2亿美元增长到14.1亿美元 但营业利润 却从1.2亿美元降至0.67亿美元 在调整了关于部门重组的 0.36亿美元准备金之后 营业利润的负值降低了 但仍然减少了0.17亿美元 总之 这个事业部看起来似乎经营状况不佳 但扭转颓势的战略很合理 最后的事业部股权投资事业部 是可口可乐公司持有的少数股份权益的经营管理部门 首先 它包括可口可乐公司在主要的冠装伙伴公司 美国可口可乐企业集团和加拿大 DCC 饮料公司持有49%的权益 它还包含下数其他冠装公司中更少的权益 可口可乐冠装公司 约翰斯顿可口可乐冠装集团 纽约可口可乐冠装公司 以及一些海外冠装公司 除了持有冠装公司的股份 可口可乐公司还持有哥伦比亚影视娱乐公司 49%的股份 哥伦比亚影视娱乐公司源于1987年9月 哥伦比亚影视公司和三星公司 TriStar的合并 自从1982年起 哥伦比亚影视公司由可口可乐公司全资控股 三星公司则是由可口可乐公司持有部分股份 当时哥伦比亚影视娱乐公司 已经是主要的电影制品公司之一 且拥有300家连锁影院 虽然上述这些公司都为并表 即可口可乐公司的收入和利润不包含他们 但他们显然是具有价值的大型成功企业 在分析可口可乐公司的详细财务信息之前 我想简要地讨论一下 当时的潜在投资者 会如何看待那是可口可乐公司的管理团队 自1980年起 郭斯达就任职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兼董事会主席 自1981年起 唐纳德基奥就任职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兼总裁 因此在1988年年初 尽管在他们任期里 媒体的报道并不总是好的 但管理团队显然是得到时间验证过的 而且还有着极好的财务业绩 1985到1987年的财务报告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管理团队是专注于股东回报和核心运营指标的 例如在对自己业绩的整体评估中 他们详细阐述了三个指标 表明他们关心股东的资本回报和有形现金收益 建图14-3图片 图14-3主要财务指标 现在让我们转到公司1987年的财务报表 在这份年报的34页和35页上 10年摘选的财务数据显示 在过去10年中除了1982年 该公司每年的收入都保持增长 而营业利润除了1984年 其他每年也都保持增长 至于每股收益 该公司拥有过去10年每年 都保持增长的完美记录 这些财务数据 让人联想到巴菲特投资美国运通时 该公司的财务状况 而且 对当时的任何分析师而言 这些数据 都是发展极为稳定的公司的明显标志 同样 可口可乐公司的实际数据显示 1977到1987年 公司收入和每股收益 平均每年增长12% 这没有考虑此期 少数股东权益变动 或分拆业务的颠付费用 聚焦1987财年 基于每个单独事业部的不菲业绩 前面已经论述过 可口可乐公司总体收入同比增长10%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12% 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 更为重要的是 要基于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指标 来分析企业创造富利的能力 在1987年年末 资产负债表显示 可口可乐公司拥有的以用有形资金 如表14-3所示 表14-3 图片 税后净营业利润 NOPAC的计算如表14-4所示 表14-4 单位 百万美元 图片 一件于贪销金额有限 我将可口可乐公司报告中的营业利润看 作息税贪销前利润 并对特殊项目进行调整 二 1986年10月 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 TRA-86 通过 法案将最高公司税率从46%降低为34% 1987年是过渡的一年 潜在投资者应预料到 1988年的最高税率为34% 基于这些数据 可口可乐公司的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 RQC 为55.5% 这远远高于20% 我个人内心衡量 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的高标杆 这表明可口可乐公司既能经营轻资本的业务 同时还能获得极强的盈利能力 相对于资本密度而言 显然不将关联的冠装场合并报表 帮助可口可乐提升了上述指标 从内部复利角度看 因为享有高于10%的年增幅和很高的 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 可口可乐公司创造复利的能力非常强 作为一名潜在投资者 在进行上述分析之前 我就知道可口可乐公司是个基本面很好的公司 分析了这些数据之后 我的结论是 可口可乐的确是一家令人赞叹的企业 最后我们还得看看 对于当时潜在投资者而言 投资可口可乐的估值水平 在这份年报中 可口可乐披露了公司股价52周的最低价 最高价和年终收盘价 在1987年 最低股价是29美元 最高股价是53.13美元 年终收盘价为38.13美元 假设1988年年初的股票价格 大致在上年年终股价的上下范围内 那么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价对于潜在投资者而言 大约是每股40美元 实际上 虽然当时的投资者 无法阅读巴菲特1988年 至股东的信 但上述估算的价格 与巴菲特 在1988年投资可口可乐公司的成本 是一致的 在致股东信中 他介绍 当时投资的价格是每股41.8美元 继于年度报告中给出的其他详细信息 可口可乐的企业价值 F 计算如表14.5所示 表14-5 计算企业价值 图片 一 1987年年底 以发行股票数量为3.72亿股 以发行的股票期权为0.056亿股 由于股票期权的执行价在10-45美元 我认为应有0.03亿股 被计算在已发行股票里 二净金融债务是基于下述数字算出 16.85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和债务 2.13亿美元的一年内到期长期债务 8.03亿美元的长期债务 10.17亿美元的现金余额 4.5亿美元的有价证券 以及0.04亿美元的退休金负债 就像前文在阐述财务业绩时所计算的 调整特殊项目后的息税 摊销前利润为13.6亿美元 为了得到企业价值息税摊销前利润 FFITA 计算如表14-6所示 表14-6 企业价值息税摊销前利润倍数 图片 这个1987年的企业价值 息税摊销前利润数字 意味着可口可乐公司 是以11.9倍的企业价值 息税摊销前利润的估值进行交易的 这显然是个不便宜的估值 但在估算这个倍数时 有几个为并表的实体价值没有记录其中 现在让我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就理想的角度来说 对于为并表实体的价值 特别是那些上市实体 可以基于他们的市场价值进行部分加总估值 鉴于很难得到那些数据 我会按照可口可乐的处理方式 考虑他们的资产价值 要清除这些数字 多半都低估了那些为并表实体的市场价值 作为这种情形的例证 可以看看可口可乐公司 1987年年报的合并财务报表付诸的第三项 在阐述其所持的TCC 饮料公司的部分上市权益中 当可口可乐把他们从历史成本转换到市价 进行重新估值时 确认了一笔会计收益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数据 为并表的实体价值是25.48亿美元 如果我们在企业价值里减去这部分 则可口可乐的企业价值 将减少为136.89亿美元 那么 调整后的企业价值 吸税摊销前利润的倍数如表14-7所示 表14-7 调整后的企业价值吸税摊销前利润倍数 图片 10.1倍的企业价值 吸税摊销前利润依然不是非常便宜 但鉴于这家企业的品质 这看起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价格 假设那些以成本法计量的微并表的实体 还有更多的隐藏价值 那么 调整后的企业价值 吸税摊销前利润的倍数将会更低 就是盈率倍数 我既计算了年报数字 也计算了调整后的数字 在市价总值中减去微并表企业的价值 调整后的市价总值 是124.52亿美元 那么 由此得到的调整过的股价 是33.2亿美元 所用的流通股数量是3.75亿股 可口可乐公司的市盈率倍数 与企业价值 吸税摊销前利润倍数应该基本一致 应该指出的是 由于美国在1988年 开始实行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率 因此即使净利润相同 它的美股收益在1988年会高一些 在不考虑任何增长的情况下 潜在投资者算出的1988年的市盈率 应该低于13.7倍 尽管如此 正如10.1倍的企业价值 吸税摊销前利润倍数那样 13.7倍的市盈率 仅对真正卓越的企业 如可口可乐公司 才是个不错的价格 见表14-8 对没有增长的企业 当时保守投资者 今天也一样 投资价格不会超过约7倍的企业价值 吸税摊销前利润或10倍的市盈率 由鉴于此 我的结论是 巴菲特索富价格里考虑了该公司的增长 当时很明显 可口可乐的核心软饮料业务 正受惠于多番驱动之态 亦由欠发达市场 较以前更高的人均消费量 所驱动的国际扩张 以及二游分销 网络整合 和新增网络密度驱动的效率 持续提升 此外 可口可乐公司的增长既有很长的历史持续性 而且未来几十年的前景也很清晰 最终 投资可口可乐公司成为巴菲特 以一个非常公允的价格 也是大部分投资者认同的 投资了一家卓越企业的经典案例 表14-8 是盈率 图片 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的传奇还有续集 1988到1989年 他对可口可乐公司继续投资了超过10亿美元 这几乎大约是当时伯克希尔公司 全部市值的25% 从事后的角度看问题很容易 在巴菲特可口可乐这项投资中 我们能看到他那奇迹般准确的预测 和所获的丰厚投资收益 然而 若不做事后 诸葛亮 从这一案例中 我们所学到的另一个点是 要从假风险中识别出真正的风险 很明显 当时所有的媒体报道 和一些市场份额数据显示 在20世纪80年代 可口可乐公司的确正面对来自百事可乐的激烈竞争 然而 相关历史数据表明 那是并未有相互伤残的竞争大战 从母公司的角度看 可口可乐最大的业务是国际业务 而且作为一个整体 国际业务和可口可乐在那几十年发展极加 虽然有人也许会说 巴菲特仅仅在新可乐事件后的1988年进行了投资 但在我看来 这里蕴含的更大的经验是 巴菲特能专注于那些扎实的数据和整体情况 鉴表14-9到表14-11 可口可乐公司是一家卓越的企业 过往非常成功 而且 在未来会更加成功 表14-9 财务概要 1977到1987年 图片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 The Coca-Cola Company 1987 Annual Report 34到35 表14-10 合并资产负债表 1986到1987年 图片 去 图片 资料来源 The Coca-Cola Company 1987 Annual Report 36到37 表14-11 合并利润表 1985到1987年 图片 资料来源 The Coca-Cola Company 1987 Annual Report 38 随着规模的增长 伯克希尔哈萨维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 就已经有了数十亿美元的价值 在此之前 巴菲特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投资人 首先扬名于投资界 随后成为今天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这个阶段 巴菲特投资了更多的私募交易 同时 也购买了一些声名显赫的大企业的股票 此期 巴菲特的一个核心行为特征是 由于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成长壮大 他的投资规模进入了巨量的级别 这种巨额资金的投资带来了潜在的挑战 同时 也那些潜在的优势 更多的资金 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机会和提供 更多资金的能力 在竞争对手无法匹敌之时 在这个年代的后期 巴菲特忙于寻找配置 这些大笔资金的最佳方式 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 设法卸下猎项之枪 与此同时 他还在继续着力于从内生机制的角度 构建伯克希尔的核心业务 尤其是保险业务 1989到2014年的经济背景差异很大 至少可以说 是变化多端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 联军进入了第一次海湾战争 同时 美国进入了一个全面 但短暂的衰退 这时的股票价格崩盘 其中也包括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 它的价格较前一年的跌幅相当大 按照借用战争恐慌购买的经典含义 这是一个收购扫货的好时机 巴菲特参与其中 购买了富国银行的股票 不过很快 十来年的悲观氛围逆转位市场狂欢 即至2000年 股票牛市在线 而且 还是几十年都没有出现过的股市盛况 最近这次牛市的根源 是互联网的发展及其背后的技术演进 此期 这个领域的许多公司证明 他们的创新力要强于其盈利能力 但这种创新的新纪元和还说的过去的估值 并没能阻止一个市场的非理性狂欢 就像所有的狂热 最终都会被影随的恐慌所取代的一样 互联网泡沫终于在21世纪初期破灭 在2002年 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又一次陷入了另一次衰退之中 而在2001年9月 恐怖分子对纽约成双子大厦的袭击 震颤了整个世界 紧随2002年的那些年份都是市场复苏期 牵引这次复苏的则是在住宅价格上形成的新一纹泡沫 即至2007年到穷斯指数竟然越过了14000点 甚至远远高出了2000年的峰值 此时的点位仅略高于11000点 不过 在相关的背景之下 下述深值的问题开始浮现 主权债务问题 商业银行抵押贷款宽松政策的结果 这些问题的丑恶面孔迅速显现 经济从2007年的峰顶 跌落至2008年的深度危机之谷 伴随这次金融阵痛的是金融市场的极度动荡 在这场混乱之中 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的雷曼兄弟 成为轰然倒下的忌品之一 为了避免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再现 发达国家进行了数轮金融机构的拯救活动 在为他们注入巨额资本之后 随之而来的经济复苏速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在2009年年末之前 道琼斯指数又一次越过了1万点的关口 不过 在2010年之前 有些深层的问题 和注入巨额钞票的后遗症尚未消失 在2011年 金融领域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个阶段最大的市场动态之一 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 特别是黄金和石油 在这个时期 巴菲特有一时的设法利用各种可能的投资机会 他最近的一次大型收购 柏林顿北方公司 就是在2009年的经济动荡中进行的 第十五章 1989 美洲航空集团 就像与索罗门兄弟的交易一样 沃伦巴菲特于1988年对美洲航空集团 USR 的投资所设的是优先股 购买3.58亿美元的优先股 10年后强制赎回 9.25%的股息率 和一枚股60美元转为普通股的权利 当时的普通股价格在每股35美元左右 相应的美洲航空 剑图15-1的总是值为15亿美元 虽然这笔投资最终是盈利的 但对巴菲特来说 美洲航空的交易 常常被作为一个投资失误的案例而提及引用 即便是在他给股东的年度信函里 巴菲特也论述了这笔投资的不足之处 以及他未能正确甄别这笔投资的前景 例如 在他1996年年底给予股东的信函中 他阐述道 我喜欢并推崇埃德文·卡洛尼 该公司当时的CEO 而且 我现在仍然如此 但我对美洲航空业务的分析流于表面 且是错误的 当时 我受到了下述两个因素的误导 该公司长期盈利的经营史 拥有优先级证券所给予我的保护 这些使我忽略了一个关键点 随着航空业管制的解除 美洲航空的收入 将会受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 在管制庇护的利润之下 所形成的成本结构 还一时半会儿无法得到改变 无论这家航空公司过往的业绩如何量力 如果这些成本问题不予以解决 那么 它们就是灾难的征兆 图片 图15-1 回首往事 批评投资决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这里内涵一个有趣的问题 彼时 潜在投资者会如何看待美洲航空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人们必须回头认真审视 美洲航空1988年年报 及巴菲特购买该公司之前 最近一个完整年份的年报 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始于重点财务数据的披露 显示1988年美洲航空 落得57.1亿美元收入 1.65亿美元的净利润 此前一年 该公司也有盈利 在30亿美元收入的基础上 落得1.94亿美元的净利润 基于这些核心财务数据和董事长兼CEO 埃德温卡洛尼随后的经营回顾内容 美洲航空公司的总体情况是 这是一家盈利的公司 但正在经历大范围的区别 该公司刚刚完成了收购 西南太平洋航空的整合 正启动整合彼得蒙特航空的工作 它是1989年兼并的 总的来说 这两项收购 使得美洲航空的经营规模翻了一番海多 在全美境内增加了一些航线 在内生性成长上 1988年年末 美洲航空已经确认了83架新飞机的订单 订单价值20亿美元 将在1989到1991年交付 外加108架飞机的可选订单 订单价值30亿美元 这里仅确认的订单 就会使美洲航空的现有集群总量 增加20% 除了快速增长外 该公司的年度报告还有三个突出的要点 首先 公司的收入在1988年 几乎是成倍数的增长 比1987年增长了90% 但净利润却下降了 这种背离现象部分归于下述两项非常费用 收购的兼并整合 DAC111飞机 机群中过时的机型 比资性检济 但即便是调整了这些费用 每周航空的经营利润 非常费用之前的 仅增长36% 比收入增长慢了很多 仔细审视他的利润表会发现 这个相关的肇事者是经营费用 他的增幅超过了收入的增幅 达97% 在经营支出这个类别里 人员费用 租金和起降费用及飞机维护支出增长最快 经营费用一年的巨额增长 虽然并不意味着这些费用的长期膨胀 但他肯定会使人担心 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费用 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在空中交通的快速增长挤压资源的同时 机场所收的起降费用和飞行员工资 会无节制的增长吗 燃油增长所挟的敞口风险有多大 对这些成本支出有什么控制措施吗 第二个要点是建立在第一个之上的 他所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仅更多 而且对潜在投资人还是显而易见的 他是负债和经营租赁 为了给这两个大型收购 西南太平洋航空和彼得蒙特航空提供资金 在1987年 美洲航空以信贷协议的方式 付上了10亿美元的新债 在1988年 通过发行商业票据的索募资金 美洲航空偿还了这笔债务的一部分 但在那年的年底 美洲航空仍然付有接近15亿美元的巨额金融债务 内含承诺条款 还款计划以及巨额债务的所有其他风险 使得风险陡增的是 除了金融负债 美洲航空还有64亿美元 不可撤销的经营租赁 详述于该报告的第23页 这些都是美洲航空承诺要支付的 有关下述事项的未来租赁的支付义务 飞机地面设施和其他设备 相比于美洲航空4.34亿美元的经营利润 这笔金额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就像其到期的金融负债利息一样 如果业务进行良好的话 这些费用都不是问题 但如果业务恶化 这些支付义务就会成问题 而且公司就会有破产清算的风险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事实 是与美洲航空业务的经济属性相关 涉及两个方面 一不确定性 二一般性 一不确定性 在评估其业务的品质时 一个关键的因素 是要看它带来的以投资金利润率是多少 为了计算这个利润率 你必须首先 能够准确地估算一个稳定状态的利润水平 就美洲航空业而言 这并非一世 第一个挑战就是其利润的周期性变化 代表15到1所选的美洲航空的财务数据显示 在好的年份里 它的净利润率 大约7.5% 两倍于坏的年份 大约3% 表15-1 精选财务数据 单位 千美元 每股数据除外 图片 资料来源 USAIR Group 1988 Annual Report 30-31 为了抚平这种周期性波动 潜在投资者 会采用过往三年净利润率的平均数 4.9% 这可能适合于具有年度周期性 和稳定性交叉的企业 但美洲航空并没有这些特征 相反 它面临的是一般的商业周期 既没有可预测的时间表 也难于预测 而且 它自身的情形也肯定不是处在稳定状况 因为它的一连串快速收购的非常整合费用 混淆了它的真实成本费用 也模糊了美洲航空和被购企业潜在内涵的不同利润率 虽然这些都使得它的不确定性陡增 但投资者通常还是能够拿出一个大概稳定的利润数字 通过采用历史平均利润率 即做过某些调整 并基于加总美洲航空及其收购企业的收益 所计算的历史平均利润率 但前提是它不会带来更大的复杂性 因为整个航空业本身就正处在一个根本性的变革之中 美洲航空年报的经营统计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鉴表15-2 表15-2 经营统计数据 1978-1988年 图片 1988年4月9日 TSA并入美洲航空集团 R1英里等于1609.344米 资料来源 S Air Group 1988 Annual Report 30-31 航空出行的旅客越来越多 平均旅行距离也在逐年上升 与此同时 单客公里收入却下降得很快 因此 航空公司都在拼命削减单客公里成本 增加航班客座率 当然 无端增加的乘客需求 显然对美洲航空是有利因素 但削减成本的压力无疑是一个负面因素 此外 还有其他的不确定性 虽然次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 燃油成本一直在稳步下降 但未来的价格却是未知的 这种正反力量冲突的复杂性 使得精确计算未来可持续的利润值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二 一般性 如果你仍然认为对美洲航空的质疑证据不足 并认为它非常成功的1987年业绩 反映了其创造现金利润的内生能力 那么 就可用下述方式计算以用有型资金回报率 ROTC 注意 资产负债表的下述所有数据都是以美元为单位 只是外加了一个收入百分比 以便显示下述 各科目重要性的绝对值和相对值 A 财产 工厂和设备 35.2亿美元 收入的117% B 其他无形资产 2.02亿美元 收入的7% C 存货 2.4亿美元 收入的8% D 应收账款 3.43亿美元 收入的11% E 应付账款 -2.83亿美元 收入的-9% F 已用的有型资金 40.22亿美元 收入的134% 基于1987年3.19亿美元的经营利润 EBIT 税前已用有型资金利润率是7.9% 相应的税后数字 基于比时34%的税率 是5.2% 在1988年 公司税率仍然是34% 因此 它被用来确认该企业的内生资金回报率 在任意情形下 这里的关键点是 美洲航空的业务是资本密集型 TPE 拥有的飞机和设施设备 的金额都超过了公司的年度收入 最终的资金利润率 即便是再好的年份 不足8% 都没有超过它的资金成本 美洲航空 在1988年发行的商业票据利息率 在9.5%到9.9% 这似乎说明 这是一家几乎没有什么内生结构优势的企业 它不同于巴菲特 在同期所投的其他那些高品质的企业 如可口可乐公司和富国银行 这两家都有很好的 以用有形资金利润率 潜在投资者 应该已经把美洲航空 视为一家去 有下属特征的 受经济周期影响企业 几乎没有什么结构性优势 但有很大的财务风险 然而 这家公司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方面 首先 爱德温卡洛尼是一个积极的要素 美洲航空的这个CEO不仅备受崇敬 而且 他的职业生涯几乎没有任何瑕疵 即至20世纪80年代末 卡洛尼已经把一个年收入只有5亿美元的 小型区域性航空企业 引领到了美国最大航空企业之列 鉴表15-1 他不仅做到了这一点 而且 在这期间的任何一年 都没有发生过亏损 即便公司的利润有时波动很大 运营上 在卡洛尼的领导下 美洲航空公司改善了几个关键指标 包括乘客上座率和乘客平均运程 鉴表15-2 如果美洲航空是一个纯粹执行类的企业 而非那种具有结构性竞争优势的企业 那么 他就是那种执行力相当不错的企业 除了一个好的管理层 美洲航空还有一些有利的因素 尤其是 如果和实际发生的事情 一起来考虑它的经营指标 那么 美洲航空公司应该是1988年 美国航空业表现最突出的公司之一 在美国航空业 它的飞行架子最多 并在巴尔蒂摩 克里夫兰 费城和洛杉矶等城市 构建了很强大的航运枢纽 作为客户忠诚概念的倡导者 它的俱乐部网络也是全国最大网络之一 在24个不同的机场 设置了28个优质会员后机室 美洲航空公司既有一个良好的生育 还有一个规模和轮辅 航运系统所带来的区域密度优势 改公司积极要素清单 还有可以追加内容 在1988年年底 美洲航空公司 有着行业里服役时间最短的机群之一 平均服役年份为8.9年 由于服役年份短的飞机所需的维护少 且更省燃油 所以 它和不少同行相比意味着更低的成本 与西南太平洋航空和彼得蒙特航空的整合 似乎也不错 虽然美洲航空 由此出现了一些模糊 美股真实利润的非常费用 但这里最终会出现协同效应 随着非常费用的消失 利润率自然会改善 因此 对于一个寻找该公司积极面的投资人来说 公允的概括应该是 美洲航空公司是一个在发展迅猛的行业中 有着良好执行力的企业 而且 它似乎正在巩固自己在某些区域市场的强势地位 此外 还应该加上这么一个公允的结论 此期的非常费用 丑化了公司1988年的利润率 最终 所有这些分析都会导向估值 它始于美洲航空的普通股估值 在1989年 这只股票的交易价格在低点28 美元和高点40.25美元之间波动 如果采用35美元为中间价 该股票在全年大部分时间里的交易价格 那么 它的利润倍数看起来就如表15到3所示 表15-3 图片 一企业价值 F的计算是基于15.3亿美元的市值 加上净负债13.4亿美元 等于28.7亿美元 行笔至此 让我们先把早先有关 无法准确估算 美洲航空未来 可持续利润的论述 放在一边 实际上 对于一个很有执行力和相当成长性 甚至还有些许结构优势的企业来说 它的历史估值指标看起来还是很平实的 其实在调整过于兼并整合相关的特别费用 和BAC11飞机的减计费用后 1988财年市值的是盈率倍数 只有7.2倍 由于每周航空有着巨额的负债 这个是盈率倍数 看起来还是比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 F-E-B-I-T 倍数便宜 虽然从绝对值来看 6.6的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倍数也不贵 这就是如何估值普通股的综数 不过 巴菲特投的是一笔私募 购买的是固定收益率为9.25%的可转换的优先股 以每股60美元的价格转换为普通股的权利 以及一个从发行日起计的十年赎回期 类似于所罗门案例的设计 这种证券的风险属性完全不同于普通股 它的主要价值源自其支付股息的固定收益特性 即该公司在支付其他一般股息之前 必须予以支付的收益 然而 可转换特性则是一个红包 已被每周航空未来几年后变得异常成功 其普通股价格就会从彼时的每股35美元 涨到每股60美元之上 与所罗门案例相比 这个案例的不同之处在于 这次可转换价格的设置 要远高于每周航空比时的普通股价格 相比较而言 它意味着这里的固定利润部分更加重要 因为要想达到这种权益的转换水平十分困难 因此 投资者应该把这项投资看作巴菲特 购买了一支固定收益的证券 以期获得一个9.25%的收益 打致相当于每周航空的发债成本 当然 这指证券的风险要高于每周航空的真实债券 相对于优先股有优先清偿权的那些债券 但它还有选择权内涵的价值 以为每周航空在随后的十年里变得更加成功 即此 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它的普通股估值 实际上 60美元的转换价格是基于1988年的每股利润 已调整过的12.4倍的是盈率 对每周航空进行的估值 从表面来看 这个估值不是特别贵 而且 如果每周航空能够持续它的历史增幅 及其盈利能力 这应该是很容易取得的成果 综合来看 巴菲特的这个每周航空的投资案例 明显不同于一般投资者会选择的那种投资 它投的是可转换的优先股 转换价格是每股60美元 而彼时 一般投资人所面对的该普通股的价格 却是每股35美元上下 如果认真着力于普通股的分析 那么 潜在投资人既会看到该公司许多正面的因素 也会碰到不少负面的东西 一方面 每周航空看起来像是行业里的领头羊 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企业 有一个被实践证明很得力的管理团队 另一方面 投资者应该非常清楚 由于这项业务和行业的巨大变化 以及金融负债和经营租赁所内携的巨大风险 很难预测该公司的未来盈利情况 对于一位审慎的投资人来说 每周航空的普通股多半是合于那种 很难说清的股票类别 但这并非巴菲特的投资所指 在给股东的信函里 巴菲特对美洲航空这项投资之后的行业情况 给予了很好的阐述 几乎就在巴菲特投资了美洲航空之后 持续的航线竞争和飞机票价上 不断强大的定价压力 使得美国整个民航业陷入沉闷的萧涩之中 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 即1990到1991年的经济危机袭来之时 美国的民航业出现了大批倒闭现象 1991到1992年 一些美国民航业的最大同仁纷纷破产清算 包括征途航空公司 Bigway Airlines 泛美航空公司 PenM 美国西部航空公司 American West 大陆航空公司 Continental 和环球航空公司 WTA 雪上加霜的是 这些航运公司在破产清算之后 摆脱了过往金融负债的束缚 继续经营 而且采用更低的定价和你死我活的竞争 1990到1994年 美洲航空亏损了总计24亿美元 抹去了其所有股东权益的金额 在1994年 巴菲特所有的优先股分红都被暂停了 巴菲特剪辑了 在美洲航空优先股上 3.58亿美元投资的四分之三 并设法 但没有成功 在1995年 以50%面值的价格出售这些优先股 幸运的是 美国的航空业随后逐渐得到了复苏 而且美洲航空1995年 最终完整年份的业绩不错 又恢复了优先股的分红 事实上 由于巴菲特形势极为慎重 在构建这个初始交易时 对可能缺失的股息设计了一个法则 所以 在前年未复的9.5%的股息之上 它还得到了更多的收益 极致1997年 该公司的业务得到了持续的改善 交易价格曾经低至每股4美元的普通股 也涨到了每股73美元 足以使巴菲特的优先股转换价格体现出价值 随后 在1998年3月 根据赎回条款 这些股份被美洲航空公司赎回 总的来说 巴菲特在美洲航空上的投资 为它带来了两笔收入 在其持有的8年时间里 超过2.5亿美元的股息 通过这支证券的可转化属性获得的收益 尽管经历了巨大的灾难性问题的打击 并成为巴菲特最著名的失误之作 但结果 它仍然是一个盈利的投资项目 见表15-4到表15-6 表15-4 综合资产负债表 1987到1988年 年度截止12月31日 图片 亦没有名义或票面价值的 已授权的可系列发行的有100万股 二枚股票面价值1美元 已授权7500万股 已分别发行了4441.1万股 和4380.1万股 三分别是63.5万股和63.2万股 资料来源 S-Air Group 1988 Annual Report 17 表15-5 综合利润表 1986到1988年 年度截止12月31日 图片 资料来源 S-Air Group 1988 Annual Report 16 表15-6 现金流量表 1986到1988年 年度截止12月31日 图片 资料来源 S-Air Group 1988 Annual Report 18 第十六章 1990 富国银行 当伊拉克在1990年8月 进攻科威特时 美国正进入一个严重的经济衰退期之中 一方面 股票价格 包括伯克希尔的 都崩盘了 从前一年的高点滑落了25% 另一方面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牛市越境之后 股市的估值最终摔回到了地板上 与此同时 在1990年 加州的房地产市场也开始由胜转衰 而且 对做抵押贷款的银行来说 所有情况似乎都意味着一个长期悲惨的前景 对富国银行 建图16-1 而言尤其如此 因为这家银行是所有银行中 在加州做抵押贷款最多的一家 不过 富国银行 Wales Fargo 还是全美国最赚钱的银行之一 在加州有着根深蒂固的优势 此外 该银行彼食的董事长是卡尔莱卡特 一位真正以效率一时 而文明侠尔的高级管理者 在1989的年报里 富国银行管理团队 由总裁保罗哈金 和董事长兼CEO卡尔 莱卡特领导 从年报的第一页开始 就对他们的主要业务部门予以了明确的定义 注意 1989年年报 公布于1990年3月6日 应该是潜在投资者在1990年早期和中期 能够得到的最近一个完整年份的年报 富国银行主要由四个部门组成 在年报里 虽然财务数据不是按照这些业务部门拆分的 但管理层论述 部分给予了读者足够的相关信息 理解这些业务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知道这些业务是如何做的 图片 图16-1 第一个部门是零售和分行部 这是该行最大的部门 组织了该行364亿美元存款的大部分 还有其417亿美元贷款余额的近40% 该部门发放的贷款都是消费贷款 小企业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 在1989年 该行着力在加州建设一个核心分支网络 推行一个他们称之为增强顾客纽带的战略 这包括购买已有的银行网络 如巴特县的天堂银行 格棱戴尔的峡谷国民银行 贝克菲尔德的美洲国民银行 以及圣别哥的多利松集团 同时 富国银行还把自己的许多国际机构进行剥离 在国外采取了合伙制的方式 第二个部门 商业和公司银行业务 为商业企业提供贷款 这个部门还为商业顾客提供收费的服务 包括现金管理和交易处理业务 在这一年中 这个部门的主要经历 也是放在了在加州新增网点上 实际上 这个部门的业务 包括传统的商业业务和部分农业业务 第三个部门 房地产贷款业务 提供房地产贷款 既有个人抵押贷款 也有建筑贷款 与商业和公司部门所提供的这种贷款一起 这些贷款占了该行贷款余额的60% 总计417亿美元 这个部门还关心社区的发展 为一些帐篷项目提供了资金 包括洛杉矶 彼时一些最大的社会活动帐篷项目 最后一项业务是投资管理业务 这包括一个称为富国投资顾问 的指数基金经理团队 和一个管理个人财富和信托的私人银行业务部门 前者管理的资产有800亿美元 后者的有340亿美元 这个部门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 包括产品利益最大化的服务 为账户资金在25万美元之上的投资者 提供全套的证券经济和咨询服务 总而言之 这份年报就下述是一似乎论述得很清楚 这4个部门的功能 构成了富国银行一个完整的业务链 这个单一的银行实体有一个得力的支撑面 即有提供多元服务 既提供个人业务也提供企业业务的零售分支机构网 因此随后有关富国银行财务业绩的论述 同样会从整体业务上展开 依据该行财报的财务数据 1989年 该行的净利润是6.011亿美元 每股利润是1.02美元 相比于前一年 净利润增长了17% 每股利润增长了20% 总资产收益率是1.26% 净资产收益率是24.5% 相比于1988年1.14%的总资产收益率 和24%的净资产收益率 这两个数据都得到了改善 就绝对只来看 这些收益率都明显高于银行业的均值 为了进一步说明 这里仅给读者提供一个特别的视角 24%的净资产收益率意味着 该行用100美元自己的钱 在那一年获得了24美元的利润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 这都是很不错的回报 接着 管理层通过分解净利息收益和非利息收益 详述了6.011亿美元净利润 是如何创造的 对利息收益贡献最大的单项 是该行所放的贷款 在利息成本方面 与资金来源相关的最大单项成本 是不同形式的储蓄存款 非利息收益的主要来源 包括各种交易费和用金 存款账户的服务费 以及来自信托和投资管理的收益 仅仅基于这些数字 富国银行在潜在投资人的眼里 似乎是一个得到的存款银行 它的大部分业务是为存款客户提供服务 并发放相关的贷款 这里没有太多涉及衍生品的业务 也没有其他另类的业务模式 接着 管理层阐述了资产负债表的数据 详述了为银行带来主要收益的资产和贷款 在资产方贷款是主色调 在该年底487亿美元的资产总额中 贷款余额占了410亿美元 在这一年的整个期间 贷款和总资产的相应平均余额 分别是394亿美元和478亿美元 通过分类方式 管理层阐述了几种贷款所出现的积极态势 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表16-1中 我摘录了这些信息 表16-1贷款的发展动态 图片 就像你通过表16-1所能看到的 资产的总体增长 主要来自中型企业贷款的上升 和1到4口之家抵押贷款的增长 由于富国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在加州 所以这些贷款也主要是在该州发放的 行笔至此 应该简单的环顾一下 笔实银行业的投资环境 这对潜在投资者审视这类投资项目 十分重要 在1989年 美国银行业正处在大规模的整理和清洁之中 伴随着房地产的衰退 1986到1991年 许多储蓄贷款机构和较弱的银行 都面临严重的问题 放在业务意志不慎重的那些机构 定期爆出负面新闻 而且有些已经遭遇了破产的厄运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标志性现象 较强的银行出面 整合那些较弱同业 往往是以一个优惠的估值 但是仍然很难区分好机构与坏机构 总的来说 1980到1990年 储蓄贷款机构的数量减少了大约50% 而商业银行的数量则减少了约20% 这个乱局之国 就是银行总体资产的大量减持 彼时市场担心富国银行 会像某些较弱的银行一样 面临类似的问题 看看富国银行1990年的股票价格 这是投资者会考虑这类股票的重点时期 在1990年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人们看到了股票价格狂降 这就是巴菲特购买那些富国股票的时候 因此人们此时出现的担忧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就像前面提到过的 富国银行在建筑和抵押贷款上的风险敞口 还是不小 而且这些贷款大部分发生在加州 这个地区在经历了多年房地产价格上涨之后 肯定会包含房地产价格修正的风险 不过在1989年的财务报表上 富国银行呈现的财务数据 都是一些利好的动态 与此同时 潜在投资者也会考虑富国银行所呈现的风险指标 这些指标的表述形式 是资本比率和贷款坏账准备金的波动情况 就资本比率来说 在1989年年底 富国银行报告的基于风险的一级资本比率是4.95% 实际上一级资本的构成 都是普通股权益和合格的优先股 相较于1988年年底的4.57% 这个资本比率得到了改善 同时 它还比美联储当时规定的水平 4% 高出不少 当把视线转到逾期和呆坏的贷款时 人们在表16-2上可以看到 逾期超过90天的贷款总额 是1.268亿美元 占1989年贷款总额的0.32% 表16-2 逾期超过90天的贷款并仍在累积 年度节止日为12月31日 图片 资料来源 Based on Wells Fargo 1989 Annual Report P.15 Table 12 这里的数据 要小于1988年那比1.302亿美元的可比数据 无论是以货币绝对值 还是以总贷款额的百分比 所有这些几乎应该让人们放心了 如果再看看管理层有关贷款损失波倍的论述 也许你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1989年年末 贷款损失波倍的总额 是贷款总额的1.77% 低于1988年2%的数字 这可能是基于管理层最佳判断的结果 最后 就我所知 富国银行 对于因房地产风险敞口而崩盘的担心 并没有反映在1990年 年初富国银行报告的财务数据里 这并不是说 富国银行在加州房地产的敞口头寸 绝对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信任这个管理团队及其公司的财务数据 那么 你就无法从这些报告的数据中 看出鄙视相关业务恶化的证据 无论是从利润角度还是风险管控角度 富国银行的表现都在行业平均水平之上 是一个运作的相当不错的企业 而且 在过往的若干年里 它看起来还在年复一年的 改善着已经不错的那些数据指标 现在 让我们转向估值 鉴于巴菲特1990年 购买富国银行股票时 所支付的每股57.88元捐价这个事实 你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 在1990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时 巴菲特已经完成了自己手里 富国银行大部分股票的收购 因为在那一年 该股票仅在这两个季度 探低过每股60美元以下的价格 其次 该股票价格的波幅 是在42.75到80.13美元 如果你认为潜在投资者 比时具有的价格 是每股58美元 大约是巴菲特的均价 那么 它的估值看起来就像是下一段落所述内容 基于1989年年报所含 在这一章的末尾的相关数据 富国银行的市值是32亿美元 鉴表16-3 表16-3是值的计算 图片 一 1987年年底报告的流通股数量 包括5110万普通股 和450万优先股 我所用的优先股价格是50美元 因为它们是该公司对这类股票的赎回价格 而且 比时该优先股还有一个略低于10年期债券的收益率 所得的估值相当于388万份普通股的价值 我这里没有考虑股票齐全 因为该公司把他们说城市无关紧要之列 由于富国是一家银行 我在评估这家公司的估值时 会主要关注是盈率和市净率指标 鉴于银行与升区来的高杠杠资产负债表 就资产和负债而言 我认为企业价值 以为这个指标的相关性不是很大 从过往1989年的净利润来看 富国银行的交易价 一直处在净利润5倍左右的水平 如果你却信公司管理层 所成资产负债表的可信性 那么这个价格就十分便宜了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贷款坏账 去从资产中减计较多备用金的话 那的确是便宜 如果投资者买到了1990年处于低位 每股42.75美元的股票 那么 市盈率倍数 鉴表16-4 会在一个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3.9倍 前年净利润为基础 最后 作为价值投资者的我 也不会太介意股息收益率 但管理层1990年 亿域每股支付接近4美元的事实 似乎是在表明他们对公司前景非常有信心 此外 富国银行彼时还在回购自己的股份 表示6-4 是盈率倍数 图片 让我们再来看看实境率估值 你可以看到 在1989年年底的股东权益总计 是28.61亿美元 由于市值是31.89亿美元 1989年年底的实境率是1.1倍 这意味着 这个企业的估值只是比它的面值稍高一点 基于每股58美元的价格 虽然这不一定是银行最便宜的地板价 但对于一家净资产收益率 做到20%以上的银行来说 肯定是很便宜的 就此 潜在投资人的推理逻辑可能是 若一家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其资金成本 那么 其公允净财值应大致等于它的面值 但若一家银行或企业的资金平均成本是8% 而它却挣到了16%的净资产收益率 那么 其净财值应该是其面值的两倍 就富国银行来说 假设它24%的净资产收益率 是个持续的 那么 其财值明显要远高于其面值 为了校准富国银行的实际估值 考虑一下这种情形 为了使富国银行有一个10倍的是盈率 或两倍的是净率 且保持一个更公平的每股58美元的价格 仍偏保守 那么 它的利润就需要大致减半 从6.01亿美元减到3亿美元 就已经显露的1.26亿美元的贷款坏账来看 这意味着 为了使这个股价有合理性 还要使该行的贷款坏账增加三倍以上 进而以一个很大的量级削减 它1989年的利润才行 而且 这种削减后的利润值必须从目前开始 一直延续到无限的未来 这似乎不太可能 因此 我认为 富国银行的估值 存在着一个很不错的安全编辑 在做最终结论之前 还要对该银行核心业务做最后一个评价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 除了通过财务数据显示的优势 富国银行似乎还有几个特殊的长处和优势 首先 它的管理团队不仅非常称职 而且已与银行结伴随行了好多年 重要的是 在1973到1975年和1981到1982年 他们就已经在这家银行了 这使人相信 他们的贷款做法应该是慎重保守的 在这个年度报告里 管理层也说得很智慧很实在 我把这视为一个称职管理团队的一种表现 其次 彼是按加州所有银行的资产总额排名 富国银行只能排第三 但他却在该州银行业的两项业务上排名第一 中型企业放款和商业地产贷款 而且 他还在零售存款上排名第二 事实上 他在有些专业领域很具竞争优势并文明狭尔 而且 管理层还规划了继续增强这些优势的方率 总之 对1990年年初和年中的潜在投资者来说 富国银行看起来是一个经营的非常好的银行 有明显好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财务数据 且还在逐年改善 他的策略是集中的为加州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虽然这种聚焦点有意义且运营还在不断改善 但这也意味着加州房地产敞口风险的扩大 这是某些投资者所担心的 不过 基于他的资本充足率 贷款亏损数据和贷款损失波倍的注视来说 盖银行 没有什么使投资者在彼时深感不安的事情 如果考虑到他当时的盈利能力和所见风险 那么富国银行股票接近5倍市盈率和1.1倍市净率的估值 似乎内涵一个很大的折扣 见表16-5和表16-6 表16-5 利润表 1987到1989年 年度截止日为12月31日 图片 资料来源 Wales Fargo 1989 Annual Report 22 表16-6 资产负债表 1988到1989年 年度截止日12月31日 图片 资料来源 Wales Fargo 1989 Annual Report 23 基于上述所知 巴菲特在富国银行的投资 看起来是买了一只不错企业的股票 过往的业绩优于同行 由他信任的一流管理团队经营 企业的估值也不错 这个案例不同于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的投资 因为这个企业的内在品质 极其成长的经济机理 也许掺杂着更多的风险和更少的有利支撑点 在富国银行的案子里 巴菲特也没有为其成长支付成本 还有这种可能 即巴菲特信任管理层 在年报里所成的那些积极的核心财务数据 而且在确认富国银行的未来时 没太关注其他银行失败的环境证据 看起来 巴菲特为了对富国银行的风险做出判断 做过包括贷款坏账的初始调研 但他的结论肯定 与该行比试管理层所成的积极数据和预期一致 在1990年巴菲特完成了这些股票的购买 和他报告了1990财年一组不错的数据之后 富国银行的确在1991年 感到了日益增长的贷款坏账压力 特别是与商业地产贷款相关的问题 使富国银行不得不把他的亏损拨贝 增加到16.5亿美元 获其贷款总额的3.73% 大约是1989年拨贝的两倍 不过 如1991年年报所示 富国银行的股票价格 在那一年处在48到97美元 明显高于前一年的均价 以时现实情况是 有一些风险市场已经准确地看到了 但1990年估值所含的安全边际 早已包含了该银行未来的任何负面消息 在一个稍涨的时期里 富国银行恢复过来 成为一家非常成功的银行 并持续成为伯克希尔 哈萨维股票篮子里最优秀的股票之一 不仅所持头寸位最大之列 而且内涵收益也不菲 第十七章 1998 通用在保险公司 1998年12月21日 伯克希尔哈萨维以220亿美元的价格 用现金和股票作为对价 购买了通用在保险公司100%的股份 从战略的视角看 这次收购的逻辑在于 对于一家经营现金流很强的公司来说 伯克希尔是一个平易大型 在保险公司收入波动性的理想对象 这里的思考逻辑是 伯克希尔无需担心某个业务面短期的财务波动 而另一边 与独立时相比 通用在保险公司 被收购后 有机会承保更多有利润的保单 与此同时 通过通用在保险公司的资金 伯克希尔也许能够投更多好资产 最后 伯克希尔能够获得额外的有关保险的专业知识 外加一个更广阔的国际分销渠道网络 在切入这项收购的细节之前 你必须了解这项收购所处的金融环境 在1998年的前一年 股票市场一直处在疯狂状态 1995到1997年 标普指数的年度涨幅超过了20% 在1998年 这种癫狂之状还在进行之中 作为这些年份牛市在经济层面的反照 保险业也分享了这些年的好日子 就像1997年度巴菲特给客户的信函中 所提及的 发布日期是1998年2月 伯克希尔的保险企业 已经连续5年创造了保险利润 为了深究通用在保险公司这个投资案例 必须从它的基本面开始 在1997年年底的年度报告里 通用在保险公司把自己描述为由 四个主要部门构成的全球性企业 见表17-1 表17-1 经营视角 图片 如表17到1所示 通用在保险公司的业务 集中在分保财险和伤害险上 但公司最赚钱的区域是北美 这个报告就北美财险伤害险分布 做了进一步的详述 说它原则上主要直接做固定分保和临时分保 固定分保指的是这样一种在保险业务 由基础合同确定 自动涵盖了原保险公司 分给在保险公司所有特定种类的风险 临时分保涉及的是通过特定合约承保单个风险 还有另外两种分保业务 按比例分保 由在保险公司分保 一个整体风险的一个确定的比例 超额分保 只超出原保险公司承保限额的赔偿责任 由在保险人承担的一种非比例的分保业务 在聚焦于这两种分保业务的过程中 通用在保险公司要么承担固定合约的风险 要么承担单个的风险 在这个部门 伤害险和财险所占的百分比大约是百分之60和百分之30 剩余的10%是特殊保险项目 第二个部门 国际财险伤害险分保 就本质而言非常类似于第一个部门的业务 该部门保费总额的61%来自财险的分保 39%来自伤害险的分保 主要区别是这个分布的国际性 它在150个国家做分保业务 这个国际分布是1994年收购总部 在德国的科隆 在保险公司的结果 第三个业务部门 全球受险健康险业务 也部分是收购科隆在保险公司的结果 也是国际业务 欧洲的保费收入占了38% 北美的保费占了47% 剩余的部分则来自全球各地 不同于前两个部门 这个部门的主要分保业务 是建立在个体和集体的人 收集健康险保单上 多数受险业务都是按比例分保的 而多数健康险的业务 都是按照超额分保的方式做的 最后一项业务 金融服务 是一个小业务 但囊括了不少专业服务 如房地产经济和不动产管理 外加一些衍生品和结构产品 衍生品和结构产品小组为大公司 保险公司 和金融机构提供定制的风险管理服务 总之 作为潜在投资者 我并没有在他的业务设置上 看到什么明显的特别之处 由于涉及全球的伤害和财产险 以及部分人寿和健康险 所以 通用在保险公司的某些风险敞口更大了 但若不认真看他的财务指标 很难判断他的业务质量的高低 就我的保险业务经验来看 对一家公司业绩的关键判断 应该是公司的经营是否保守慎重 追求利润或追求增长 为了确定这一点 关键要审视公司所成数据 和支撑这些数据的那些假设 在此 需要一些更多的解释 以便看懂 这些数据是如何在通用 在保险公司这里表现的 通用在保险公司1997年年报里 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过往 11年的关键财务数据 涵盖的年份1987到1997年 它显示了公司收入 从1987年的31亿美元增长到1997年的83亿美元 一个10.2%的10年复合增长率 同样 净利润从5.11亿美元增长到9.68亿美元 到6.6%的年 复合增长率只是稍差一些 要注意 对于通用在保险公司来说 它收入的大部分都是以证保费 以证保费收入来自保单以过保期的客户 因此是按时间段来确认的 例如 约翰·史密斯支付了一年期的车险 而且已经过去了7个月 就可以确认着7个月的收入 为以证保费收入 在成本方面 第一个成本大项来自已经发生的索赔 而且是必须赔付的 例如 约翰·史密斯后来因事故要求做车辆修理 索赔的总成本被称为损失支出 除了索赔成本本身 保险公司 还有与经营保险业务相关的成本费用 比如销售费用和承保费用 这种费用的总额除以以证保费总额 被称作费用比率 如果你加总索赔成本和经营成本 你就得到了保险总成本 这个保险总成本除以以证保费总额 就是综合成本费率 作为一个数字 综合成本费率越低越好 它意味着更好承保决策 带来每当以证保费更少的索赔 或以低运营费用高效的从事保险公司的经营 或两者兼之 在保险的术语中 低于100%的综合成本费率意味着 以证保费足以覆盖承保的总成本 当综合成本费率高于100%时 这意味着保险公司的索赔支付和其他成本 要高于它通过保费所挣的收入 那么这个差额就必须通过投资收益 或其他形式的利润补齐 否则公司就会遭遇整体亏损 在保险行业 不高于100%的综合成本费率被视为一个良好的业绩表现 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些奇怪 获得相当于总保费收入的总成本费 又是一种良好的业绩 不过保险业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它几乎总是在做赔付之前收进保费 在某些分保业务 所承保的风险都是长期风险 客户支付保费的时点 和他们提出所赔的时点之间 可能是若干年的时间 因此保险公司本质上 就是一种能够持有属于客户的钱的实体 保险公司可用这笔钱 在资产负债表上被称为服存金 进行投资以获取投资收益 例如总的承保业绩 收入减据成本 仅是为保险公司创造浮动资金的成本 如果这家公司创造的投资收益 好于这个总的承保成本 那么作为一家保险公司就有机会获得利润 因此承保业绩可接受的门槛是 低于100%的综合成本费率 100%的综合成本费率意味着 保险公司创造了无成本的浮动资金 保险公司的主营业绩不一定要出色 倒要做出正向的收益 因为它可以创造投资收益 例如作为一个整体而言 保险行业的综合成本费率 一般是高于100%的 通常是用投资收益来弥补承保业绩的不足 图17-1是瑞士在保险公司 一份研究报告里的曲线图 它展示了1980到2000年保险公司的 总体承保业绩 这张图表现了美国 西欧和日本的整个保险业 除人受险的综合成本费率 图片 图17-1 就像你能从图17-1中看到的 虽然这个费率是随着保险业的 周期起伏变化 峰值出现在1984到1993年 但在每个地区 整个行业的综合成本 费率的均值都还是在100%以上 那么 通用在保险公司的业绩表现 是个什么水平呢 在它的1997年年报里 该公司报告了两个最大部门 北美和国际财险伤害险部门 的损失 支出和综合成本费率 我把这些归纳在表17-2里 表17-2 经营数据摘要 图片 就像你能看到的 总体而言 通用在保险公司在北美的财险 伤害险业务的承保业绩十分稳定 11年的综合成本费率均值 都是100.6% 这意味着 它的总承保成本大致相当于 它的进保费收入 而且 进一步看 通用在保险公司的承保业绩 也好于行业平均水平 通过对索赔成本和经营成本类别 更详尽的分析 你可以看到这11年期间 通用在保险公司 能够把它的损失比率 从75%降到68% 但这个改善的结果 多倍增加的经营成本抹去了 在那个时间段里 作为以寄保费的经营费用 百分比从25%增加到31% 因此 虽然承保决策不错 而且北美的业务也在改善 但从经营情况看 这家企业逐渐臃肿起来 巴菲特可能已经看到了 这个可能改善的地方 在通用在保险公司里 国际财险伤害险部门 在1994年以前 这个部门大部分是 科隆在保险公司的 业绩起伏更大 同期的综合成本费率 均值在103% 1990到1993年 是一个非常差的时期 此时的综合成本费率 平均在109%以上 再看完损失比率和费用比率 比试投资者的结论可能是 这个原因可能始于1990年 是不慎重的承保行为 和糟糕的经营效率所致 虽然极致1997年 以费用比率表现的经营效率 已经下降了 但1997年 72%的损失率 仍然远高于 20世纪 80年代末 这种损失可能是 不当承保决策的 余读所致 或许是20世纪 80年代末 非常有利的 保险环境导致的 总而言之 受制于两个核心 财险 伤害险分保部门的通用 在保险公司 似乎还是说了过去的 但谈不上是品质经验的 分保企业 作为一个潜在投资者 在北美和国际业务两个部门 我会看到些许的不同 前者在承保业务上有改善 但在经营效率上 却没有起色 后者正在从那些糟糕的 经营年份中恢复 不过 就像我提到过的 重要的不仅仅是数字 还有它们背后的假设 许多分保的单子 虽评次不高 但索赔风险大 相关的索赔 往往是在保单最初 签署和保费已收的 许多年后 才可能出现 因此 管理层或承保团队 必须测算 与某类已签保单 相关的未来索赔额 这意味着 许多原先承保的数字 特别是损失率 和综合成本费率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管理层的假设 如果管理层想要 它可以在任意年份 预估出非常少的索赔损失 但增加了它们在随后年份 需要向上 估高损失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 在保险公司的分析中 潜在投资者 在推算这些索赔损失时 会十分看重 管理层的慎重行为 并根据这种预估值的高低 来看待所签的保单 不用进入储备金设置 和保险会计的深奥细节 投资人查明 管理层是否在 它们承保决策中 真正采取了 谨慎保守态度的方法之一 就是看看一段 时期每个承保年份 相关数据的动态 这能体现在 赔付损失储备动态表里 就通用在保险公司的 北美业务来说 这组动态数据体现在 表17-3的10K表里 最上面两行数字 代表每个保单所签年份 承保额的最佳赔付义务 预估值 即1987年数据 就是基于 1987年所签的保单 所做的预估值 而1997年的 就是基于 1997年所签的 保单所做的预估值 然后 这些预估值的动态情况 是在保单签署的 年份序列栏里表现出来的 对于1987成保年的保单 有10年的预估数据 在另一方面 对于1997年 却只有一个预估数据 表17-3 北美区净所赔额和所赔费用的 动态数据分析 单位 百万美元 图片 在表17-3 你可以看到 对于1987到1991年的 承保年份 所有承保义务预估值的 初始值都是负面动态 例如 与1987年所签保单 义务相关的预估值 最初预估计算的是 接近47亿美元 但在下一个10年 这个数据只增加了 几乎30% 到了61亿美元 显然 在当初预估这些赔付义务时 管理层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慎重原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不得不为填补这个缺口而增加备用金 对于与1987承保年相关的赔付义务 在第六年 1993年 和第七年 1994年 增加了大约2.5亿美元 在第八年 1995年 增加了约3亿美元 对于1997年的潜在投资者来说 这种信息鞋的多半会是一种危险信号 这里的内涵是 像1987年这种年份 管理层在做最初的支付义务的预估时 显然没有坚持自己的谨慎保守原则 在1997年 如果我考虑投资通用在保险公司的话 我想要确信下述两点 以这个管理团队 应该比他们在1987年看起来要谨慎得多 二 对准备金不足的年份 现在应该做完了准备金补充工作 即再也没有新增准备金的需要 鉴表17-4 在历史上 准备金不足的风险 已经通过许多案例揭示出来了 我最熟知的一例是更近的案例 英国汽车保险商 在2002到2010年的案例 那时 英国汽车保险业经历了一个狂乱的时期 在2002年 行业综合成本费率开始是低于100% 即至2010年 结束于115%左右 在这八年的时间段里 许多公司都被反复要求增加他们的准备金 有些公司不得不完全退出一些业务领域 这个案例的教训是 当一家保险公司增加准备金时 这往往只是第一步 随后需要好几项调整来修正相关的问题 而且 更麻烦的是 有些公司会好几年隐藏他们准备金不足的问题 方法是设法创造额外的收入和浮动资金 使他们的问题过度生长 有时 有些公司为了达到目的 会随意签订便宜保单 因而 在设法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 滋生了一个长期问题 当然 审是1987年通用在保险公司的投资者 不可能接触到这么精确的案例研究 但随意承保的逻辑结果 就是这类问题的迭出 表示7-4 国际不净索赔额和索赔费用的动态数据分析 单位 百万美元 图片 因为损失成本必须预估 所以保险商在计算承保业绩时 心态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 这使得投资者 很难计算保险公司浮动资金的真正成本 一位有经验的观察者 通常能够看出准备金中大量的错误 但一般的公众往往只能接受财报所成的数字 巴菲特至伯克希尔哈萨维投资者的信 1998年2月27日 不过 通用在保险公司 还是有几个能够安抚敏感投资者的方面 1993到1996年的城堡动态数据 好像更加正面 出现了储备金释放现象 而非增加 哪怕是在储备金不足的早些年 该公司的储备金增幅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说明在最后几年 它的经营是更加慎重小心的 了解了城堡方基本面后 你现在必须转到通用在保险公司的收益上来 在1997年 通用在保险公司的税前投资收益 是12.9亿美元 税后收益9.69亿美元 这笔收益产生于总额 为246亿美元保险资金的投资 意味着5.2%的税前收益率 和3.9%的税后收益率 在该年年末 企业的股东权益是81.6亿美元 意味着税前的净资产收益率是15.8% 税后净资产收益率是11.9% 这些数据还算体面 但不出色 例如在巴菲特投资前一年 富国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是24% 就像综合资产负债表 鉴表17-9所示 该公司的大部分投资 大约160亿美元 都是固定收益一类产品 这对于设法让风险最小化 并要将资产负债期限 相匹配的保险公司来说 是情理之中的事 虽然没有予以正规的详述 但请注意 还有3.52亿美元的 非保险和投资的收入 推测应该是来自金融服务的收入 对通用在保险公司来说 这项既有近1亿美元的税前经营利润 看起来是利润率很高的业务了 在转到估值之前 就通用在保险公司的管理团队 还有几句话要说 就像我担心通用在保险公司 先前的承保做法一样 我同样感兴趣的是想知道 在1993年左右的时间里 该公司在一个新管理团队的领导下 是否有向谨慎承保方面 迈出一大步的可能性 就1997年管理层在年度报告里的描述 似乎管理层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变化 自1987年起 CEO罗奈德福格森就占据了这个位置 而CFO约瑟福布兰登 自1989年起就和公司在一起了 虽然只是在1997年任职CFO的位置 因此 就承保的谨慎性上 管理层是否会有巨大的改变 这一点上 投资者根本无法推断 当我们转到估值时 只要看看巴菲特 在购买该企业整个股份时的情况 投资者就会对他的估值 有一个清晰的信息画面 在伯克希尔 哈萨维 与1989年6月19日公布的有关 伯克希尔 收购通用在保险公司的文件里 伯克希尔所说的收购总价是220亿美元 即每股276.50美元的单价 用通用在保险公司 1997年10K文档里的所含信息 对这个数字予以较准的话 你可以看到 通用在保险公司当年股票的价格区间 在151到219美元 年底的收盘价在每股212美元 因此 巴菲特所支付的一家比通用在保险公司 1997年年底的每股价格高出了30% 既然通用在保险公司是一家金融机构 就有必要看看 基于 1997年年底数据的是盈率和市净率指标 建表17-5 表17-5是盈率倍数 图片 基于1997年的过往利润 通用在保险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 是处在23倍的市盈率水平 即便是对一家出色的企业 这似乎也是一个极高的倍数 巴菲特为富国银行 另一家金融公司所支付的价格 也只是前一个完整年份每股净利润的6倍 当把目光转到市净率时 你看到的如表17-6所示 表17-6 是净率倍数 图片 同样 基于1997年年底股东权益2.7倍的面值 通用在保险公司看起来还是价格不菲 依据巴菲特投资前一年全年的数据 富国银行股票的价格水平 也只是失净率的1.1倍 而且 它还有24%的净资产收益率 通用在保险公司 股票的价格水平却是2.7倍的失净率 而且 只有12%的税后净资产收益率 这看起来着实贵出了很多 如果是我在那个时候 考虑对通用在保险公司的投资 那么 我会把它视为一个比一般保险公司好一点的标的 但会十分担心管理层 在城堡上的谨慎保守不足 基于1997年23.5倍的失盈率 和2.7倍面值的价格水平 我的结论是通用在保险公司的价格太高了 因为该企业1997年 只有12%的净资产 收益率的创造力 再看看通用在保险公司 在1997年 年底每股212美元的价格 对应的估值 是18倍的失盈率 和2倍的失净率 鉴表17-7和表17-8 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加合理的估值 但对过往十年间 每年的净利润率只有7%的企业来说 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标的 作为一个单独的企业 我看不到它的卓越非凡之处 在这个案例里 巴菲特投资的合理性 似乎主要放在于通用 在保险公司的大额浮动资金 巴菲特 多万能够把它们以合理的收益率进行再投资 相关的某些专业知识上了 实际上 作为一项投资 潜在投资者也能在市场上找到和投资通用 在保险这类公司 但这里的前提是 它是在寻找一家经营良好的保险公司 表17-7 11年的财务数据摘要 1987-1997年 单位 百万美元 除美股数据外 图片 去 图片 去 图片 资料来源 GENERAL RAY CORPORATION GENERAL RAY CORPORATION GENERAL RAY CORPORATION 1997-10K REPORT 就巴菲特自己对该公司收购的诠释来说 见他在1998年年底 给伯克希尔 哈萨为股东的信 他所采取的立场 不同于我基于随后所提数据的推论 巴菲特评述道 在数十年间 通用在保险公司的名字 代表着分保行业的品质 诚实和专业 而且 在罗恩福格森的领导下 这种名声被更加发扬光大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随着对比试管理团队和整个企业的正面评价 巴菲特继续解释道 通用在保险公司和伯克希尔的结合 会给整合后的企业独一无二的结构优势 肯定能够抚平任何利润的波动性 这内含于以预期收益率而非利润的 平稳发售保单的优质分保企业 特别是不像其他上市的独立分保公司 通用在保险公司 再也不用再担心 那些不喜欢利润波动的投资者的惩罚了 而且可以只关注发售那些有利润的保单 哪怕是包括了一些利润波动性大的保单 巴菲特继续阐述了 通用在保险公司所具有的一种能力 即拓展伯克希尔全球范围分销保险产品的能力 以及它为伯克希尔所带来的做承保的技术能力 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个案例里 巴菲特的投资 仅仅是部分以众对方的财务数据 它的收购决策是基于业务的合理性 第十八章 1999 中美能源公司 在1999年10月 巴菲特宣布了一项交易 以每股35.05美元的价格 以现金支付方式 收购中美能源公司 Mid America in Energy Holdings Company 近76%的股份 收购价比公告之前的收盘价一价29% 在这项交易里 伯克希尔哈萨维不仅购买了普通股 还购买了优先可转换股和固定收益证券 这个交易结构使伯克希尔哈萨维 享有该公司76%的经济利益 但不足10%的投票权 之所以采取这种架构 部分原因是因为要避免违反1935年 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案的相关规定 在特定的条件下 这项法案 会严格限制公用事业控股公司的业务活动 比如 如果伯克希尔的投票权高于10% 那么 该公司的业务活动就要受到相关的限制 总之 伯克希尔哈萨维 在这次交易中支付了近20亿美元 而且 这项交易还包括了两位著名的联合投资人 沃尔特斯科特 他自1988年起 就是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董事 而且 这次交易还是他介绍给巴菲特的 大卫索克尔 此时中美能源控股公司颇具创新精神的CEO 让我们直接切入这个投资案例 如果我此时是一位潜在的投资者 我会就这家公司问两个主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有品质的企业吗 这家公司卖了一个好价钱吗 实际上 就按例分析来说 中美公司1998年年底的年度报告 是一个好的起点 因为这是该项交易在1999年年底发布时 能够得到的最近的一份完整年报 就像这份年报所示 中美公司是一家能源多元化企业 涉入最多的业务是发电 但也有电力输送和上游汽田的勘探业务 根据财报注释里分块报告披露的信息 中美公司把其业务分为三个核心部分 以及相关的经营费用 鉴表18-1 表18-1 业务板块盖篮 图片 这份报告还包括一份1998年 年底公司发电厂的清单 就像你能看到的 创造了最大收益的业务板块 是国内的发电部分 而且位于美国的多数发电厂 都处在爱奥瓦和伊利诺伊两州 这些发电厂包括了煤电厂 天然气电厂 地热电厂 水电厂和核电厂 海外电厂 包括菲律宾的三家和英国的两家 是海外发电分布的资产 在经营上 国内和海外的发电业务是类似的 在这两种发电业务中 核心的活动都是兴建和运营发电厂 购买燃料 如煤炭和受电 这里影响电厂利润高低的因素相当微妙 亦或是替代燃料和成本 亦或是它们各自影响用的技术 或者是它们经营效率的高低 实际上 这两种企业的最大差异在于政府管制的不同 发电业务是世界范围里 受到政府管制最严厉的行业之一 因此 发电企业的盈利能力 往往是 与各自经营所在国的管制环境紧密相连的 在此时的美国 与中美公司相关的监管机构和政策 有好几家和好几种 在全国层面 1980年公用实业监管政策法案通过以来 独立的能源生产商受到了鼓励 公用实业公司不能不买它们的电了 这些监管条例还延伸到了价格层面 在州一级 还有很多的监管条例 往往和国家的政策相关 例如 在爱奥瓦州 直接的利润监管条例规定 如果中美公司的普通股年收益率超过12% 那么 这些利润的一部分就必须与消费者共享 同样的 除非中美公司普通股收益率跌到9%以下 否则 它是不能够提价的 在英国 发电行业的监管 包括一个被称为 铺的电力交易市场 自从1989年电力法案分阶段生效后 实际上 所有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生产的电力 都必须通过铺买卖 价格在这里确定 这意味着 即便一家公司生产电力 并把它作为一个公用产品出售 它也必须按照既定的价格 把它的电力卖给铺 而且 为了把它再卖给公用事业客户 还得再从这个铺购买 这种做法和其他几种相关措施 使得这种产品的价格管制在英国很盛 总之 政府管制的效果 国内和海外 都是把利润率限制在一个健康 而非丰厚的区间 在约定的合同框架里 如果能源公司能够提升效率 它就能提高利润 但只能局限于此 一旦监管机构发现 他们的利润偏高 就会设定新的管制 该公司最后的两个业务板块 分别是海外公用事业和公司业务 海外公用事业 主要由北方电力分销有限公司主导 它是英国电力的一家分销商 在1998年 该企业有接近17000公里的输电线 和26000公里的的下电缆 并有向150万客户提供电力的权利 除了作为一家电力分销商 北方电力公司还出售和分销天然气 除了北方电力公司 中美公司还有其他企业 包括CE天然气 英国有限公司 从事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 因此 在海外 尤其是在英国 中美公司有传统的公用事业业务 包括能源产业的全价值链 从勘探 生产 分销到向客户直接出售 最后一个业务板块是公司业务 包括向法务和金融等公司功能型业务 同时 还包括几项利基业务 比如住宅服务 属于整个中美公司的房地产业务 现在让我们转向该公司的财务报表 鉴表18-2 对于控股公司 1998年 中美公司在25.5亿美元收入的基础上 报告的净利润是1.27亿美元 基于1998年 年底稀释的7410万流通股 每股的净利润是2.01美元 就经营利润来说 这里计算的稀税前利润是4.91亿美元 这还不包括2.2亿美元的净利息支出 9300万美元的所得税计题 4100万美元的少数股东 权益支出和1100万美元的非经常性支出 鉴于净利息的支出水平 接近净利润的两倍 这里的稀税前利润要比净利润 更能反映这个企业内涵的盈利能力 就利润率来说 稀税前利润率是19.2% 净利润率则是5% 表示8-2 发电厂摘要 1998年 图片 一该公司运营除下述项目外的所有上述项目 比赛德电力公司 扩德成电站 奥塔姆瓦电厂和沙漠之风 2表18-2没有 包括印度尼西亚的三个项目 其中两个还在仲裁之中 一个在1998年3月开始运营 30G的兆瓦可能会不同 这取决于运营和水库条件以及电厂的设计 设施的净产能 以兆瓦计 表示设施总产能减附加载荷 附加载荷是设施自身所用的电力产能 并没有授予公用事业单位或其他外在购买者的那部分 所拥有的净兆瓦 表示的是当期具有法律所有权的那部分净兆瓦 但在某些情况下 并没有反映和火分销网的当期情况 4 P&O CEDC 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能源发展公司 菲律宾政府和菲律宾全国灌溉管理局 NIA 也从该设施购买了水资源 Northern 北方电力有限公司 菲律宾政府承诺担保 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 能源发展公司和菲律宾 全国灌溉管理局两家的负债义务 Edison 南加州爱迪生公司 SDRG 圣蝶龙燃气电力公司 UPIO 由他电力公司 NYSAG 纽约州电力燃气公司 TUEC 德克萨斯公用实业电力公司 NIMO 尼亚加拉莫货电力公司 MEC 中美能源 作为该公司的潜在投资人 我还会考虑这项业务的资金密集度 和收益的经济性 为此 我会计算已用资金收益率 这里 我们用4.91亿美元的息税前利润 减去35%的公司税 1998年试用的税率 得到的税后净经营利润是3.19亿美元 表18-3体现了有型资金基数的相关情况 表18-3 图片 就像你能看到的 中美公司在发电和公用实业业务上 使用的资金量相当大 从总数目上看 它占了收入的174% 这比生产性企业高了很多 基于这个有型 以用资金和3.19亿美元的税后经营利润净额 所得的以用有型资金收益率是7.2% 这个收益率还算不错 但谈不上出色 考虑一下这种情形 在年中 有些财产厂房和设备显示于资产负债表上 但他们对当年的利润没有什么贡献 1997年年底 一个不那么保守的以用有型资金量 37.3亿美元还算比较合理 基于这个数字 相应的 以用有型资金 收益率应该是8.5% 好些 但仍然不是非常好 作为一位投资人 我的结论是 中美公司业务的以用资金收益的经济性尚可 但肯定不是出类拔萃的 当然 还有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鉴于中美公司是一家从事公用事业的企业 有很高的稳定性 它多半有便宜的资金渠道 因而 能够创造的收益率 应该比它的以用有型资金收益率更好 计算净资产收益率 是测试这种假设的一种较好的方式 用1.27亿美元净利润 和8.27亿美元普通股金额相比 中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是15% 这看起来的确是支持这样一个假设 中美公司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个还不错的收益率 部分原因是 它能够利用价格合理的资金所构建的财务杠杆 总之 我的结论是 中美公司是一家经营和增长都好于同行的企业 但它的核心业务并非什么内在的精湛组合 最后 让我们来看估值 鉴于伯克希尔哈萨维 以每股35.05美元的价格 购买中美公司相关的估值如表18-4和表18-5所是 表示8-4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 EVABIT倍数 图片 一计算企业价值 F的方法是 35.05美元 每股价格 乘7264万股 1999年6月30日流通的稀释股份 加上1999年6月30日的53.21亿美元的净负债 净负债的计算方法是 2.47亿美元的现金 加1.3亿美元的可售证券 加3.85亿美元 受限现金加1.9亿美元的股权投资 -20.17亿美元的母公司负债 -42.56亿美元项目负债 注意 这个基于最近E710Q报告的金额 要低于这次收购 在媒体发布文件上 所引用的近90亿美元的企业价值 有两个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个差异 16月30日和新闻稿发布日 之间净负债的变动额 而优先股价值的计算 表示8-5是盈率倍数 图片 这些倍数看起来都非常高 尤其是基于前面分析的结论 中美公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业务组合体 实际上 在中美公司的估值里 肯定会有一到两个价值明显的下属企业 比如房地产 没有算在其中 除非它的利润遭受了周期性市场的挤压 否则 对于作为潜在投资者的我来说 中美公司比时的价值并没有被低估 鉴于1998年获得的7%的 以用有形资金收益率 和15%的净资产收益率 我认为它遭受周期性利润挤压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发电业务明显属于资金密集型业务 所以 我推测 这种业务周期性的以用有形资金 收益率也高不过12%到13% 假设 在一个非常好的年份 基于同样资产基数的利润会高出50% 对应可比的企业价值息税前利润 FEBIT 倍数会接近11倍 市盈率会接近12倍 这也并非是很便宜的估值